《雨神对话2》是由 Westwick's Yim Rainbow WW YFFY Vanilla Alien Jody Yong Joey Zeng Nostic Me Fiona Patton Brown C KK Bonnie Wong Silver Kings Allen Ng Lam62 Chun Ming Troll 八虎秦岸 周小龙 最有一心 多谢各位金主大人 和善长仁庸的支持 与神对话2 倩給萨曼莎 塔拉珍妮尔 尼古拉斯 特拉维斯 卡路斯 特里斯坦 德凡 达斯丁 迪兰 你们给我的馈赠 远远多于 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以前的我 并不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爹地 但是慢着 我们彼此的往来尚未结束 我们的关系 仍然有发展的余地 前言 一份非彼尋常的文献 这一份 是一份非彼尋常的文献 它是来自神的信息 在里面 神对这个星球所提出的社会 性 教育 政治 经济 和神学各方面的革命性建议 是我们从来都没见过的 甚至乎也都很少想这个问题 这些建议是顺应这个星球居民 他们自己的愿望而发出来的 我们说过 我们想要创造一个 令到所有的人都可以过得好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意识 寻求一个新的世界 无论我们所作的选择是什么 神都不会诅咒我们 但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 那神愿意为我们指路 不过 祂仍然不会强迫我们去接受祂的建议 现在不会 以前不会 永远都不会 书里面的内容既吸引 又令人困惑 是因为他们向我展示了 我自己和全人类的面目 而这一点令到我的心有点乱了 这本书也都很富有挑战性 是因为它对我们的激励前所未有 它激励我们要比以前成长更多 激励我们成为一个新世界的源头 在这个新世界里面 粉恨 小孩子脾气的妒忌 性失调 经济不平 教育的愚笨举动 社会的不公平 政治的黑幕 欺诈 权术和权利 都不会再在人类的体验之中扮演角色 提升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真的可以建构一个这样的社会吗? 神话可以 唯一的条件是我们真的选择这条道路 这本书也都属于《与神对话》 它是《与神对话》三部曲里面的第二部 而这一场对话一直延续了五年 直至今时今日 依然在进行中 你可能不会相信 这些资料真是源自神 而我也不需要你相信 重要的是 是你的资料究竟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带来动建 有没有换醒的能力 有没有燃点新的希望 又或者 对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 可不可以带来 推动力 以及有效的改革 天知地知 有些东西 必须要进行改革 我们再都没办法 好像以前一样 这样继续下去 《与神对话》三部曲 开始于1995年 五月出版的第一部 那本书 主要以个人的事务为主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也都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它的销售量非常之惊人 而且继续在上升着 当然 那本书的作者 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 而又是因为这一点 也都令到它 令人产生好奇 令到它的力量这么强大 我对可以参加这件事 心感荣幸 这件事 令到成千上万的人 又重新回忆起 一些伟大的真理 有很多人 都在书中发现到价值 这一点 令到我好高兴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是吓死了 我真是很害怕其他人 会以为我瘋了线 又或者有妄想症 我真是很不确定 所以 我好害怕他们真的相信 那些资料是来自神的 然后又真是去实行 为什么我会那么害怕 是因为如果我写的东西 都是错的呢 那怎么办呢 不过那本书出版了之后 那些读者就开始写信给我 那些信件 由世界各地寄出来 于是乎 我知道了 我的内心深处 终于知道了 书里面的说话 是没错的 这些信息 正正就是世界上 需要听到的信息 而且 时间 刚好 不过当然了 只得我们这个相对存在的体验里面 才有所谓 对 和不对的事情 所以 我知道我的意思 是说 刚刚好 刚刚好 在这个星球上面 刚刚好 在这个时期 刚刚好 由哪一个人 正在说什么 现在 与神对话二终于出街了 我开始发现 自己又有点害怕了 因为这本书所讨论的 是个人较大的生活面 和涵盖全球的地球物理学 政治学 也都因为是这样 我好怕这本书里面 会包含一些 一般的读者 没有办法可以同意的部分 所以 我真是好害怕 我好怕大家 不喜欢这本书里面 所谈论到的事情 我好怕你们认为 我将书里面的某些部分搞错了 我真是好怕 我对穿了那个黄蜂斗 最终搞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想收荒都收不到 所以今次 是再一次 我好怕 我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字 我都写错了 当然 我不应该这么腾鸡的 也都不至于有这样的恐惧 毕竟 我都已经看过第一本《御神对话》了 那看而 又有什么可怕呢 对了 你都明白的 这些又是我的人性在作祟 你们都知道的 我将这些说话传给大众 目的不是想大家翻面的 我只是想诚诚实实地 将神回答我的问题 直接了当地传送给你 我曾经答应过神 我要将这些谈话公布出来 我不可以食言 不过当然 你都不可以毁约的 很明显 你也曾经答应过你的思想 观念 和信仰 不断地接受挑战 很明显 你是想自己不断地成长 否则 你也不会拿起这样的一本书 所以 我们似乎是手牽着手的 又有什么需要害怕呢 我们就是我们 所以 我们做回我们应该做的事 只要我们终于这一点 那就没什么可以害怕 现在我可以看得出 我一直所估的都是对的 就是 我们都是使者 你和我都是 如果我们不是 那我就不会写这些东西 你当然 也不会见到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使者 我们 有我们的工作要做 不过首先 我们一定要确定 我们已经清楚明白了 与神对话一 里面的信息 第二 我们必须要将这些信息 纳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以便它可以开始运着 第三 我们必须将这些信息 传给其他人 将真理 带给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而这个方式 应该更加单纯 不应该是形式化的身体力行 我很高兴 你们选择与我同行 同你们同行 要比不同你们同行容易得多 也都好玩得多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书了 因为这一本书 有时 会有一些令到你不舒服的地方 它和第一步很不一样 第一步 是神的拥抱 是一个逼黑 是一个很大 很温暖 环抱相肩的拥抱 而第二步 也是神同等的爱 但它就轻轻地 熬了熬你的肩膀 这一下摇晃 是觉醒的呼唤 是叫人 走向另外一个层次的挑战 你知道的啦 一个层次之后 总是会有另外一个层次 你的灵魂来到这一道 是为了获得最丰富的体验 而不是为了什么都体验不到的 是为了拿到最多的东西 而不是拿到最少的东西 它希望你不要止暴 虽然这一切都是你的自由意志 让你来选择 但你的灵魂 不会希望你变得自满 当然 更加不要陷于心死 因为你的世界 有太多要改变的地方 有太多有待你去创造的地方 怎么都会有新的山你要去爬 怎么都会有新的领域 让你去探索 怎么都会有新的恐惧需要克服 怎么都会有更加燦烂的地方 怎么都会有更加透切的观念 怎么都会有更加疗阔的视野 所以本书可能会给第一步 令人更加不自在 如果你产生了那种感觉 那就请你和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共处 当船开始吹得很厉害的时候 请你握住扶手和船员 然后生活在一个新的模型里面 而更加令人高兴的是 这些这么奇妙的生活 和你这么奇妙的生命 它可以帮助你 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生模型 尼尔 当劳 修订版前言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事情不再是这本书 最早出版时候的那个样貌 当然 书上并没有哪个字会过时 而事实刚刚相反 这本书在今天 依然是超前的 可以肯定的是 它和现实的相关性 比以前更加强 已经有数以十万计的读者 看过这本书 那些读者令到他 登上了《纽约时报》 唱销书的排行榜 这些读者说 在《与神对话》三部曲里面 这本书肯定是最具争议性的 《与神对话》第一卷所探讨的是 个人的生活 亦处理了很多与此相关的问题 而这本书谈论的 就是星球上的集体生活 触及到很多的全球议题 亦深入地探索了 各种与人类共同的群体经验 有关的主题 它出现的时机刚刚好 在过去那几年 发生了很多事 极其残暴的塔利班政府 在阿富汗 兴起又衰落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在中东地区的冲突 仍然在延续着 而且似乎永无止境 恐怖主义活动 在世界的各地频频出现 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 和终结冲突 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 蓄使我们 将施暴和杀禄作为手段 我们不可以继续这样做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在解决问题 又或者终结冲突 我们只是在延续他们 又或者顶楼 是推迟他们的出现 我们迟早都会提出一个 这样的基本问题 究竟是什么 会令到我们不断地回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 在几千年之后 人类依然找不到一个 可以和平 又或者是和谐共处的方法呢 这本非凡的书 提供了某些令人震惊的答案 它提供了某些大胆的选行 它提出的众多观点 极具说服力 也将会 撼动很多人的信仰 这些观点 足以引领全人类 行出恶梦 最终进入美梦 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 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我知道这件事 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得到的 要拥有开放的心态 我们无法不去说服自己 在遇到与我们先前 对某一件事物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与我们的信念 彻底背道而驰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排斥它 我们无法不逐一忽略每一个 令到我们大感老火 又或者是心感困惑的观点 我们需要去看看这种思想 在总体上 是否有足够的价值 可以促使我们 重新审视以前的假设 让我来和你们说些话 我们已经被迫重新审视 我们以前有关神 和生活的假设 迫使我们这样做的 并不是图书这些和善的东西 而是各种恐怖的人类事件 和那些搞破坏 愤怒 残暴的少事者 人类的进程将会改变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唯一的问题是 这种进程的改变 到底是脅迫的结果 还是抱住开放的心态 去共同探索的结果呢 我们需要找到其他共存共生的方式 很明显 我们现在的方式是无效的 它是不起作用的 这本书为开放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 就算它的某些结论令人震撼 亦都可以在我们现在病态的观念里面 熬醒我们 实际上 这一点 就是本次对话的初冲 所以这本书绝对不会沉悶焚味 如果要完整理解与神对话系列所运行的讯息 绝对不可以缺少这本书 你们可能会发现 你们自己同意他 又或者强烈地反对他 甚至乎是强烈地同意他的某个观点 同时又强烈地反对他的另外一个观点 这样很好 好的阅读就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对话也应该是这样 我希望这一次将会成为你们和神的对话 也都将会成为你们彼此之间的对话 请你阅读这本书 然后用你们所了解的最佳方法向神求证 并彼此谈论这本书的内容 也都请讨论我们的世界 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世界 问神 你们要怎样才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才可以令到人性 摆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无处不见的偏见和自私 愤怒和暴力 我和神的对话就写在这本书里面 如果他可以促使你们 去开始你们自己和神的对话 那么他的使命 就全部都完成了 有些人曾经很生气地说 我并没有和神进行对话 我自称和神对话 是对神的舌读和背叛 将来会有更多的人这样说 由于这班人狂热地相信 他们所说的一句话 所以他们诅咒这本书 但是诅咒任何和现行的观念相反的思想 并不会令到我们的觉悟和成长得到扩张 只是会缩小我们的眼界 令到我们拥有的对策 和本来就很有限的选择 变得更加之少 而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正在疯狂地生长 面对明天的困境 可能我们不可以用昨天的方法 而是要勇敢地去思考 以前不敢思考的东西 讲出那些以前不敢说的东西 尝试那些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东西 这本书 整本书都邀请我们这样做 只是这样做 今天 在这本书订稿的十年之后 我们更加愿意勇敢地去这样做 尼尔·当劳 阿十兰市 俄勒江州 2003年4月 多谢你来 多谢你来到这里 没错 你是依照约定而来 但是 你都可以不出现的 你可以决定不要来 不过你来了 在约定的时刻 去到约定的地方 等这本书 落在你的手上 所以多谢你 如果你现在 是无意识地这样做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那你可能会有点困惑 也都可能需要一些解释 首先我想令到你知道的是 这本书是在正确而且完美的时间来到你的生活 你目前可能还不知道 但当你完成这次阅读体验的时候 你将会确信无疑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发生的次序都是完美的 这本书在你的生活之中的出现也不例外 在这儿 在这儿有你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尋找 一直都在渴望的东西 这儿可以令到你实实在在地 和神发生最新的接触 对于很多人来说 或者是最初的接触 这次是与神的接触 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接触 成绩将会和你展开一场真实的对话 通过我 如果在几年前的话 我不敢这样说 现在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 所以我知道 这些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它不单止有可能 而且一直都在发生着 此时 此地 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你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 你亦都部分地造就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就好像你促使这本书 在这个时候落在你的手上一样 生活之中的各种事情 都是由我们造成的 我们和伟大的造物主 共同创造了 促成了那些事情的每一个因素 我第一次代表你与神交谈的经验 发生在1992年至1993年 当时 我写了一封愤怒的信 我写信给神 质问我的生活 为什么会反反复复 都在不断的挣扎和失败之中 对生活之中的一切 从恋爱 工作 我和子女的交往 对我的健康 可以说 真是生活中的一切 我体验到的 只得挣扎和失败 我写信给神 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以及如何才能在生活之中 获得成功 令到我震惊的是 那封信得到回应 它是怎样得到回应的呢 以及那些回应是什么呢 通通都写了在1995年出版的 《与神对话》的第一卷里面 可能你已经听说过这本书 甚至乎已经看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本书的罪言 你就没必要再看下去了 如果你对第一本书一点都不熟悉 那我希望你可以快点去看一下 因为第一卷很详细地解释了这件事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也都回答了很多 和我们的个人生活有关的问题 关于金钱 爱 性 神 健康与疾病 饮食 人际关系 正确的工作 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 这本书将不会再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现在神愿意赐给世人一份礼物 我希望是第一卷的讯息 实际上甚至乎在你们要求之前 我就已经赐予了 神已经将祂送给我们 所以我希望你在看完本书之后 甚至乎可能在尚未看完的时候 你将会选择阅读第一卷 这样完全跟选择有关 同样地 令到你在此时此刻看到这些文字 也是纯粹的选择 创造出你有过的一次体验 也是纯粹的选择 第一本书里面已经解释过 什么是纯粹的选择 第二卷开头的几段文字 是在1996年的3月的时候写的 目的是简短地介绍之后的讯息 与第一卷的情况相同 这些讯息到来的过程 极其简单 我在空白的纸张上面写下一些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通常在我拿笔的时候想到的 问题被写下来之后无奈 答案就会在我的头脑里面出现 就好像有人在我的耳朵边 小小的声音地说出来 我只是做笔录的 除了开头的几段文字之外 本书的所有内容 都是由1993年春天 去到第二年的春末下初之间 被记录在纸上的 现在我想将它 依照它呈现给我的面貌 圆圆本本地呈现给你 今天是1993年的复活节 我依照吩咐来到这里 我在这里 手里面拿着原笔 铺了张纸在面前 准备开始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 我在这里是神要求的 我们有约定 我们要在今天开始第二卷 神 我和你 正在共同体验着 三部曲里面的第二部 直至到现在 我都不清楚这本书究竟会说些什么 甚至乎也不清楚 我们将会谈论哪些话题 这样是因为我的头脑里面 对这本书并没有计划 也不可能会有 因为决定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我 而是神 1992年的复活节 亦都是上年的今天 神开始跟我对话 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很荒唐 不过的确如此 没多久之前 那次对话就结束了 神跟我说 说叫我休息一下 但同一时间也都告诉我 我和他有一个约定 要在今天回来继续这次对话 你也有一个约定 如今的你 也都正在旅行着这个约定 我很清楚 这本书不单止是写给我看的 亦都是通过我写给你看的 很明显 你一路以来 都不停地尋找神 尋找来自神的话语 我也是这样 今天 我们将要柴娃娃地去找神 那个 一向都是尋找神的最好的方法 结伴同行 我们无法孤立地找到神 也都将不会找到孤立的神 我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是分离的 我们就无办法找到神 因为如果想发现神和我们不是分离的 我们首先必须要发现我们彼此之间不是分离的 在认识到和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体之前 我们无办法认识和意识到我们和神是一体的 神从来都没有和我们分离 只不过 我们以为我们和神分离而已 这样是常见的错误 我们还以为我们彼此之间是分离的 所以我发现 找到神的最快的办法 就是找到彼此 不要再彼此隐瞒 当然 也都不要再隐瞒自己 停止隐瞒的最快的方法就是说出真相 对每一个人 在所有的时刻 现在就开始说出真相 永远都不要停止 首先 向你自己说出关于你自己的真相 其次 就是向你自己 说出关于他人的真相 然后 再向其他人 说出关于你自己的真相 再之后 就向其他人 说出关于他的真相 最后 就向所有的人 说出关于所有事物的真相 这一点 就是说出真相的五个层次 也都是通往自由的五个阶段 真相 必将 会令到你得到自由 这本书所说的都是真相 不是我的真相 而是神的真相 我们 我是指神和我 刚刚在一个月之前 结束了最初的那段对话 我想这一次 应该跟上次一样 也就是说 我提问 神回答 所以我说完了 我准备向神发问 神啊 整件事 是不是这样玩的 没错 我都说的了 不过 在这本书里面 无需你来提问 我将会亲自发起一些话题 我在第一本书里面 并没有经常这样做 这一点你很清楚 是啊 那为什么你今次要改变这个做法 因为 这本书是应我的要求而写的 我要求你来 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 第一本书是由你自己发起的 对第一本书你有自己的想法 而对于这本书 你没有想法 只是依照我的意愿去做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尼尔 依照我的意愿行事 是十分之好的事情 我希望你 还有其他人 都经常这样做 不过我认为 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如果你的意愿跟我相同 我又怎么会 不依照他去行事呢 这个 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也都不是一个差的起点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话题 开始这一次对话 让我们来看看你刚才的说话 我并没有说过 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 什么事啊 是你自己说过的哦 在上本书里面 你非常确确地跟我说 你说 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没错 但是并不是同一件事 不是啊 你不要弄估我啦 我说 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那并不等于说 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 如果你一直都依照我的意愿行事 那你一早就会到达光明的境界 那这个过程 一早就结束了 你将不会出现在这里 只要有一天 完全依照我的意愿行事 你就可以到达光明境界 如果在人世之中 那么多年来 你都依照我的意愿行事 这个时候 你根本上就无需要 参与到这本书里面 所以 很清楚的一点是 你从来都没有依照我的意愿行事 实际上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你甚至乎 认识不了我的意愿 那是这样的吗 没错 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的意愿是什么呀 我说了 但是你不听 而当你听的时候 你又没有真的听入耳 当你听入耳了 你又不相信你所听到的东西 当你相信你听到的东西 你又不按照这些吩咐去做 所以 你千万不要说 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 但反过来说 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 首先 因为我认识他 第二 因为我接受他 第三 因为我赞扬他 第四 因为我喜爱他 第五 因为我拥有他 并且称他 为我自己的意愿 这样意味着 你拥有自由的意志 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 也都意味着 我通过无条件的爱 将你的意愿 变成我的意愿 如果 要我的意愿变成你的意愿 你也都必须 做到同样的事情 首先 你必须认识他 其次 你必须接受他 第三 你必须赞扬他 第四 你必须喜爱他 第五 你必须说 他是你的意愿 在人类的整段历史上 由始至终都这样做的人 只有几个 差不多一直都这样做的人 有十几个 经常都这样做的人 并不少 偶尔这样做的人 也有很多 但是 极少这样做的人 就占了大多数 当然 从来都不这样做的人 也都有 那我是属于哪一类人啊 这样很重要吗 从今之后 你想要成为哪一类人 这个才是重要的问题 好吧 那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想成为第一类人 我想要一直都清理你的意愿 一直都依照你的意愿行舍 你这个志向值得表扬和加长 但是 你可能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 你还有很多成长的道路要走 才可以实现这个志向 但是 我跟你说 你可以有这个志向 只要你选择 这个时刻 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境界 你的成长 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 那为什么实际上 又会用很多的时间呢 对了 为什么 你在这儿等着什么 你不是以为 我在这儿拔着你的脚吧 那又不是 我很清楚地知道 是我自己在拖我的后腿 好好 清楚 是通向大师境界的第一步 我想到达大师的境界 那我要什么才能做得到 继续看这本书 那个 正正就是 我想要将你带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 将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由何时开始 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有多少时间 由第一章到这里 已经用了我五个月时间 我知道看这本书的人 会以为这些文字 是连续不断地写下来的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本书的第三十二段 和第三十三段之间 竟然隔了二十个星期 他们并不知道 有些时候 我要隔半年才会再次产生灵感 我们到底要用多少时间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 让我们将时间作为第一个话题 作为本书的起点 好 那好吧 既然讲开这一件事 为什么有时候 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才完成一段文字呢 你为什么会隔这么久才来找我呢 我的孩子 我并没有隔很久才来找你 我未曾不与你同在 只不过 是你并没有一直都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 如果你永远跟我同在 那为什么我会意识不到你呢 因为你的生活被其他东西纏住了 老实说 你这五个月真是忙 是的 的确是这样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你认为这些事情比我更加重要 你不是喝醋吧 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 我想请你看看你的行动 你在你的物质生活里面 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你对你的灵魂毫不关心 那这段时间很辛苦嘛 没错 所以 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更加应该关注的是你的灵魂 如果 是有我的帮助 这五个月 你会过得好得多 我可不可以建议你 不要跟我失联 我是想跟你保持联系的 但我好像被我自己的事 搞到头都大了 又或者用你的话来说 是被一些东西纏住了 不知为什么 我就是没办法留一些时间给你 我没有冥想 也没有讨告 当然也没有写着 我知道 这个 就是生活的矛盾 和荒谬之处 当你最需要跟我联系的时候 你反而离我而去 那我要怎样才可以不再这样做 不要再这样做 不是 我是问你 我怎样才可以不再这样做 你可以通过 不要再这样做 而不要再这样做 不如有那么简单 就是那么简单 我希望真的那么简单 那就好了 那它将会真是那么简单 因为你的愿望 就是我的命令 不要忘记 我亲爱的孩子 你的欲望 就是我的欲望 你的意愿 就是我的意愿 好了 那我希望这本书 三月份就结束 现在是十月份 我希望五个月才写一段文字 这种情况 不会再出现 你的愿望 会实现的 那实在太好了 也都有可能 不会实现 喂啊大佬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 玩完文字游戏呢 不是 到目前为止 你就是这样生活的 你不停地改变主意 不要忘记 生活 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你每时每刻 都在创造你的实相 今天你做的决定 往往 不是你明天做的选择 但是 这个 是所有大师的秘密 就是 不停地选择相同的东西 即是要反反复复地选择 选择一次都不够? 反反复复地选择 直到你的愿望 变成你的现实 有些人可能需要花几年时间 有些人需要几个月 其他人需要几个星期 至于 那些接近大师境界的人 只是需要几日 几个小时 甚至乎是几分钟 而对于大师来说 重造是即时生效的 如果你看到 愿望和体验之间的距离 正在缩短 那你就已经踏上了 通往大师境界的道路 你刚才说 今天你做的决定 往往不是你明天所做的选择 那是即是怎样? 你的意思即是 我们不应该随便改变我们的主意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改变就改变 但是你要记住 每次改变想法 都会导致整个宇宙的方向发生变化 当你决定某件事 你就会令到宇宙开始行动 你没有办法想象 有多少微妙和复杂的力量 参与了这个过程 这一切都超出了你的理解能力 这个过程极其玄妙 你现在只可以略见一半 你们将整体的存在称为生活 它是一张由各种相互作用的能量 交绩而成的网络 而这些力量和这个过程 正正就是这个非凡网络的组成部分 他们本质上就是我 那如果我要改变想法 就会令到你很围难 是不是这个意思? 并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到我 但是你可能会令到你自己变得非常围难 所以对待事情要专心一致 不要改变你对它的想法 直到你令到它变成现实 保持专注 集中精神 这些就叫做全神观数 如果你选择某一件事 那就全心全意地选择它 不要再三心良意 永远都不要放弃 照着它努力 一定要坚决 不要说遇到挫折就放弃 Exactly就是这样 但如果要注定失败呢? 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 并不适合我们 对我们自己不好 又或者不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呢? 那你是不是不会把那些东西给我们? 不是 你们召唤的东西 我都会给你们 无论它对你们来说是好还是坏 你最近有没有看下你的生活? 但是我听说 我们没有办法 硬是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如果它不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的话 神就不会把他们给我 其他人跟你这样说 是因为他们 希望你不要为某一件事的结果 而感到失望 首先 让我们来澄清我们的关系 我 不会给你任何东西 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召唤而来 我们在第一卷 用大量的细节 准确地解释了 你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第二 我并不会对你召唤的东西进行判断 我从来都不会称一样东西 叫做好又或者坏 你最好 也都不要做这种判断 你是创造性的生灵 是被依照神的形象和模样 而制造出来的 无论你选择些什么 你都可以得到 但是 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实际上 如果你非常想要一样东西 你将会永远得不到它 我知道 你在第一卷的时候 也都解释过这个道理 你说 想要某一样东西的行动 会将这一样东西 在我们的身边推开 没错 你还记不记得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创造性的 想要某一样东西的思维 是一次向宇宙发出的声明 一次真相的宣告 而宇宙之后 就会令到这一次声明 在我的实相之中出现 Exactly就是这样 准确无误 你得到了 你真是领悟了这一样东西 那实在太好了 是啊 整件事就是这样运作 在你说 我要某一样东西的那一剎那 宇宙说 你的确要 然后 就会将宇宙符合的体验 给到你 就是那种 缺少它 而令到你想要它的体验 无论你在我后面 加上什么说话 它都会变成你的创造性命令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对我这个字 言听继从 我生产的 就是你召唤的 而你召唤的 正正就是你所思 所感 所说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那请你再和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才可以创造出我选择的那些实相 原因有很多个 因为你并不相信 你可以拥有你所选择的东西 因为你并不知道选择些什么 因为你不断地试图搞清楚 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因为你想要事先确保 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好的 还有是因为你不断地改变你的想法 我好事不是很明白 我不应该试图去搞清楚 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吗 最好是一个相对的词汇 它有一百种含义 这样会令到选择变得非常困难 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要考虑的因素应该只有一个 你要问一下自己 这个是不是我身份的声明啊 这个是不是我选择我的身份的宣言啊 生活中的一切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宣言 实际上生活之中的一切都是 你可以通过选择 又或者通过机缘作出这种宣言 依照选择而过的生活 是一种有意识地去行动的生活 听取机缘而过的生活 是一种无意识地去反应的生活 反应 无非就是 採取你以前有过的行动 当你作出反应 你 正是权衡接受到的信息 搜索你的记忆符 尋找相同 又或者近乎相同的体验 然后 依照你以前的做法去采取行动 这个时候发挥作用的 是你的精神 也就是你的心智 而不是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 也都会给你去探索它的记忆 看下是怎样可以在这个时候 创造出真正适合你的真实体验 这种体验 就是你经常所说的 灵魂探索 但是 你必须超越你的精神 也就是你的心智 才可以做得到 当你花时间试图搞清楚 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那你无非就是在这浪费时间 你的时间最好省一点 而不是用来浪费它 超越你的精神 也就是你的心智 可以为你折省大量的时间 决定很快被达成 选择很快被实施 因为你的灵魂 无需要回顾 分析和批判过去的遭遇 你的灵魂 就会根据当前的体验 你进行创造 请你记住这个道理 灵魂懂得创造 精神 也就是你的心智 就会重复以前的体验 灵魂很清楚地知道 你这个时候所拥有的体验 是神在你意识到这种体验之前 就指派给你的 你的体验都是神提前送给你的 甚至乎 当你还在尋找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走来找你 因为 甚至乎 在你要求之前 我就已经给予 每一个时刻 都是神光荣的愧赠 所以 在英文之中 我们也都会叫这一样东西 做礼物 Present Present 灵魂本能地尋找这个时候所需要的完美祭遇 以便可以疗于错误的思维 让你可以恰到好处地体验到你的真实身份 灵魂的欲望 是将你带回到神的身边 将你带回家 带回到我的身边 灵魂的意图 是通过体验 认识它的自身 然后再认识到我 因为灵魂 明白你和我是一体 就算你的精神 否认了这个真相 就算你的身体 也都执行这种否认 你的灵魂 依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 当你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请超越你的精神 去探索你的灵魂 灵魂 明白精神 也就是你的心智 没办法理解这个道理 如果你肯是试图搞清楚 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你的选择将会提心吊胆 你的决定将会犹豫不定 你的行情将会 使入一片期望的海洋 如果你不小心提防 你将会被你的期望所淹没 这个答案实在太好了 但我要怎样才可以 傾听我的灵魂 我要怎样才知道 我在这里聆听着 灵魂通过感受对你说话 傾听你的感受 听从你的感受 尊重你的感受 但为什么在我看起身 尊重我的感受 反而会变成令我陷入麻烦的呢? 因为你将成长等同于麻烦 将故步自封等同于安全 我告诉你 你的感受 永远不会令你陷入麻烦 因为你的感受 就是你的实相 如果你想过一种 从来都不听从感受 而是用思维的机器 将所有的感受都过滤了的生活 那么随便你 即管根据你的精神 也就是你的心智 对你所遇到的情形的分析 而做决定 但是你也都不要指望 这种生活 你可以在人面尋找到快乐 也都不要指望 你可以为你的真实身份 而慶祝 请你记住 真正的慶祝 是和精神 也就是你的心智 无关的 如果你听从你的灵魂 你将会知道 对你来说 什么是最好的 因为对你来说 是真实的 也就是 对你来说 最好的东西 当你根据真实的你去行动 你在成长道路上面 就会越走越快 当你依照 你在此时的实相 去创造体验 而并不是依据 过去的实相 去作出反应 那你就创造了全新的你 你为什么需要 用这么长的时间 才可以创造出 你所选择的实相呢? 问题的精绩就在于 你并没有按照你的实相去生活 认识实相 实相 必将使你得到自由 而当你认识到你的实相 不要改变你对它的想法 改变想法 是你的精神 也就是心智 试图搞清楚 什么是最好的 不要这样做 离开你的精神 你的心智 回到你的感官里面 所谓回到你的感官 就是回到你的感受里面 而不是回到你的思维里面 你的思维 无非就是思维 它们都是由你的心智所建构的 它们是你的心智 列造出来的东西 但是你的各种感受 它们在这个时候 全部都是真实的 感受是灵魂的语言 你的灵魂是你的实相 就是这样 你可不可以完全理解这件事 那是否意味着 我们有感受就要表达出来 哪怕那些感受是负面 又或者是破坏性的 感受既不是负面 亦都不是破坏性 它们只是实相 重要的是你如何表达你的实相 当你带着爱去表达你的实相 负面和破坏性的结果 就很少会出现 就算出现了 通常都是因为 其他人选择了用负面 又或者是破坏性的方式 来体验你的实相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再怎样做 亦都没办法避免出现这种后果 当然 不去表达你的实相 亦都是不对的 但是有些人 经常都这样做 他们很害怕 可能会引起 又或者会面对不愉快的情况 所以 就彻底地隐瞒了他们的实相 请你记住 信息如何被接受 并没有它如何被发送那么重要 你没办法 为其他人 有多好地接受到你的实相负责 你只能保证 你可以有多好地表达出你的实相 我所说的有多好 不单止意味着有多清楚 亦都意味着 多有爱心 多有同情心 多有感性 多有勇敢 多有完整 吞吞吐 欲说还幼 又或者闪烁其辞 都是不行的 那意味着实相 全部的实相 除了实相 没有其他的东西 愿神帮助你 愿神帮助你这几个字 体现了神的人爱 和慈悲 因为 我将会永远帮助你 以这种方式交流 如果你求我的话 所以 没错 去表达 你所谓最负面的感受 但是 不要以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 不表达各种负面的感受 并不会令到他们消失 只是会将他们禁锢在里面 被禁锢的负面情感 会为身体造成伤害 会为灵魂带来负担 但是如果其他人 听到你对他所有的负面看法 那么两个人的关系 肯定会受到影响 无论你多有爱心去表达这些想法 我刚才所说的 是去表达你的负面感受 但是 我没有跟你说如何表达 又或者 向谁表达 负面的感受 未必全部都需要 和那个相关的人分享 唯有在隐瞒这些感受 将会有损你的道德品质 又或者导致到 其他人相信方言的时候 才有必要和其他人交流这些感受 负面的感受 绝对不是终极的实相 哪怕在这个时候 他看起上来 就好像是你的实相一样 他可能是来自你受过的 又或者是尚未传遇的伤害 实际上 他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 表达这些负面的感受 释放他们 才会如此重要 唯有令到他们走 将他们展露出来 将他们放在你的面前 你才可以看清楚他们 才能够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们 你们所有人都说过一些说话 一些恶毒的说话 但是 在你说出口之后 你才会发现 他们其实 并不是你们的真实想法 你们所有人都表达过一些感受 从恐惧 不高兴 到强烈愤怒 往往都会在你表达之后才发现 他们不再揭示你们的真实感受 就这件事来说 感受可能会引人上当 感受的确是灵魂的语言 但是 你必须确保 你们正在那里聆听的是真实的感受 而不是你们的心智 偽造出来的虚假感受 哇 大哥 看来 我连我的感受都不可以再相信了 太好了 我原先以为 相信感受 是通往实相的道路 我原先以为 你教我要相信我的感受 的确是 是这样的 但是 你要听着 因为这件事 比你现在的理解更加复杂 有些感受是你的真实感受 也就是说 是来自灵魂的感受 而有些感受 就是虚假的感受 这些都是你的心智所打造出来的 换句话来说 他们根本就不是感受 他们是思维 是一些 偽装成感受的思维 这些思维根据的 是你以前的体验 以及你观察到的其他人的体验 你见到有人 在奔牙的时候 作出痛苦的表情 于是乎 你在奔牙的时候 也都会作出痛苦的表情 但是 可能一点都不同 不过 你依然会做出痛苦的表情 你的反应和现实无关 只是跟你察觉到的现实有关 而你 又是根据其他人的体验 又或者是以前遇到的某些事情 你去发现现实的 人类最棘手的难题 就是活在当下 不要再思前想后 不要再创造 关于当下的思维 当下是你在尚未想到它之前 就已经将它送给自己的时刻 活在当下 记住 这个时刻 是你送给你的自我的礼物 当下 包含着一个巨大真相的线索 那个真相 是你希望回忆起的东西 但是 当当下来临 你马上就会开始构造 关于它的思维 你并没有活在当下之中 而是站在当下之外 对它进行评判 于是乎 你肯是会作出条件反射 也就是说 你肯是会做回那些以前做过的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英文单字 一个是reactive 反映性的 它是这样串的 r e a c t i v e 而另一个是creative 創造性的 c r e a t i v e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单字所用的字母 全部都是相同的 只是得c的位置不一样 而在英文上 c 和c 也就是没有眼看的那个体 其实是鞋音来的 所以 当你放好c的位置 也就是 当你正确地看待事物 你就可以采取創造性的行动 而不是 只是作出重复的条件反射 哇 哪里够你玩啊 连英文都教买啊 没错 神就是这样 但你也知道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六根清静地来到每一个当下 而不是带着 关于他的先入为主的看法 你就可以 创造出你现在的身份 而不是重新表现 你以前的身份 生活 是创造的过程 而你在生活之中 就竟然 就竟然 对他当成是 重新表现的过程 不过 哪一个理智的人 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忽略以前的体验啊 回忆起 你对同类事件所了解的一切 并且根据呢 如何作出反应 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 这样做可能很正常 但是不是自然的 正常意味着通常会做的事 而自然就是你不想正常的时候会做的事 自然和正常是不一样的 在任何时候 你可以做你正常情况下会做的事 也都可以做你自然而言想做的事 让我告诉你了 没什么比爱更加自然 如果你带着爱去行动 那你的行动就是自然的 如果你带着恐惧 怨恨 愤怒去反应 那你的行动可能是正常的 但绝对不是自然的 那假如我以前的体验 很大声地跟我说 说某一个特殊的时刻 可能是痛苦的时刻 那我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带着爱去行动啊 忽略你以前的体验 走入那个时刻 活在当下 活在此时此地 看下当下 你可以做些什么 来创造你新的身份 请你记住 这一点就是你在这里要做的事 你以这种方式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知道你的身份 和创造你的理想身份 这是所有生活的目标 生活是持续 永无止境的再造过程 你们不停地对你们的身份 产生新的观念 并且不停地依照这种观念 来再造你们的自我 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 他确信自己懂得飞 所以 就在最高的顶楼那里跳下来 他忽略了他自己以前的体验 和他观察到其他人的体验 他在那栋楼上跳下来 同一时间 又不停地大喊 我是神啊 我是神啊 我觉得 这样并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会跟你说 人类取得的成就 比式得飞 伟大得多 人类曾经可以治愈疾病 人类曾经可以令到死者复活 只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做过 你认为 只有一个人被治愈各种各样 超乎物理世界的能力吗 只有一个人曾经展现过这些能力 才不是 红海是谁分开的 神啊 但是 是谁叫神来做这件事 摩西呢 没错 是谁叫我治愈那些有病的人 和复活死的人 耶稣 是 但是 你认为摩西和耶稣所做过的事情 你做不到 是不是 不要你做不做到先 而且那些事情 本身就不是他们做的 是他们请你做的 那不是同一回事 好了 我们姑且认可你的说法 但是 你认为 你就不可以请我 做这些神奇的事情吗 我想可以吧 我会不会接受你的邀请 我不知道 这一点 就是你和摩西的差别 这一点 就是你和耶稣的不同 很多人都相信 如果他们以耶稣的名义请求 你将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是 的确有很多人相信这句说话 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 但是他们曾经见过 又或者相信有人曾经见过耶稣的能力 所以他们就以耶稣的名义作出请求 就算耶稣他说过 你们想什么那么惊讶 这些这样的事情 和更加多的事情 你们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 那些人并不相信耶稣的说话 很多人直到今天也都不相信 你们全部人都想象你们是悲战的 所以你们以耶稣的名义请求 又或者 以圣母玛利亚的名义 或者 以这个 又或者那一个圣徒的名义 或者 以太阳神的名义 或者 以东方之灵的名义 你们 将会使用其他人的名义 事但是什么人都好 不过 就永远都不会用你们自己的名义 但是 等我告诉你了 但凡是你要求的 你一定会得到 但凡是你尋找的 你必定会找得到 但凡你走去敲一敲 那门也都将会为你打开 那是不是就是说 但凡在楼上跳下来的人 都必将会会飞呀 曾经有人飞上天空 你相不相信 我听说过 有人 可以穿越墙壁 甚至乎离开他们的身体 是 是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 有人穿越墙壁 我不会建议任何人这样做 我也都不认为 我们应该在顶楼那里跳下来 因为这样 会不利于你的健康 那个人之所以会跌死 并非因为 他来自正确的状态 但是就没有办法飞 而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通过表明 他本人有别于你们 而展现出神圣 请你解释一下 留顶那个人 生活在自我欺骗的世界之中 他幻想自己 有别于你们其他人 他宣布我是神 所以 他展现的起点 是一个方言 他希望 他本人 可以与众不同 比其他人更加伟大 更有力量 这是一种本我的行动 本我 是独立的 个体的 他没有办法复制 又或者展现一体的东西 那个人 想要展现他是神的人 他站在屋顶 展现的是 他和万物的分离 而并非 他和万物的统一 所以 他想要通过展现非神圣 来展现神圣 并且以失败告证 耶稣和这个人不一样 耶稣展现神圣的方式 是展现统一圣 在目光所及的每一个地方 以及每一个人 耶稣都见到统一圣和整体圣 所以 他的意识和我的意识是一体的 在这种状态当中 无论他召唤的是什么 都会在那个神圣的时刻 在他的神圣实上之中出现 我明白 所以 只需要基督意识 就可以施行奇迹 好啊 那整件事就简单了 的确很简单 比你想到的还要简单 好多人曾经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好多人曾经成为基督 不单止是拿撒勒的耶稣 你也都可以成为基督 怎么才可以成为基督啊 去追求成为基督 去选择成为基督 但你必须每时每刻都作出这个选择 他必须变成你的生活目标 他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活目标 只不过是你不知道的 就算你知道你的目标 就算你记得你本人存在的曲续理由 但是你似乎不知道 怎样在现在这个地方去到那里 是啊 的确是这样 那我要怎样才可以 在我现在这个地方 去到我想去的那个地方呢 我再跟你说了 但凡是你寻找的 你都一定会找得到 但凡你去敲一下 那门将会为你打开 在这三十五年来 我不停地在那里尋找 和敲门 如果我觉得这句话 令到我有点烦厌 你应该会原谅我的 是不是 不如说这件事 令到你失望到爆炸了 对不对 但是说真的 虽然我没有办法 不为你的曾经尝试 而给你一个高分 例如 给个like 你的努力 但是 我就不可以说 亦都不可以同意 你在这三十年来 不停地在那里尋找和敲门 你应该说 在这三十五年来 你断断续续地尋找和敲门 而且大部分时间 都是断的 以前 你在年幼的时候 你只得遇到麻烦 又或者需要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才会来找我 后来你年纪渐长 亦都更加成熟 你意识到 你和神的那种关系 可能并不是正确的 于是乎 你想要创造某一种 更有意义的关系 即便在这个时候 我依然无非是一件 可有可无的事 再去到后来 你终于明白 唯有通过和神交流 才可以达到与神合约 于是乎 你采取了 能够达成交流的做法和行为 不过 就算是这样 你也只是 灵灵星星 偶以为之 你打坐 你参加仪式 你在祷告和唱圣诗里呼唤我 但是 唯有在他适合你的时候 和在你感受到啟发的时候 你才可以换起 我藏在你体内的灵 即便在这些场合下 你对我的体验 是很美好的 但是 你生命之中的95% 仍然深陷在分离的幻象之中 只得零星的时刻 才能认识到终极的实相 你依然认为 你的生活和整下你的车 交下电话帐单 和你想在人际关系里得到什么 这些方面有关 你依然认为 你的生活和你创造出来的戏剧人生有关 而不是和这个戏剧人生的创造者有关 你尚未理解 你不停地创造你的戏剧的原因 你因为要出演这些戏剧 而令自己太忙了 你说你理解生活的意义 但是 你并没有按照你的理解去生活 你说你认识通向与神交流的道路 但是 你并没有走那条路 你宣称你走的是征途 不过 他事实上 并不是 然后 你来找我 跟我说 说这三十五年来 你不停地尋找和敲门 我也不想打破你的幻想 但是 你是时候 不要再对我有幻想 并且开始正视你的真实身份 现在 让我和你说一个事实 你想成为基督吗 如果是 那就请你时时刻刻 都好像基督那样去行动 不要说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 向你施展了方法 好像基督一样 去对付每一种祭遇 不要说你做不到 他 为你留下了指示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如果尋找帮助的话 你并不会孤立无闻 我每时每刻都在这给指引你 我是你内心安宁 而低微的声音 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转哪个弯 应该走哪条路 应该给哪一个答案 应该采取哪一种行动 应该说哪一个字 如果你真是尋找 跟我交流 和合日 那你应该知道 创造哪一种实相 只要倾听我 这样就可以了 我想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才可以做得到 胡说八道 你目前就在这做 只要永远都这样做 就行了 我不可以时时刻刻 都带着一本黄色的笔记簿 到处走 我有什么理由 可以说放下手上的事情 就放下 然后 开始跟你传纸 我希望 你可以给一个 更加非凡的答案 我 多谢你 他们的确是非凡的 这里 又是一个非凡的答案 你可以 我想说的是 如果有人跟你说 只要保证 你身边随时都有指和笔 你就可以 跟神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直接的联系 直接的线路 你会不会做得到 哈哈 那当然会 但是你刚才说 你不会 又或者是 你不行 那究竟又是什么回事 你到底想说些什么 你的实相是些什么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你甚至乎无需指和笔 我永远都与你同在 我不是不善 我不是生活在笔心里面 我 生活在你的体内 是不是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真的可以相信这句话 你当然可以相信这句话 这句话 我一早就要求你相信 包括耶稣在内的每一个大使 都跟你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 是最核心的分事 也是终极的实相 我永远与你同在 甚至乎 直到时间的终结 你相不相信 是啊 我现在相信 我是说 我比以前更加相信 好好 那就使用我 如果拿出纸和笔 对你来说 是有效的 我必须说 看起上来 这一件事对你来说 非常之有效 那你就拿出纸和笔 更加频繁地把他拿出来 每天都拿出来 每个钟都拿出来 如果有必要的话 靠近我 靠近我 去做你想做的事 去做你必须做的事 需要做些什么 就做些什么 念一段玫瑰经 石哈狗石头 向东方鞠躬 唱一首圣歌 撞下个钟仔 动下狗肌肉 又或者写一本书 你需要做些什么 就做些什么 你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们每个人 都以自己的方式 理解我 和创造我 对有些人来说 我是男人 而对有些人来说 我是女人 对有些人来说 我是红同体 还有些人 觉得我 男女都不是 有些人 觉得我是纯粹的能量 有些人 觉得我是终极的感受 你们 清之为爱 你们有些人 对我并没有具体的想法 你们 只是知道 我是我 的确是这样 我 是我 我是吹动你头发的风 我是温暖你身体的太阳 我是你面容上面跳舞的雨水 我是空气至中花朵的芬芳 我是散发着芬芳的花朵 我是传播芬芳的空气 我是你最初思维的起点 我是你最后思维的终结 我是你在最光辉的时刻闪耀的观念 我是他实现时候的光荣 我是推动你去做最美好的事情的感受 我是你内心 反复渴望这种感受的那个部分 无论对你来说有效的是什么 无论可以令到这件事发生的是什么 无论是哪种仪式 是 慶典 展示 冥想 思维 歌曲 话语 只要它可以令到你和我服侯 那你就去做了 去做了 为了回忆起我 去做 为了重归于我 去做 那不如现在 我们回顾一下和解释一下 你头师所说的话 我似乎领悟到余下的这些道理 第一 生活是持续的创造过程 第二 所有大师的秘密 就是再都不要改变心意 不停地去选择同样的东西 第三 不要遇到挫折就放弃 第四 我们可以召唤我们的所思 所感和所说的东西 第五 生活既可以是创造的过程 亦都可以是一个条件反射的过程 第六 灵魂创造 心智 只懂得条件反射 第七 灵魂理解心智没有办法明白的道理 第八 不要试图再搞清楚 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例如 如何才可以赢得最多 输得最少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由一开始的时候 就依照你的身份去行事 第九 你的感受就是你的实相 对你来说最真实的东西 亦就是对你最好的东西 第十 思维不是感受 而是关于你应该如何去感受的观念 当思维和感受混淆 真相就会被遮蔽 就会吊失 十一 回到你的感受里面 超越你的心智 回到你的感观里面 十二 知道你的实相之后 按照它去生活 十三 负面的感受 根本不是真实的感受 它们是你关于某一件事情的思维 而这些思维的基础 就是你本人和其他人以往的体验 十四 以往的体验 没有办法揭示真相 因为纯粹的实相 是在此时此刻 被创造出来的 而并不是条件反射地 重新地被表现出来 十五 要改变你对任何事情的反应 你就要活在当下 当下 是你在尚未想到它的时候 就已经将它送给自己的时刻 换句话来说 要活在此时此地 而不是活在过去 又或者未来 十六 过去和未来 只是可以在思维之中存在 当下 是唯一的实相 停在那里 十七 但凡你寻找的东西 你一定会找得到 十八 去做所有 可以令到你 和你的神 女神 实相 保持联系的事情 不要停止那些 令到你 能够有效感 和你的太极 也就是一切万有 保持接触的事情 不理这些事情 究竟是行为 祈祷 仪式 冥想 阅读 写作 还是其他东西 你觉得 我总记得怎么样 非常之好 看起上来 好好 你领悟到了 不过 你会依照这些道理去生活吗 我会试一下 十分好 是的 那不如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地方 和我说一下 什么是时间 当下之外 必没有时间 我肯定 你以前听过这句话 但是 你并不理解它 现在 你理解吧 没有时间 只得当下 没有时刻 只得当下 宇宙间 只得现在 那昨日和明天 那些 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 是你的心智虚构出来的 在终极实上 里面 并不存在 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 没有一件 不是正是在发生着 所有即将发生的事 也都没有一样 不是在发生着 那点我理解不了 你的确没有办法理解 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但是你可以开始理解 目前你 只需要有初步的了解 那就足够 所以 听我说 时间 并不是连续的 它是一种相对性的元素 它的存在 是垂直的 而不是水平的 不要把它想象成为一种 由左到右的东西 不要以为 它是某一种所谓的时间线 从个人的诞生 去到死亡 从宇宙的某一个有限的点 延展到某一个有限的点 时间 是一种上和下的东西 请你将它 想象成为一条族 它代表着 永恒的当下 现在 请你想象一下 在这条族上面 有很多上下交叠的字像 这些 就是时间的要素 每个要素 都是分离 而且独特的 但是 每个要素 和其他的要素 同时存在 全部的纸张 都挤在 这条族上面 现在有几多张纸 将来就有几多张 以前有几多张 现在就有几多张 宇宙 只有一个时刻 那个时刻 就是当下 永恒的当下 所有的事情 都在当下发生 这样 令到我感到光荣 神的光荣 无需等待 我令到它是这样的 因为 我逼不及待 我为我的身份 而感到非常高兴 所以 我逼不及待地 想在我的实相之中 将它显然 于是乎 它就突然出现 就在此时 此地 全部显然 这一道 没有起点 也都没有终点 它 也只是宇宙之间的 万事万物 只是在当下存在 当下 是你的体验 和你最大的秘密所住的地方 在这里 你可以有意识地去选择任何的时间 和地点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进行时光旅行? 没错 你们很多人都曾经有过 实际上 你们所有的人都有过时光旅行 你们 经常在所谓的梦境之中这样做 大多数的人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没有办法 保留那种意识 但是 那种能量 就好像胶水一样 黏在你们身上 有时候 残留的能量足够多 那些 可以敏锐地观察到这种能量的人 就可以看透你们的过去 又或者是未来 他们 懂得感受 和解读这些残留的能量 所以 有时候 你们会叫他们做先知 又或者是 癡善佬 有时候 残留的能量足够多 甚至乎 连你们 在有限的意识之中 也都可以察觉 你们曾经来过这里 你们会突然间很震惊地发现 这些事情 你们以前 全部都做过 似曾相识啊 没错 有时候 你们遇到某些人 会产生一种美好的感受 就好像你们 认识他们已经很多年那样 甚至乎 永远地认识他们 这是一种非凡的感受 这是一种神奇的感受 而且 那种 是真实的感受 你永远都认识那个灵魂 永远就是现在 所以 你经常在你这条族的纸张上面向上望 又或者向下虎视 看下所有的纸张 你在那里见到你自己 因为每张纸都有一部分的你 那又有什么可能呢? 我跟你说 你存在于以往 存在于如今 亦将会永远存在于将来 从来都没有你不存在的时间 亦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时间 不是这样吧? 那那些老人家呢? 为什么他会比我们老一些呢? 没有东西会比其他东西更加老 我在撒那之间 创造出全体 全体存在在当下 你提到的那种老和幼的体验 一定是某一个特别的灵魂 又或者 是和某一个存在体的各五层次有关 你们是存在体 全部都是这个存在体的组成部分 每一个部分方面都陷入了整体的意识 每一个要素都附带着全体的记忆 各五是意识被唤醒的体验 全体中的个体开始意识到他自身 他开始拥有自我意识 然后慢慢他开始意识到所有其他人 再之后他意识到其实并没有其他人在里 全体即是一体 最后他将会意识到我 高潔光辉的我 喂喂喂 你又来了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你自己 难道你 对 你说得对 我觉得你很伟大 我同意 我都觉得你很伟大 你一点 是你唯一和我意见不同的地方 你并不认为你很伟大 我见到我拥有那么多优点 那么犯过那么多错误 做了那么多坏事 我还怎样可能 可以认为自己伟大 我告诉你 坏事并不存在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好了 你是完美的 现在的你 就是完美的 如果连这一样东西都是真的 那就更加好了 是真的 书 并不会因为 他还是很小 就会相对来说 不够完美 婴孩 也都不会比成人 相对来说 不够完美 他本身就是完美的 因为 他没有办法做到任何 令到他相对来说 不够完美的事 也都不知道任何 令到他相对来说 不完美的事 小朋友会犯错 他站起来 急着急着再走 他摸衬 他再次站起来 扶着他妈妈的脚 有点急着急着走 这个小朋友 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不完美 我告诉你 整件事刚刚相反 那个小朋友 本身就是完美的 是极度可爱 和迷人的 你也是这样 但是那个小朋友 从来都没有做过 什么错事 那个小朋友 并没有故意去反抗 又或者去伤害别人 也都没有故意去伤害他自己 那个小朋友 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那就是说 你也不知道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知道杀人是错的 爱人是对的 我知道伤害是错的 疗愈是对的 令到整件事变得好是对的 我知道 拿走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 利用其他人 不诚实都是错的 我可以向你举例 证明所有的这些错都是对的 你不要玩我啦 我并没有玩你 我只不过是失思求是 那如果你说每一条规则都有例外的话 那那一点我是同意的 如果某一条规则都有例外的话 那它就不可以成为规则 那你难道说杀禄 伤害 抢走别人的财物 这些都没错 取权欲 你想做的是什么 好 这一点我明白 但是 亦都不可以因为这样 就说这些事是对的 我知道有时候 有些人 没办法不去做一些坏事 才可以达到一个好的目的 那他们根本就不是坏事 对不对 这些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为求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你觉得呢 当然不行啦 绝对不可以这样啊 随便你 难道你还不明白 你正在做的事吗 你是在这一路生活 一路制定规则 你还不明白其他的道理 你这样做 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一样东西 就是我期待你做的事 生活的总体 是一个决定你的身份 然后去体验这种身份的过程 随着眼界不断扩张 你会制定出相应的新规则 随着你的自我观念不断变大 你会创造出相应的新规范 这些就是容纳那些 没有办法被容纳的东西的边界 你没有办法被容纳 因为你是没有边界的 就好像宇宙那样 但是你可以通过想象 然后接受某一些边界 来创造一个概念 借此来定义 那个并没有边界的自我 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 唯有只通过这一种方法 你才可以认识到 你自己是某一样具体的事物 没有边界的事物最终都会没有边界 没有局限的事物最终都会没有局限 它没有可能存在在任何地方 因为它存在在所有地方 如果它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那么它就不存在于任何的地方 神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所以神不存在于任何的地方 因为如果要存在在某个具体的地方 神必须不存在在其他地方 那么对神来说是不可能的 对神来说唯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就是令到神不成为神 神不可能不存在 神也不可能不像祂自身 神不可能令到祂自身成为非神 我存在于所有地方 宇宙间的万物都是我 由于我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所以我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而如果我不存在于任何的地方 那么我又存在在哪里 那个地方就是当下 也就是此时此地 我很喜欢你这个观点 你在第一章就说过 我很喜欢 所以我想继续听下去 那就真是多谢你了 你现在明白了没有 你创造关于对和错的观念 只是为了定义你的身份 你明白吗? 如果你缺乏这些定义 这些边界 你就什么都不是 你明白吗? 跟我一样 当你改变你对自己身份的看法的时候 你就不停地改变这些边界 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好像并没有太大地改变过我的边界 我是指我自己的个人边界 在我看起身 杀禄永远都是错误的 道士也都永远是错误的 伤害其他人永远都是错误的 这些我们用来管出我们自己伟大的观念 从小开始就已经存在 大多数的人都会赞同这些观念 那你们为什么会有战争? 因为肯定会有人违背规则 每一个果栏里面 怎么都会有烂的苹果的了 我现在 以及在之后的段落里面 想要跟你说的话 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 它将会有背于大多数 被你们当前的思维系统奉为真理的教条 不过 我没有办法令到你继续带着这些教条生活 否则 这一次对话 就没有办法令到你获益 所以在第二卷里面 我们现在 必须首先解决这些概念 这段旅程 可能会有些崎嶇 你准备好没有? 我想我准备好了 多谢你的提醒 你想跟我说些什么? 为什么要戴上头盔? 难道他真的那么震撼 那么难以理解和那么难以接受?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所说的那些人 并不是烂平过 他们都只不过是对事物的看法 和你不一样的人 也就是建构了另外一种世界观的人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结合人的世界观来看 没有人做的事 会是不合适的 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有问题 我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有些人他并不知道 但是你不可以说 因为我知道 对和错是什么 你就说我是疯狂的 那些不知道的人才是疯狂的 引发战争的 恐怕就是你现在这种态度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是故意这样说的 我在这里 就是重复了我听过很多人所说的 但是 我要怎样才可以回应那些人 我又可以跟他们说些什么 你可以跟他们说 人类关于对和错的观念 因文化而有差异 因时期、宗教、地区而有差异 甚至乎 因为家庭和个人而有差异 你可以向他们指出 曾经有很多人认为对的事情 例如说 以前那些懂得用武术的人 就会被人烧死 而今天看起来 这些都是错的 你可以告诉他们 对和错的定义 不但受到时间的影响 亦都受到地域的影响 你可以令到他们注意到 在你们的星球上面 有些活动 例如 在做鸡 在某些地方 是违法的 而在相隔 没多远的地方 它就是合法的 所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究竟 会不会被判断为错 实际上 和这件事的本身无关 而和他做这件事的地方有关 现在我打算 重复我在第一卷里面 所说过的某一个道理 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 他非常难以掌握和理解 我曾经说过 华希特拉 他上了天堂 我想着大部分的人 都尚未做好心理准备 可以去接受这句话 这一本书 和我们正在创造的三部曲里面 所有的书 它的目标 就是令到人做好心理准备 让他们可以接受新的道路 新的理解 更加大的观点 和更加宏伟的观念 那我真是没办法不提出一些 我知道很多人 都想提出的疑问 希特拉这样的人 有什么可能可以上天堂 世界上的每一种宗教 不止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觉得他恶贯满盈 应该直接打入地狱 首先他并没有去到地狱 因为地狱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只得一个地方可以去 但这一点 就竟然引起你的质疑 真正的问题是 希特拉的所作所为 是否是错的 但是我曾经反复地说过 宇宙之间并没有对或者错 事物在本质上面并没有对错 只是得事实 现在你认为 希特拉是个大魔头 因为他下令 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对不对 那当然 但是如果我跟你说 你们所谓的死 其实是人类所遇到的 最美妙的事情 那又会怎样 这一点我真的接受不了 你认为地球上面的生活 比天堂里面的生活 更加美好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在死亡的一刹那 你将会认识到 有生以来最伟大的自由 最伟大的安详 最伟大的欢乐 和最伟大的爱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还会不会去指责那些杀人兇手 喂喂喂 你不要在这里偷换概念 你在这里忽略一些事实 无论死后的生活有多美好 我们一人世间的生活 不应该违背我们的意愿的情况之下 被人终结的嘛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都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 获得某些体验 学习某些知识 如果有一个丧生病狂的死仆街 中断了我们的生命 那是不合规矩的嘛 首先 你们来到这个人世 并不是为了学习任何知识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 看回第一卷 生活 并非学校 你在这里的目标 并不是学习 而是回忆起的东西 再说下你后面的观点 你们的生命 经常都会被很多事物打断 例如是台风 和地震 那又怎样呢 你所说的那些 都是神的行动来的嘛 每一件事都是神的行动 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它可以发生到吗 如果没有得到我的许可 你觉得你还可以伸直你的手指吗 我反对的事情 你们是做不到的 不过 让我们继续共同去探讨一下 这种关于错误地死亡的想法 生命被疾病打断 算不算是错误呢 我觉得在这里 用错误这个词会 并不识计 疾病是自然的因素 它和希特拉那些杀人的大魔头 不一样 好吗 让我们继续共同探讨 这种错误的死亡 也就是枉死的想法 生命被疾病打断 那是不是错误呢 在这里 错误这个词并不适用 疾病是自然的因素 它和希特拉那些杀人大魔头 不一样 好吗 那事故吧 一些很严重的事故 同样道理 事故是不幸 是悲惨的 但那些是神的意愿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想法 所以没有办法明白 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不应该试图去了解神的想法 因为神的意愿 是不可以参透和无法理解的 尝试去破解神圣的秘密 就等于追求 超乎我们理解能力的知识 那是有罪的 因为如果神想要我们理解 所有这些事情 我们就会理解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 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神的意愿 就是不让我们去理解 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 你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就是神的意愿 但是事情发生了 反而又变成不是神的意愿 你们都挺相彪的 我觉得 我并不善于去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我知道我相信了些什么 你信不信神的意愿 你信不信神是全能的 我想 好 借得希特拉例外 你认为希特拉的所作所为 并非神的意愿 啊 那有什么可能 因为希特拉违背了神的意愿 假如我是全能的 你又怎么会认为 他可以违背到我的意愿 是你批准他的 如果我批准他 那我的意愿 就是他应该做那些事情 看起身好事又真的是这样 但是你有什么理由啊 是的 你的意愿 是令到他拥有自由的选择 而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他本人的意愿 你很接近答案 非常接近 你所说的当然正确 我的意愿 的确是给你们全部人都拥有自由的选择 包括希特拉 但是 如果说 你们没有做出我想要你们做的选择 你们就会遭到无优子的惩罚 那这样东西 就并不是我的意愿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我给你们的选择 还哪有自由可言 假设你们知道 你们如果不去做我想要你们做的事 那将会遭到难以言喻的折磨 那你们 真是 还可以自由地去做你们想做的事吗 那 还算得上是什么选择 这个并不是懲罚的问题 只不过是自然的法则 只不过是一个结果的问题 看来 你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 那种教育 促使你把我 当成一个有受必报的神 同一时间 又在帮我开脱 但是 这些自然法则 究竟是谁定的 如果我们一致认为 我们必须颁布他们 那我 又为什么要颁布这些法则 然后又治愈你们 违背他的力量 如果我不希望你们受到他们的影响 如果我的意愿 是被我的美好生灵 永远都不遭受磨难 那我为什么又要创造出 令到你们蒙烂的可能性 还有 我为什么要不停地 日日夜夜地引誘你们 去违背我所设定的法则 引誘我们的并不是你 是魔鬼 哈哈哈哈 你看看你 你又来了 你再次为我开脱 只有 将我当成是无能之辈 你们的神学 才可以自圆其说 难道你这样也不明白吗 唯有令到我的说法荒诞不敬 你们的说法 才够合情合理 你真是心安理得地认为 神创造出某一种生灵 但是 有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行动吗 我不是说你控制不了魔鬼 你可以控制万事万物 因为你是神 只不过是你选择不去控制 你放任魔鬼引誘我们 试图呼祸我们的灵魂 但是为什么 既然 我并不是不想你们回到我的身边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希望我们 回到你身边 是主动的选择 而不是被逼的 你创立天堂和地狱 就是为了令到我们可以选择 这样 我们就可以有选择可以做 而不是因为没有选择 只可以沿着一条路走 我明白你 是怎样得到这种想法的 这个 是我为你们的世界设定的运转方式 所以你认为 在我的世界 也都一定会遵守这种运作方式 在你们的现实之中 好 没有办法脱离坏而存在 所以你认为 在我的实相上 情况一定也是这样 但是 让我告诉你 我所住的地方 并没有坏 那里也没有恶 万物就在那里跪日 那里 正是得一 正是得觉悟 和对一的体验 我的实相 是在绝对的领域 里面的事物 并不依赖于其他的事物而存在 各自之间 是完全独立的 我的领域 就是那个 正是得爱存在的地方 你这样说的话 难道我们在地球上所说 所思 所做的一切 都不会有什么后果 当然有后果 你看看你的周围 我是说 在我死了之后 死并不存在 生命没有止境 生命是永恒的 你们只不过是变换了形式 好了 那受用你的说法 我是说 在我们变换了形式之后 我们之前所做的那些事 没有后果的吗 在你们变换形式之后 后果 就已经消失了 唯一还存在的 只是得认识 后果 在本质上面来说 是相对的 他们在绝对领域里面 并没有容身之地 因为他们取决于 善性的时间 和前后相计的事件 而这一切 在绝对领域里面 并不存在 那个领域 除了和平 欢乐和爱 必无所有 在那个领域里面 你将会终于知道 这个好消息 你的恶并不存在 你的本质 就是你的善和爱 和你一直以来 所认为的一样 你这种认为你 可能是其他东西的观念 来自一个疯狂的爱在世界 导致你作出疯狂的举动 在这个爱在世界 充满了审判和指责 其他人曾经审判过你 你又根据他们的审判 来审判你自己 现在你想要神来审判你 但是 我不会这样做 你没有办法理解 神的行为 居然和人类不一样 于是乎 你不知道怎么算好 你们的神学 是你们想要重新 找回你们自己的尝试 你说我们的神学是疯狂的 但是神学 如果不是提供奖励 和回报机制的话 那它又怎么行得通 那就要看 你们对生活的目标 是怎么看的了 这一点 取决于神学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 生活是测试 是审判 是为了考验你们 是不是高尚的时期 那你们的神学就是合理 但如果你认为 生活是机会 是过程 你在过程 发现 回忆起 你们现在 和以前 是高尚的 那你们的神学 就是疯狂的 如果你认为 神具有极强的本我意识 需要被关注 被敬仰 被欣赏 被爱慕 而且为了这些 不识杀人 那你们的神学 就是合乎 逻辑的 如果你认为 神既没有自我意识 也没有必要 祂是万物的起源 智慧和爱的根基 那你们的神学 就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你认为 神有受必报 在爱中妒忌 在愤怒中狂暴 那你们的神学 就是完美的 如果你认为 神长和安乐 在爱中宽孕 在狂喜之中燃烈 那你们的神学 就是没用的 让我告诉你 生活的目标 并非去取悦神 生活的目标 是认识 和重新创造你的身份 这样做的话 你们就可以取悦神 也可以为你们的女神 增添光荣 为什么你常常说女神呢? 你是女的? 我既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 我偶尔用女性的人称代词 是为了令到你可以 摆脱你们的男权思维 如果你认为 神是一样东西 那你就会认为 神不是另外的东西 这一点 就大错得错 希特拉上天堂的原因 有以下几个 地狱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除了天堂 他并没有其他可去的地方 第二 他的行为 是你们所说的错误行为 是尚未进化的生灵的行为 而神 并不会用诅咒 来惩罚犯错的人 只会提供机会 让犯错的人 可以改正和进化 第三 希特拉所犯的错误 并没有为那些因他而死的人 造成伤害 那些灵魂 得以脱离世俗的束缚 就好像蝴蝶 破检而出一样 在世上的人 为那些死者而哀悼 只不过是因为 他们不知道那些灵魂 所进入的换孕 没有体验过死亡的人 会为任何人的死亡 表示哀悼 你说他们的死亡 不是时候 所以是错的 言下之意就是说 宇宙之间 有些事情 并不按照你们的计划发生 不过 想想我的身份和本质 你就会发现 这一点 不可能 宇宙之间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完美的 神 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犯过错 如果你可以明白所有事情 不单是那些 你赞同的事情 尤其是那些你反对的事情 你都可以明白 他们是绝对完美的 那你就达到了大师的境界 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 我们在第一卷的时候讨论过 但对于那些尚未看过第一卷的读者来说 我觉得有必要 在本书的开头 让他们拥有基本的了解 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些问题 请你回答 但现在 在我们继续展开讨论之前 我想来谈谈 某些人类创造出来 非常复杂的神学理论 例如说 在小时候 那些人说我是罪人 所有人类都是罪人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天生就是这样 我们生而有罪 这个理论也挺有趣 他们是怎样令到你相信这件事 他们说了一个阿当和夏娃的故事 他们在第四、第五、第六级的教议问答中说 我们可能没有犯过罪 尤其是刚出生的小朋友 但是阿当和夏娃他们犯过 我们是他们的后代 所以就传承了他们的罪 还有还继承了他们有罪的本性 你也知道阿当和夏娃吃了禁果 禁果代表有关善和恶的知识 所以神审判他们 命令他们的子孙后代 由出生的时候 就要和神分离 在出生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的灵魂 都会带着这种原罪 每个人都分担这种罪过 所以神令到我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想这样是为了给我们看到 到底是仿效阿当和夏娃 违背神的意志 还是可以战胜我们遗传得来的 这种做错事的天性 不理陈世间的诱惑 去做那些对的事情 如果你们做错事 那你就会将我们打入地狱 真是这样 是啊 除非我们忏悔 我明白了 如果我们感到悔究 再进行一次完美的忏悔 你就将会在地狱里面 拥救我们出来 不过 这样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不用受苦 我们依然需要去练乳上面 捱一段时间 去洗清我们的罪业 你们 会在练乳那里逗留多久? 那就要看情况 我们必须消灭我们的罪 我告诉你 那种感受很辛苦 我们的罪越多 要消灭他们的时间就越长 我们就要等得越久 这些都是我听回来的 我知道 但至少我们不用去地狱 因为那里是永恒的懲罰 还有 如果死亡的时候带着重罪 我们就会直接跌到地狱 那什么是重罪? 它和轻微的罪相反 如果死亡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带着轻微的罪 我们只会去练乳 而如果是重罪的话 那我们就没得谈的了 要直接落地狱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 和我说一下 你听到的这些不同种类的罪? 没问题 重罪是很严重的 例如好像刑事罪 神学所定义的宗教罪 这些都是重罪 比如说谋杀 强奸 盗窃 而轻微的罪行 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神学里所定义的过失 如果在礼拜日的时候 你不去教堂 那你就已经犯了轻聚 以前 在星期五吃肉 都是轻聚 慢着 如果你们在星期五吃肉 这位神 就要将你打入煉獄? 是啊 但现在不会了 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之后 他就没有再这样做 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之前 如果我们在星期五吃肉 那就大领落了 那杯领落有多大杯? 千真万确 大杯都没有人有 好了 这种罪 为什么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之后 就不再是罪? 因为宗教说他们不再是罪 我明白了 你们这位神 竟然强迫你们崇拜他 礼拜日一定要去教堂见一下他 如果你们不照做的话 就要承受懲罚的痛苦? 是啊 不去参加尼撒是一种罪 如果没有告解 如果你死亡的时候 灵魂带着那种罪 你就会去练育 但是 那些小朋友呢? 那些不知道神 究竟喜欢什么规则的无辜的小朋友 他们又会怎么样? 如果小朋友未经洗礼就死了的话 那这个小朋友将会去尼姆帕 去哪里? 尼姆帕啊 他不是一个懲罚的地方 但是也不是天堂 我要怎么说好呢? 即是在尼姆帕那里 你无法和神同在 但至少你不需要去见魔鬼 那那个美丽 而且无辜的小朋友 因什么解救 不可以与神同在呢? 那个小朋友 并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 是的 的确是这样 但是那个小朋友 他未经过洗礼 再纯真无瑕的婴孩 亦都必须在洗礼之后 才可以进入天堂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这样 如果不是 神是不会接纳他们 所以你的小朋友 在出生之后 应该尽快地 让他接受洗礼 你阿D 是谁跟你说的? 神 通过他的教会 谁教会? 当然是神圣的罗马天主教 那里才是神的教会 实际上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如果你进入其他教堂 都是一种罪 你刚才说 不去教堂是一种罪 是的 但如果去错教堂 也是一种罪 怎样是错的教堂? 所有不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堂 你不可以在错误的教堂里得到洗礼 不可以在错误的教堂里结婚 甚至乎 不可以进入错误的教堂 我知道这个道理 是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想陪同我的父母 去参加某位朋友的婚礼 实际上 我被邀请在婚礼上做伴朗 但那群修女说 我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 因为婚礼举行的地点 是一个错误的教堂 那你有没有听过那群修女说? 那群修女 当然没有 我认为神也就是你 会愿意出现在其他教堂里面 就好像你愿意出现在我的教堂里面 所以我就去了 我穿着燕尾服 站在那座犹太教堂里面 当时我的感觉不知多好 很不错 嗯 现在 让我们来做一做小小的总结 这种神学里面 有天堂 有地狱 有炼狱 有利武柏 有重罪 有轻罪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有啊 还有兼顺礼 领性体礼 和参灰星事 还有驱魔性事 和忠存性事 啊 还有 等等 还有主保圣人 圣日 每日都是神圣的 每分钟都是神圣的 这个时候 就是神圣的时刻 是 说话是这样说 但是有些日子 才是真正神圣的嘛 例如说是圣日的嘛 这些日子里面 我们也必须要去教堂的 我们 又遇到必须这个词会了 如果你不想去 那怎么办 那是一种罪 那你又会因此而落地狱? 是啊 如果你在死亡的时候 你的灵魂带着那种罪 你就会落恋狱 所以去教堂里面告解 是有好处的 是真的的 你应该尽可能频繁地去告解 有些人每个礼拜都去 有些人每日都去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把灵魂抹得干干净净 等它力久尝身 可以避免突然死于非命 哇 那听起来 你们的生活人面 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是啊 你知不知道 这个就是宗教的意图 将对神的恐惧灌输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对的事情 和抵制誘惑了 哦 但是 如果你在告解之后犯了罪 来不及再去告解 就惨糟还禍 并且因此而死亡 那又会怎样? 嘿 这样不用怕的 没问题的 你只需要进行一次完美的懺悔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说 神啊 我为我冒犯你 而犹聪感到悔恨 好了好了 够了 什么啊 我还没说完 这些只不过是世界上的 众多宗教里面的其中一种 你还想不想听下其他宗教的神学? 不想 我已经知道了 哈哈 那好吧 我希望大家不会认为 我在这里嘲弄着他们的信仰 你的确并没有嘲弄任何人 你只是实话实书 就好像你们的美国总统 哈里·杜鲁门曾经说过的说话 有人对着他说 哈里 送他们到地狱 你在第三章里所谈到的要点 第一 除了当下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时间 其他的时刻 第二 时间并不是连续看 它是一种相对性的元素 第二 以上下的模式存在 各种时刻和事件彼此交答 在相同的时间里出现又或者发生 第三 我们不断地在各种的时间范畴里穿梭 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梦里发生的 第一 此层相识 就是我们意识到这种体验的方法 第四 没有我们不曾存在的时间 也都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时间 第五 灵魂的年龄和各五层次有关 和时间无关 第六 坏事是不存在的 第七 我们是完美的 现在的我们就是完美的 第八 错 是心智基于相对体验而构足出来的概念 九 我们在生活之中制定各种规则 并不停地根据我们当前的实相来改变它们 这一点是完全没问题的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持续进化的生灵 那就应该这样做 也都必须这样做 十 希特拉上了天堂 十一 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意愿 是所有的事情 不单只包括台风 龙卷风和地震 也都包括希特拉 理解的秘密是认识所有事件背后的意图 十二 死亡之后并没有惩罚 所有的后果 就是会存在在相对的体验之中 并不存在在绝对领域 十三 各种神学都是人类的疯狂尝试 人类想藉此来解释 某一个并不存在的疯狂之神 十四 假如人类的各种神学是合理的话 那我们只可以认为 神是一个极其荒唐的人 怎么样 你觉得我总结得怎么样 好出色 那就好了 我现在有成千上百万个疑问 例如说上面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 我就需要你作出更加详细的解释 希特拉为什么会上了天堂呢 我知道你刚才试图跟我讲解这个道理 但是我依然不太明白 而你所说的所有事件背后的意图 又是什么来的 这个这么宏大的意图 和希特拉这些暴君有什么关系 那 让我们率先谈谈意图这件事 所有事件 所有体验的意图 在于创造机会 事件和体验就是机会 只不过就是这样 将它们等同于诸如魔鬼的所为 神的惩罚 天堂的回报之类的东西 就是谬误的看法 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些事件和体验 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些发生了的事件 当我们对这些事件和体验进行思考 采取行动和作出反应 才会为这些事件赋予意义 事件和体验都是被拉向你的机会 是你通过意识单独又或者集体地创造出来的机会 意识创造体验 你想要提升你的意识 你就会将这些机会拉到你的身边 以便你利用它来创造和体验你的身份 和你现在展现的身份相比 你的身份是具有更加高意识的存在体 我的意愿是你应该认识和体验你的身份 所以我容许你将各种你选择的事件 又或者体验拉到你的身边 让你可以做到这件事 而其他玩家也都时不时会参与到你这个宇宙的游戏里面 他们可能是相遇的路人 点头之教 临时同事 很多年的自己 至亲和亲戚 心爱的恋人 人生的伴侣 这些灵魂是由你拉到你自己身边的 你亦都被他们拉到他们的身边 这一种是一种相互创造的体验 表达着双方的选择和欲望 没有人是刚好得那么巧来到你身边的 巧合这件事并不存在 并没有刚好得那么巧发生的事情 生活并非偶然的产物 和人相同 各种事件 亦都是由你根据自己的意图 拉到你的身边的 宏观的星球体验和发展 是集体意识的结果 他们是作为整个集体的选择和欲望的结果 而被你们集体拉过来的 你刚才所说的 你们的集体是什么意思? 集体意识 是某一种尚未得到广泛理解的东西 但是它极其强大 如果你们不加以注意 它通常可以战胜个体意识 所以如果你们希望 这个星球上面的宏观生活体验是和谐的 那你们无论去到哪个地方 无论做些什么 都必须自力于创造集体意识 假如你所属集体的意识 并不反映你自己的意识 而你在当前尚没有能力 有效地去改变集体意识 那么 离开这个集体 就是明知的做法 否则的话 这个集体 将会牵扯住你 它会将你 带去它想要去的地方 完全不管你想要去哪里 如果你找不到 和你自己的意识相符的集体 那么 就自己创造一个集体 其他拥有相似意识的人 就将会被你吸引而来 你们的星球 如果要发生永久显著的改变 那么个体和小型集体 必须影响较大的集体 而且最终 必须影响到这个最大的集体 也就是全人类 你们的世界 和所处的境况 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的意识的反应 你们望下身边就知道 还有大量的工作 尚未完成 当然 如果你们对这个世界的现状感到满意 那么有另当别论 令人惊讶的是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 对此感到满意 所以 这个世界并没有改变 绝大多数的人 对这个求疑不求同 以冲突和战争解决争的世界感到满意 绝大多数的人 在这个息者生存 强权即是真理 以鱼我诈 圣者为王的世界感到满意 即便这些系统里面 制造出大量的失败者 你们也视若无睹 只要你们 并不算是失败者 那就可以了 绝大多数的人感到满意 就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 很多人由于被判定为有错 而遭到杀害 由于成为失败者 而需要风餐露宿 由于不够强大 而被受压迫和剥削 绝大多数的人认为 凡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 都是错的 他们尤其无法容忍宗教的差异 和很多社会 经济 又或者文化的差异 上层阶 用羊羊自得的宣言 来为他们 对下层阶级的剥削辩护 他们宣称 那些受害者的处境 比起受到他们的剥削之前 已经大有改善 通过这种方式 上层阶级 忽略了这个道理 如果他们的确是公平的 那 就应该一时同人地对待所有人 而并非只是令到 下层阶级的恶劣处境 稍微得到少少改善 同一时间 又好顏无耻地 在这些施舍任面 谋取私利 绝大多数的人认为 诸如竞争 杀禄 和圣者为王 赢家痛吃之类的行为 可以令到他们的社会 变得更加美好 假如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他们就会笑到卡卡声 绝大多数的人 甚至认为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他们认为 采取这种行为 是人类的本性 以其他的方式行事 就会杀灭 驱动人类取得成功的灵魂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是要取得哪一种成功 这套哲学 对于真正到达光明境界的人 是不可思议 但是 就遭到你们 星球上面 绝大多数人的信奉 所以 绝大多数的人 并不关心苦难之中的普罗大众 受压迫的少数族群 下层阶级的愤怒 又或者任何人 除非那个 是他们自己 和他们的自身 除非 影响到 他们自己的生存需求 绝大多数的人 并不明白 他们正在破坏 他们的星球 破坏 这个赋予他们生命的星球 因为他们的行为 就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令人嘔嘴的是 这些人极其短时 根本就不知道短期的收获 可能 也都实际上 往往 而且将会造成长期的损失 绝大多数的人觉得 诸如集体利益至上 世界大同 神与万物合一 并非分离之类的集体意识 是危险的 但凡 可以令到万物合一的 你们就怕得不得了 但凡 可以令到万物分离的 在你们的星球 就会得到尊崇 这两者 共同导致了分裂 冲突和糾纷 但是 你们似乎缺乏那种 在自身的体验 吸取教训的能力 所以你们 会继续你们的行为 得到相同的结果 正正是由于 你们无法感同身受 体验其他人的苦难 这种苦难 才会延续 分离 滋生了差异 和虚解的等级区别 合一促成了同情 和真正的众生平等 在过去的三千年来 有些事情 在你们的星球上面 反复地发生 我一早已经说过 这一切 都是你们的集体意识 是你们这个星球上面 整个集体意识的反应 这种意识的层次 充其量 只可以算是原始 呃 你说得对 但是我们好像 又偏离了原来的问题了 没有 你问的是希特拉 希特拉的事件 作为集体意识的后果而出现 很多人会说 希特拉通过阴谋诡计 和能言善变 操控整个集体 这个集体 具体来说 就是他的同胞 这种观点 很容易把所有的罪过 都归咎于希特拉 这样也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结果 但假如没有数百万人的合作 支持 和致愿屈福 希特拉 什么都做不到 那个自称 唯一以万人的次级集体 必须为大屠杀承担巨大的责任 那个 叫做人类的更加大的集体 也都必须承担某些责任 其他事情姑且不说 就凭下面这一点 人类的集体 对于发生在德国的惨剧 无动于衷 导致那种惨剧越演越烈 直到连最冷血的孤立主义者 也都无法坐视不离 你知不知道 正正是集体意识 为纳水运动的成长提供了肥育的土壤 希特拉生逢其时 但这个机会 并不是他创造出来的 重要的是 吸取这一道稳含的教训 不断倡导分离 和等级区别的集体意识 会令到同情这种感受大量喪失 而跟随着同情而喪失的 必定是良知的喪失 借根于民族主义的集体意识 令到你们忽略其他人的困境 但是又要求其他人 为你们的困境负责 之后又理直气壮地进行报复 改造人家和战争 奥斯为身 是纳水解决 试图改造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希特拉事件的可怕之处 并非在于希特拉 向人类犯下滔天大罪 而在于人类居然允许他这样做 这件事的惊人之处 不单止有一个希特拉在为非作大 而且也在于其他那么多的人坐视不离 而他可指的地方 不单止在于希特拉 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 而且也在于 直到有数百万犹太人 慘遭杀禄之后 希特拉才被迫停手 希特拉事件的意图 是借助他自身来突显人道 人类历史曾经出现过很多出色的导师 他们提供了非凡的机会 让你们可以回忆起你们的真实身份 这些导师曾经向你们展现人性最高尚的一面 和最低劣的一面 他们提供了栩栩如生 激动人心的榜样 表明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表明人能够藉由体验通向哪一道 也都表明根据你们的意识 你们能够而且将会去到哪 记住这个道理 意识就是一切 并且创造出来的体验 集体意识是很强大的 可以制造出难以言语的美丽又或者丑陋 选择权永远都在你们的手上 如果你们对你们的集体意识并不满意 那就去想办法改变它 改变他人意识最佳的方法 就是以身作质 注立榜样 假如你们作出的榜样做不够 那就成立你们自己的集体 由你们来做你们希望其他人体验到的集体意识的源头 只要你们可以做得到 他们就将会体验得到 这种体验由你们开始 万物也都由你们开始 万事也都由你们开始 你们想要世界改变吗? 那就请你改变你们自己世界里面的事 希特拉送给你们一个良机 让你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这件事所吻含的意义 和向你们揭露 关于人性真相的这一点来说 希特拉事件 就好像基督事件一样 是深奥而且复杂的 而且只要你们对这些宏大意识的记忆依然存在 他们无论是希特拉还是佛陀 成吉思汉还是灰斯那 兇奴皇帝阿提拉还是耶稣基督 就依然活着 所以犹太人建造了很多大屠杀纪念碑 要求你们永远都不要忘记 因为你们所有人都有些像希特拉 只不过是程度的轻重略有不同 杀人就是杀人 无论是在奥斯为身 还是是伤失河 那你派希特拉来给我们 是为了教训我们 让我们明白 人会犯下非常可怕的罪行 倒落到非常低下的层次? 希特拉并不是我派给你们 希特拉是你们创造出来的 他来自你们的集体意识 如果没有你们的集体意识 就没有可能有他的存在 这个才是教训的所在 创造希特拉事件 正正是那种凡人皆有区别 种族隔离等级差异的意识 那种我们对他们的意识 而创造基督事件的 就是那种凡人皆兄弟 众生平等 天人同一的意识 那种我们的意识 而不是你的 和我的这种意识 当痛苦是我们的 而不是你的 当欢乐是我们的 而不是我的 当整个生活体验是我们的 这个生活体验才是真正完整的体验 那希特拉为什么会上天堂呢? 因为希特拉并没有做错事 希特拉只是做了他做过的事 我再次提醒你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曾经在很多年里都认为 他们是对的 那为什么希特拉也不可以这样想呢? 如果你脑海之中 标出了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然后有一千万个人赞同你 那你很可能不会意识到你有多疯狂 世界最终裁定希特拉是错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人 根据希特拉事件 对他的身份 和他们想要选择的身份 作出一个新的决定 希特拉举起了一把尺 他设定了一些参数和界限 让我们可以测量和确定关于我们自己的观念 而基督就在人性普系的另外一面 做了相同的事情 以前有过其他的基督和其他的希特拉 未来也都将会有 所以 抹大你们的双眼 因为那些有着高级意识和低级意识的人 就行走在你们的中间 正如 你们行走在其他人中间 那样 你们的意识 又是哪一种 我还不太明白 希特拉为什么可以上天堂 他所做的事情 有什么可能可以获得这种回报 首先 你要明白 死亡并非终点 而是起点 并非恐怖 而是欢乐 它并不是关闭 而是开启的 你的生命最幸福的时刻 将会是它结束的时刻 那是因为 它并没有结束 而只是以各种美妙到难以描绘的方式延续 目前的你 没有可能理解 希特拉里面充满着和平 智慧和欢乐 所以你要明白的一件事是 我一早已经跟你解释过 希特拉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并没有施加苦难 他终结了苦难 佛陀曾经说过 生即是苦 佛陀是正确的 但就算我接受你的说法 希特拉也不知道 他实际上在做好事 他以为他在做坏事 不是 他并不认为他在做坏事 实际上 他认为他在帮助他的人民 这一点正正是你不理解的东西 没有人会做任何 在他的世界观里面 被定义为是错的事 如果你认为希特拉作出疯狂的举动 同时又很清楚自己是疯狂的 那只可以说明 你对人类体验的复杂性一无所知 希特拉认为 他做的事对他的人民是有益的 他的人民也是这样认为 这一点正正是荒唐之所在 那个族群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认同他的看法 你刚才宣称希特拉是错的 这一点很好 通过这种尺度 你定义了你自己 你对自己有了更加多的认识 这一点很好 但是不要指责 希特拉向你展现了这种尺度 有人必须这样做 如果没有二 你无法认识到冷 如果没有下 你无法认识到常 如果没有由 你无法认识到 不要指责其中一边 而赞重另外一边 因为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 你就两边都无法理解 很多个世纪以来 大家都谴责阿当和夏娃 他们 居民是犯下了最初的罪行 等我告诉你 那次事件 是最初的幸运 因为如果缺少这次事件 如果不是拥有关于善和恶的知识 你们甚至乎都不知道 有这两种可能性的存在 当时恶是不存在的 所有人 所有事物 都存在在持续的完美状态之中 那里的确就是天堂 但你们并不知道 它就是天堂 你们无法体验到它的完美 因为你们 对其他事毫无所知 所以 你们是应该指责阿当和夏娃 还是应该感谢他们 你说一下 我应该如何对待希特拉 我跟你说 神之爱 和神之同情 神之智慧 和神之宽恕 神之用心 和神之意图 宏大道足以包容最邪恶的罪行 和最邪恶的罪人 你可能 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不要紧 你刚刚才学识了 你来到这里要发现的道理 在第一卷里面 你曾经作出承诺 我又在第二卷解释很多很多的事情 例如说 时间 空间 爱和战争 善与恶 和这个星球上面 最高层次的地缘政治等等 你也承诺 要更加好更加详细地解释 人类的性经验 是 我作出过这样的承诺 第一卷解决的问题比较具体 和个人的生活有关 第二卷要处理的 是你们在这个星球上面的集体生活 第三卷 是这三部曲里面的最终章 它要闪述的是最伟大的真相 整个宇宙的情况 和灵魂的旅程 总之 我将会为你们提供 由着鞋去到理解宇宙 所需要的最好的建议和讯息 关于时间 你想说的东西都说完了吗? 你需要知道的 我都已经说完了 时间是不存在的 所有事物是并存的 所有事件是同时发生的 这本书正在被写下来 而且 就在它被写下来的时候 它已经被写完 它也都已经存在 实际上 你正在获取的这些所有信息的来源 就是这本已经存在的书 你只不过 是将它赋予了一种形式 这一点 就是甚至在你问问题之前 我就已经回应了的意思 这种有关时间的讲法 看起身很有趣 但是相当深奥 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可以把它派上用场吗? 你们如果对时间有真正的理解 就可以更加长和地生活 在你们的相对实相之中 这个相对性的实相里面 你们将时间 当成是一种运动 流动性的体验 而并不是把它当成是行定的 其实运动和流动的那个 不是时间 是你们 时间是不动的 宇宙中的时刻是唯一的 你们在某程度上 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每当你们的生活 发生了某些真正美妙 而且非凡的事情 你们通常会觉得时间 好像停止了一样 当你亦都停止的时候 你往往会体验到生活之中 最美好的时刻 我觉得点实在太难以咨询了 那又有什么可能呢? 你们的科学已经利用数学 证明了这个道理 有些科学公式表明 如果你们坐入太空船 飞得足够远足够快 你们就可以飞回地球 去望下你们正在起飞 这点证明 时间并不是运动体 而是给你们这一部 地球太空船 所运动的场地 你们说 一年有365日 但是 日究竟是什么? 你们决定 应该说 是相当之武断地决定 一日 就是你们这一部 地球太空船 围绕它的中族转动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你们是怎样知道它是这样转的呢? 你们根本就感受不到它在移动 你们在太空之中 选择了某一个参照物 那个就是太阳 你们说 在你手地球太空船所处的位置 由正对着太阳 去到背离太阳 再到正对着太阳所需的时间 就是一日 你们将这一种日 分成24个钟 这样也是相当之武断的做法 你们完全可以说 一日有10个钟 又或者是73个钟 然后你们又将每个钟 细分为分钟 你们说 每个钟的单位 是包含60个叫做分钟的较小的单位 而每分钟里面 又包含60个叫做秒的更小的单位 有一日 你们会发现 地球不单止在转 它还在飞 你们看到它 围绕着太阳 在太空里面运动 你们精心计算出 地球需要自转365个圈 才可以围绕太阳转一圈 于是 你们将这个地球自转的圈数 称为年 当你们决定 将年 划分成一些比年更小 又比日更大的单位的时候 情况就开始有些混乱 你们创造了周 和月 想办法 令到每年的月数 保持相同 而每个月的天数 有不同 你们没有办法 用月份的偶数 即是12 你平均地划分 基数的天数 也就是365 所以你们就决定 有一些月份包含的天数 会比其他的月份更独 你们肯定 一定要将一年分成12个月 是因为你们观察到 月亮在一年当中 会缘缺12次 为了协调这三种太空事件 也就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地球自转 和月球围绕着地球转动 你们就调整出每个月内的天数 不过 就连这种做法 也都没办法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你们以前的测量方式 令到时间出现了盈余 那你们就不知道怎么算好 所以你们又决定 每隔几年 就必须有一年多出一整日 你们叫它做润年 这件事听起来很搞笑 但你们依然按照它的构筑去生活 然后 现在还反过来 说我对时间的解释 令到你难以自信 你们同样很矛盾地创造了 电和世纪 好玩的地方是 这些时间单位 又不用十二进制了 而是用十进制 用来衡量时间的流势 但实际上 你们用这种方法所测量的 无非都是各种空间的运动 所以 我们可以明白 流动的并不是时间 而是各种 穿过你们称为空间的这个静子的墙 和在这个静子的墙里面移动的物体 时间 只不过是你们用来测量运动的方式 科学家 深深地明白这种关联 所以 提出了时空连续体的说法 你们的爱因斯坦博士和其他人都意识到 时间 是一种精神的构筑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时间 是相对于各种物体之间的空间来说 假如宇宙正在扩张 它的确在扩张 那 和数十亿年前相比 今天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应该更加长久 因为 它所经过的空间更加大 所以 和1492年相比 近期所发生的天体事件 需要耗费更加多的分 小时 日 周 月 年 跌 和世纪 但是日 何时不再是日 年 又何时不再是年 你们现在新发明了高级而且复杂的计时工具 用来记录这种时差 你们每年调整世界各地的时钟 让你们可以适应这个 不肯乖乖地听话不好动的宇宙 你们叫这一样东西做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爱因斯坦曾经推断出 如果运动并非时间 而是某一个以特定速度 在空间里面移动的人 那这个人 只要改变物体之间的空间 又或者改变他在空间之中 由一个物体移动到另外一个物体的速度 他就可以改变时间 这个 就是他的广义相对论 这个理论令到当今 你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现在你们可能也开始可以明白 下面这种现象的原因 如果你们进行了长距离的太空旅行之后 回来 你们可能只是老了十岁 不过 你们在地球上的朋友 就会老了三十岁 你们走得越远 对时空连续看的扭曲就会越厉害 你们回来的时候 发现 在你们出发当初留在地球上面的人 还依然生存的概率就会越小 不过 如果未来地球上面的科学家 找到某一种可以更快地推动他们自己的方法 他们就可以欺骗宇宙 和地球上面的实际时间保持同步 回来的时候 发现地球上面已经流小的时间 和太空船上面已经流小的时间 是相同的 很明显 如果可以找到更为强大的推动力 人就可以在自己起飞之前 回到地球 也就是说 和太空船上面的时间相比 地球上面的时间流小的速度 更加之慢 你们可以过十年才再回来 但是就发现 地球只多了四岁 假如再加快速度 太空里面的十年 可能意味着地球上面的十分钟 爱因斯坦和其他人都相信 接纣层的存在 他们是对的 如果被你遇到太空构造里面的接纣层 你就可以 用无限短暂的时刻 突然穿越空间 这种时空现象 的确可以令到你回到过去 是不是 现在 你应该不难明白 时间是不存在的 它只不过 是你们的心智所创造的东西 但凡发生过的 和但凡将要发生的东西 没有一样 不是正在在发生中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完全取决于你们的立场 你们 在空间之中的位置 如果处于我的位置 你们就可以在此时此刻 看到所有的事情 你明白不明白 哇 在理论层面上来说 我开始有点明白了 好好 在这里 我用非常之简单的语言 向你解释这个道理 就算是小朋友 也都看得明白 这种解释 可能不算好科学 但是就好好理解 那些有形的物体速度是有限的 但是无形的东西 例如说 我的思维 我的灵魂 在理论上来说 也都可以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 在太空里面移动了 准确无误 这种情况 经常在梦境 和其他的 外在精神体验之中发生 现在 你可以明白 为什么有些地方 会令到你似曾相识 那是因为 你以前也去过 但是 假如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 那就意味着 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未来 那这些不是宿命论来的吗 不是 不要相信宿命论 那样东西并不是真的 实际上 这种认知 对你来说 应该是有益的 而不是有害 你永远处于 拥有自由意志 和完全选择的位置 可以看到未来 又或者请其他人 帮你看到未来 那你过上自己想要生活的能力 应该会得到增强 而不是遭到削弱 那又有什么可能啊 我不太明白 如果你看到 未来有一件事 又或者体验是你不喜欢的 那你就不要选择它 重新选择去选择其他东西 更改你的行为 让你可以避开那个 你不想要的结果 什么啊 那不是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吗 那我又有什么可能可以避开啊 它并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还未 你目前 处于 处于时空连续看的某个地方 在这里 你尚未意识到那件事 你并不知道它已经发生了 你并没有回忆回你的未来 这种遗忘 是最大的秘密 它令到你们 可以玩生活这个伟大的游戏 后面我将会解释这一点 你所不知道的 就不是真实的 由于 你没有回忆回你的未来 它就尚未发生在你的身上 一件事 如果尚未被体验 就尚未发生 而如果它尚未被知道 就不可能会被体验 现在 我们来作一个假设 你有幸在电光火石之中 认识到你的未来 这种情况 无非就是那个非物质形态的你 也就是你的灵魂 飞了去时空连续看的其他地方 并且带回那个时刻 又或者这件事件某些残留的能量 也就是某些画面 又或者是印象 这些都是你可以感受到的 有时候 有些修炼 又或者超物质能力的人 也都可以感受 又或者看得见 那些围绕在你身上的画面和能量 假如 你不喜欢你感知到的未来 那请你立即放弃它 只要抛弃它 那就可以了 这样 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体验 而每一个你 都将会感到语息重复 慢着 你就是说 你必须知道 你现在将要获释的是 你同时存在在时空连续看的每个层面 也就是说 你的灵魂存在于过去 存在于当下 亦都存在于将来 你的世界 将永无末日 阿门 我存在的地方不止一个? 当然 你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和所有的时间 未来有一个我 过去也有一个我? 我们刚才浪费了很多精力 才搞清楚 未来和过去并不存在 但是故且按照你惯用的含义 你去使用这两个词会 没错 我不止一个? 你只得一个 但是 你要比你认为的要大得多 但是假如存在在现在的我 改变了某一件 我不喜欢的未来的事情 那么 那个存在在未来的我 就再都体验不到这件事? 本质上来说就是这样 整个画面都会改变 但是它并没有失去 它自己选择的体验 未来的你 只是会如释重复 为你 不需要经历那件事 而感到高兴 那如果反过来想 过去的那个我 它尚未体验到某一件事 所以它将会遇到这件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的确是这样 但是 你当然可以帮下它 真的吗? 通过改变 在你前面 也就是未来那个你 体验到的事 那么 在你后面的那个你 也就是过去的你 可能 就无需要体验到这件事 你的灵魂 正是藉由这种方法 而得到进化 同一道理 未来的你 也都在它本身的未来的自我 那里获得帮助 而帮助你避开一些 它没有体验到的东西 这样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啊 好正啊 这种说法很吸引我 但现在 我有其他的问题了 那 前世呢? 前世又是怎样? 假如我在过去和未来 那个永远都是我 那我在前世 又怎样可以成为 某一个其他人呢? 你是神圣的生灵 可以同时拥有很多体验 可以根据你的选择 将你的自我分裂成为各种各样不相同的自我 你可以反复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过一些相同的生活 这一点我已经解释过 你也可以在连续体上的不同时间过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 所以 就算你是现在的你 就在此时此地 但是 你也可以曾经在其他时间和地点成为其他的自我 天啊 真是越讲越复杂了 没错 不过 这些都只不过 是那些复杂的道理里面的其中一点 你是懂得进行分身的神圣生灵 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 一部分的你 选择了以你当前体验到的身份 来认识你自己 不过 这样绝对不是你唯一可以成为的身份 只不过 是你以为你自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这样认为呢 你必须这样认为 如果不是 你就没办法完成 你要你自己在这一世要做的事情 那我今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以前你跟我说过 但是请你再跟我说一下 就在此时此地再跟我说一次 你要用各种各样的生活 你要用生活的整体 来获得和确定你的真实身份 选择和创造你的真实身份 体验和实现你当前对你自己的期许 你永远都处于通过表达自我 而创造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之中 你将生活之中所遇到的人物 事件和警方作为工具 拿来不断地更新你对自己曾经有过最伟大的期许 这种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 是永远持续的 永无止境的 而且是多重的 它在当下发生 也都在很多的层面上面发生 在你们的善性实相之中 这种体验在你看起身分为过去 现在和未来 你觉得你自己有过一种生活 又或者有过几种生活 但肯定每次只有一种 但如果时间并不存在 那你就会同时拥有你所有的生活 而事实上 你的确就是这样 你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 同时都过着这种生活 过着你当前这种实际的生活 难道你从来 都没有对某一件未来的事情 有过一种奇怪的预感 而且这种预感 还会很强烈地令到你避开那件事 在你们的词汇里面 叫这一件事做先兆 而在我的角度来说 其实它无非是你突然间 对你在未来体验到的某一件事 有所察觉 你的未来的你在跟你说 喂!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一点都不好玩 你现在也都正在过着其他的生活 你将这些生活叫做前世 只不过在你的体验里面 前世存在在你们的过去 但是这样也都没关系 假如你完全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 你就很难投入去玩生活这个美好的游戏 就算这里提供的描述 也都没办法令到你完全明白 如果不是 这个游戏将会结束 过程之所以是过程 是因为它是完整的 你在这个阶段上完全觉悟 正正就是过程的一部分 所以祝福这个过程 接受它 将它当成是最仁慈的造物主 所愧赠的最伟大的礼物 拥抱这个过程 带着和平 智慧和安乐 在里面行走 你用这个过程 不要再将它 视为某一样 你必须忍受的东西 而是将它 当成是你的工具 用它 来创造古往今来 最高贵的体验 实现 你神圣的自我 那我要怎样才可以做得到 最好的办法是些什么 不要将你今生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尋求揭示 所有生活秘密的过程之中 这些秘密成为秘密 是有原因的 将这些秘密交给神去保管 将你的当下 用于最高的目标 去创造和表达你的真实身份 确定你的身份 你的理想身份 然后尽最大的努力 去获得它 动用你有限的理解能力 将我所说的 有关于时间的说话 作为基础 建立起 对于你自己最伟大的期许 如果有一个 关于未来的印象 浮现在你的脑海 请你正视它 如果有一个 关于前世的观念 走入你的思维 不要忽略它 而是去看看它 对你有什么作用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认识到 有条路可以令到你 在此时此刻 更加光荣地创造 展现 表达和体验 你的神圣自我 那就请你踏上那条道路 我将会令到你 认识到这样的道路 因为你请求过我 写下这本书 标志着你正在请求我 因为如果没有开放的头脑 开放的心灵 和做好认识 准备的灵魂 这个时候的你 就没有办法 在你眼前 把这本书写下来 对于那些 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人来说 情况也是如此 因为这本书 也是他们创造的 如果不是 他们现在 怎会可以体验到他 每个人都创造 正在被体验到的每一件事 也可以这么说 我在创造正在被体验到的每一件事 因为我就是每一个人 你明不明白 这里的和谐之美 你见到其中的完美吗 所有这一切都混合于一个简单的真相 我们是一体的 讲完时间 那不如跟我讲讲空间吧 空间 是展现出来的时间 实际上 空间这一件事 是不存在的 它是纯粹和虚无的 里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空间 万物皆事物 直面最虚无的空间 也充满了稀薄的气体 这些气体覆盖着的区域 无限宽广 乃至 它们似乎是不存在的 就算把这些气体抽走 那 也还有能量在这里 纯粹的能量 震动和摆动 就是这种纯粹能量的体现 万物都以特定的频率在运动 这种 也是纯粹能量的体现 这种模型的能量 就是将物质最合起身的空间 我姑且使用 你们的线性时间模型 以前 宇宙间所有的物质 都曾经被压缩成为一个细微的点 你无法想象 这个点的密度究竟有多大 但是 那是因为 你觉得目前存在的物质密度 已经足够大 实际上 现在你们所谓的物质 其实大部分都是空间 所有固体的物品 只得百分之二是固体的物质 其他的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空气 所有物体最细微的粒子之间的空间 是巨大的 就好像你们在夜空之中 各个天体之间的距离一样 但是 你们就竟然 叫这些物品 叫做固体 整个宇宙 的而且确实曾经是固体 当时 物质的粒子之间 的确并没有空间 所有物质都消除了物质之中的空间 这个巨大的空间消失之后 全部的物质所佔据的地方 比针尖还要小 的确有过某个时间 在那个时间之前 根本就没有物质 只得最纯粹 最崇高的振动能量 你们 叫它做反物质 在这个时间之前的时间内 在你们所认识的物质宇宙存在之前 并没有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东西 有些人认为 这里就是乐土 又或者是天堂 因为 那时候没有物 也即没有卦外 在太初之时 纯粹的能量 也即是我 在震动着 摇摆着 以极快的速度形成了物质 宇宙间的所有物质 你们 也都可以完成这种状据 实际上 你们每天都在这样做 你们的各种思维 都是纯粹的震动 他们可以 而且确实可以创造出有形的物质 如果你们 有足够多的人 持有相同的思维 你们就可以影响 甚至创造出部分的物质宇宙 这个道理 我在第一卷里面 已经详细地解释过 那宇宙 现在是不是在扩张 没错 以你无法想像的速度 那它 会不会永远地扩张下去 不会 驱动扩张的能量 最终将会消退 而联合万物的能量 将会增长 然后 会再次将万物 拉回去 原先的模样 你是不是真的说 宇宙将会摊缩 没错 万物将会反扑贵振 你们将会再次拥有天堂 没有物质 借得纯粹的能量 换而言之 只有我 到最后 一切将会归于我 这个就是你们那句 万物皆归于此的起源 那就是意味着 我们将不会再存在 不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 但你们将会永远地存在 你们不可能不存在 你们就是存在的本身 那宇宙在探缩之后 会怎样 整个过程 将会重新开始 所谓的大爆炸 将会再次出现 另一个宇宙将会诞生 它将会扩张和探缩 然后 它将会将同样的事情再做一次 如此循环往复 直至到永远 这个 就是神的呼吸 好吧 这样听起身都非常有趣 但它和我的日常生活 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这样 将大量的时间 将会有助于你理解你的内心生活 生活 将会循环不息 万物都是循环往复 如果你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你将会享受生活的过程 而不仅仅是忍受它 所有事物都在进行循环运动 这是生活的自然节奏 万物皆以这种节奏运动 万物都顺着这个潮流 所以圣经上面写 凡事皆有定期 天下万物 均有其事 睿智的人懂得这个道理 聪明的人使用这个道理 很少有男人 好像女人那样 那么懂得生活的节奏 女人不胜到依照那种节奏生活 她们和生活的节奏保持同步 女人比男人更加可以 顺应生活的潮流 男人想要退开 拉近 抵制 引渡这股潮流 而女人就体验它 然后信应它 从而制造出和谐 女人听得见 风中花朵的阴魂 她看得见 无形之味 她感受到生活的牵引 推动和催促 她知道何时奔跑 何时血色 何时笑 何时哭 何时坚持 何时舍弃 大多数女人 很大方地离开她们的身体 大多数男人抗拒离开 女人 处在身体之中的时候 将她们的身体照顾得很好 而男人对待她们的身体 就十分之差 她们对待生活的情况 也同样如此 当然 凡是规则都会有例外 我在这里所说的是 泛指 我说的是 到目前为止出现的情况 我只是说 普遍的现象 但假如你 可以抹大双眼去看看生活 假如 你可以正视 你现在曾经见到的景象 假如 你承认事实 那你 将会发现 我这种普遍性的说法 是符合实际的 但这一点令我很难接受 我觉得 女人的身体好像比男人更高级 她们的本质似乎比男人要好得多 阴和阳 都是美妙的生活节奏的组成部分 某一种存在要素 并不会比另外一种要素更完美 又或者优秀 这些要素 无非都只不过是要素 男人很明显体现了神圣的另一面 在女人看起身 同样是值得羡慕的 不过 曾经有人说过 身为男子 乃是一种测试或者考验 当你做男人的时间足够长久 也就是说 当你受救了你自己的愚蠢 当你自己闯下的祸 已经带来足够多的痛苦 当你已经伤害过足够多的人 乃至不再继续你自己的行为 当你用理性取代暴力 用同情取代歧视 用求和取代求性 那你将愿意变成女人 当你明白强权并非真理 当你懂得欺人并非强者的表现 帮助人才是 当你知道 拥有绝对权力的人 无需对他人发号施灵 当你明白这些道理 那你可能会有资格拥有女人的身体 因为 那意味着 你终于理解到他的本质 那你的潜台词 不是说女人比男人更加好吗? 并不是 不是更加好 而是不一样 这个 只不过是你的判断 在客观现实之上 无所谓更加好 又或者更加坏 只是得现实 和你希望见到的现实 而不会比动更加好 上不会比下更加好 这个道理我已经讲过 所以女性并不比男性好 性别只是性别 就好像你只是你 但是 你们之中 没有人受到限制 你们可以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 选择你们想要的体验 在你一生 又或者来生 或者是来生的来生 正如你们在前生做过的这样 你们每个人 永远都是有选择的 每个人 都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 每个人的体内 都有红性和痴性 你们在表达和体验哪一种性别的时候 感到快乐 那就去表达和体验那种性别了 不过你要知道 你们每个人 都可以选择成为男人 又或者女人 我现在还不想切换到其他的话题 我希望深入地探讨这个性别问题 在上一卷的结尾 你承诺要更加详细地 谈论男女之间的性事 是啊 我想现在 是我们 也就是你和我 谈论性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创造两性 你是否认为 我们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繁殖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这些叫做性生活的美妙经验呢 当然 不要觉得羞恥 不要觉得内疚和害怕 因为羞恥并不高尚 内疚并非善良 害怕并非光荣 不要带着淫念 因为淫念并非情欲 不要想着去禁欲 因为禁欲并非自由 不要强迫对方 因为强迫并非汗亡 很明显 也都不要想着用性去控制人 又或者获取权力 因为这些和爱好无关系 但是 是不是可以只为了个人满足而性交呢 答案令人很惊讶 可以 因为个人满足 是至爱的同意词 在长时间以来 个人满足一直都遭受到严厉的谴责 所以人对待性 硬是怀着强烈的负罪感 那些人说 你们不可以将某一种具有个人满足功能的东西 用于个人满足 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 你们不知道应该怎么算好 于是乎你们决定 如果你们在性交期间和过后觉得很美好 你们将会为此感到内疚 你们觉得 内疚一下 至少都还可以说得过去 那就好像 你们所有人都认识的那个高盛 他的名字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他通过唱歌 赚了数百万美元 有人问他 如何看待成功的歌唱生涯 和获得的财富 他说 我简直有点内疚 因为 我非常之厌爱唱歌这件事 他的言下之意很明显 如果你做的事情 是你厌爱的事 那你就不应该从中赚钱 大多数的人 通过做他们讨厌的工作 来赚钱 至少应该是 某一些困难的工作 而不是那些 可以带来无尽乐趣的工作 所以这个世界的看法是 如果你对他有负面的感受 那你就可以享受他 你们通过用内疚 来对某一样 你们觉得好的东西 产生坏的感受 以此 你令到你们自己 和神达成和解 你们以为神 并不想令到你们 对任何东西产生好的感受 你们尤其不应该觉得 身体的愉悦是好的 千万不可以觉得性是好的 你阿嬷 经常都会在你耳朵 小小声地说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热爱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热爱你的自我 也都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 你必须热爱性 和你的自我 对性交上引 又或者对其他任何东西上引 的确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好处 不过 热爱他 是可疑 每日请你说十次 我爱性 再说十次 我爱钱 现在 你想不想再来一个劲爆点的说法 请你再说多十次 我爱我 下面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也都是大家认为 你不应该爱的 去爱他们 权力 永远 名望 成功 成功 defect пос America 你看 如果你爱他们 你应该于感到内疚 其他人的爱大 更加了 更多 明白怎么做 救命,慢着,这里还有最大的愧疚 你最应该愧疚的时候,就是当你觉得你认识神 难道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趣吗 令你终身感到愧疚的,竟然是这些你最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去热爱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你对他们的爱,可以将他们吸引到你的身边 这些是生活的要素,如果你爱他们,你就是爱生活 如果你宣布你渴望他们,你就宣布了你选择所有由生活提供的好东西 所以选择性了,所有你可以得到的性 选择权力了,所有你可以掌控的权力 选择名望了,所有你可以获得的名望 选择成功了,所有你可以取得的成功 选择胜利了,所有你可以体验到的胜利 不过,不要用性代替爱,而是将它作为爱的庆典 不要用权力来欺压人,而是用它来救济人 不要将名望本身视为目标,而是视为达到更宏伟目标的手段 不要为了成功,而令到他人付出代价,而是将它作为帮助其他人的工具 不要选择造成他人失败的胜利 要选择那种无损于人,甚至乎有益于人的胜利 勇敢地去选择其他人的爱戴 但是,要明白其他人,也都可以是你爱戴的对象 并且去爱戴他们 勇敢地去选择变得更加好 但不是变得比其他人更好,而是比原来的你更好 勇敢地去选择拥有更多 但是,只是为了你有更加多的东西可以付出 是啊,去选择明白如何做,以及明白为什么 这样,你就可以和其他人分享所有的知识 无论如何都要选择认识神 实际上,先选择这一件事 其他的一切将会随之而来 你终生受到的教育是付出比杀取更加好 但是,你没办法付出你并不拥有的东西 所以,自我满足才会如此重要 所以,他受到鄙视是一件十分之不幸的事情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非损害他人利益的自我满足 这样,并不是提倡你忽略其他人的需求 不过,你在生活之中也不应该忽略你自己的需求 给予你自己大量的欢乐 你将会有大量的欢乐可以给予别人 佛教密宗的圣爱大师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鼓励打飞机,又或者自慰 但你们有些人实际上认为 打飞机,又或者自慰,是一种罪 打飞机?自慰?不是吧? 你是不是过分了一点?这本书是一本来自神的书 你竟然说完这些东西,你怎么可以说这些词汇? 我知道,你对智慧有看法 我没有,但很多的读者可能会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说过我们正在制造的这本书 是要给其他人看的 没错 那你为什么还要特意去冒犯他们? 我并没有特意去冒犯任何人 人可以选择是否被冒犯 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你真的觉得 我们可以很坦率和开放地 谈论人类的性生活 同时,又不会令某些人感到被冒犯吗? 那也不是,但这个话题实在有点过分 我觉得,大多数人尚未做好聆听神,谈论,智慧这件事的准备 如果这本书里面,神只是谈论大多数人准备好聆听的问题 那么,他将会是一本微不足道的书 当神说话的时候,大多数人对神的说话都没做好聆听的准备 他们通常要等两千年 好吧,那你继续说吧 我们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震惊了 那就好了 我只是用这种生活体验来说明一个大道理 我顺便说一声 你们每个人都曾经参与过这种体验 但是,就没有人愿意提起它 我再跟你说一个大道理 给予你自己大量的欢乐 你将会有大量的欢乐,可以给予别人 物宗,这个宗牌对性的表达放射 是十分之恰当和高级的 物宗的上司知道 如果你带着性饥饿去性教 那么你取悦对方 体验到灵魂和肉体欢乐 而长久地交融的能力 就会大大下降 顺便跟你说一声 体验到灵魂和肉体欢乐 而长久地交融 正正是体验性爱的最高理由 所以,物宗的恋人 往往都是先自我取悦 然后再去取悦对方 他们通常当着对方的面 取悦自我 并且给予此鼓励和帮助 充满爱意感为对方指引 然后等到最初的饥饿得到满足 相放更深的渴望 对长时间交合带来的狂喜的渴望 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 临离尽的性生活是欢愉的 活潑的 充满爱意的 它由几个部分组成 这种相互的自我如愿 就是其中之一 你们所谓的交求 做爱 可能只可以持续两个钟 甚至乎还做不到 对于你们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些事情 顶拢就是一次 二十分钟的运动 也就是说 如果可以坚持二十分钟 你们就要借天借地的了 我真是怎么都猜不到 这本书 竟然会变成性爱手冊 它不会 但是就算 它真的变成性爱手冊 那么 也都没有什么不好 关于性生活 和它最神奇 最有益的表达方式 大多数人 仍然所知无多 不过 我想说明的 依然是那个大道理 你给予你自己 越多的欢乐 你就有越多的欢乐 可以给予别人 同样地 如果你给予你自己力量 而得到欢乐 你就有更多的力量 可以和其他人分享 关于明望 财富 永运 成功 又或者其他任何 令到你感觉良好的东西 情况也都如此 是的 我觉得 我们应该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有些东西 会令到你感觉良好 好啊 听你说 为什么呢 感觉良好 是灵魂大哑 我就是我的放食 就好像你在班房里面 MISS在里点名 当你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你没办法不说自己到了 是不是 是啊 没错 感觉良好 就是灵魂报道的方式 现在有很多人 对这种 去做令到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情的想法 冷嘲热逢 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成功地向你自己 否定那些令到你感觉良好的东西 而是因为你赋予自己这些欢乐 并且发现某些更加美妙的事情 因为假如你从来都没吃过猪头骨 那你又怎样可以认识到某一样东西 是山珍海味呢 宗教叫你们听他的说话 这样正正是所有宗教必定失败的原因 而灵性将会永远获得成功 宗教要求你们学习其他人的体验 灵性催促你们尋找你们自己的体验 宗教没办法容纳灵性 它没办法忍受灵性 因为灵性可能会引导你们 得出有背于某个特定宗教的结论 而这种情况 是没有哪一个现存的宗教可以容忍到的 宗教鼓励你们探索其他人的思想 将它们视为自己的思想 灵性邀请你们 劈低其他人的思想 创造出你们自己的思想 感觉良好是一种方式 你用它来告诉你自己 你在产生良好感觉之前 你最后的思维是实相 最后的话语是智慧 最后的行动是爱 只要去看一下 令到你感觉良好的是什么 你就可以明白 你取得了多么遥远的进线 多么高级的进化 不要通过否定 又或者避开那些令到你感觉良好的东西 来强迫你自己在进化的路上 走得更加远更加快 自我否定就是自我毁灭 不过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自我规范并不等于自我否定 自我规范是主动的选择 人决定自己的身份 并且依据这个决定 去做又或者不做某些事情 如果你算称你自己是尊重他人权利的人 那不去道士 不去抢劫他人 不去强奸 不去掠夺的这些决定 根本上就不是自我的否定 而是自我的宣言 所以说要衡量一个人 在进化的道路上面 走了多远 只需要看一下 令到他感觉良好的 是什么 那就可以了 假如不负责任去行动 假如以某种 你明知会损害其他人 又或者会为其他人带来麻烦 痛苦的方式去做事 你会感觉良好的话 那你在进化的道路上面 就走得不是很远 觉悟是这里的关键所在 每一个家庭和社区里面 长者的任务 是要在年轻人之中 创造和传播这种觉悟 神的使者从事的工作 与此相同 提升所有人的觉悟 令到他们明白 伤害或者帮助一个人 其实就相当于 伤害又或者帮助传播人 因为 我们是一体的 当你从我们是一体的立场出发 你绝对不可能发现 伤害其他人 会令到你感觉良好 那些所谓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都将会消失 正正在这些参数之内 进化之中的生灵 才可以体验生活 正正在这些参数之内 我才会建议你们 允许自己 去拥有生活提供的一切 你们将会发现 生活提供的东西 比你想到的更加多 你是你所体验到的东西 你体验到你所表达的东西 你表达你拥有的东西 你拥有你赋予给自己的东西 我很喜欢这个观点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回到原先的问题里面 可以 我创造两种性别的原因 和我赋予万物 赋予整个宇宙 以阴和阳两种属性的原因 是相同的 男性和女性 是阴阳的组成部分 在你们的世界之中 男女是阴阳最高级的 生命表现形式 阴阳的表现形式 有很多种 两性是其中之一 阴和阳 此和彼 这样和那样 相同下 冷同热 大同小 快同慢 物质和反物质 必须有所有的这些意缘对立 你才可以体验到 你现在认识的生活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这种 叫做性能量的东西呢 恋爱地表达 开放地表达 活泼地表达 欢乐地表达 勇敢地表达 热切地表达 神圣地表达 浪漫地表达 幽默地表达 自发地表达 动人地表达 创新地表达 坦荡地表达 感性地表达 当然 还要经常地表达 有人说 人类性生活唯一的合法目的就是凡显生色 胡说八道 凡显生色 是大部分人类性经验的快乐后果 而不是他的逻辑前提 因为有节奏的能量流 不可避免的结果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由那种能量流驱动的 我为万物灌输了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将它的信号发送到全宇宙 所有的人 动物 花草 岩石 树木 所有有形的东西 都会好像无线电发射器一样 发射出能量 现在 你正在你所住的位置 向四面八方传送出能量 放射能量 这种能量 就是你以电波的模式 向外移动 这种能量离开你 穿过墙壁 穿过山墨 经过月球 直到永恒 它永远 永远都不会停止 每个你有过的想法 都会影响这种能量 假如你挂住某一个人 而对方又足够敏感 那么他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思念 每个你说过的字眼 都会改变这种能量 每件你做过的事情 都会左右这种能量 你发射这种能量的振幅 速度 波长 和频率会不停地跟随着你的想法 心情 感受 话语和行动而改变 你曾经听人说过 发出善意的信号 这句话所说的 的确是事实 这种说法非常准确 从本质上来说 其他所有人做的事 也都是相同的事情 于是乎 以太 也就是你们之间的那些空气 充满了能量 这些相互交织的个人信号 形成的举阵就好像一块地毯那样 它复杂的程度是你永远都想象不到的 这种偏称物就是你们生活在其中的复合能量场 它十分之强大 影响到万事万物 包括你 然后 由于受到其他人 向你发送过来的信号的影响 你会发送出各种新创造的信号 这些信号 反过来 也会加入到举阵里面 引发它的变化 它会反过来 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的能量场 会影响到他们发送的信号 从而 也会影响到举阵 这个举阵 又会影响回来 如此循环往复 无穷无尽 现在你可能会觉得 这种讲法 纯粹是天花乱续 乱说二十四 但是 你难道曾经没有走入过 某一个空气影中刀 就算你拿刀切开它 都切不开的房间吗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有两个科学家 分别处在地球的两端 同时研究相同的问题 各自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底下 转研那个问题 然后又在突然之间 他们各自独立地 同时地得到相同的解决方法 你们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他们都是举阵存在的证明 举阵 是一个无处不在的 复合能量场 举阵 是一个强大的信号 它可以直接冲击 影响和创造各种有形物体 和事件 如果有两个人 或者以上的人以我的名义最后 你们通俗的心理学 叫这种能量举阵 做集体意识 它能够 而且的确影响你们星球上的万事万物 你们的星球 究竟是战火纷飞 还是和平安定 是山崩地裂 还是风和日丽 是瘟疫横行 还是病痛绝绩 没有一样东西 不受到它的影响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意识的后果 你个人生活中 最为具体的事件 和警方 也是这样 你说的话很有趣 但是它和性有什么关系 给点耐心 下面我就会讲到 世界上所有事物 一直都在交换能量 你的能量 不停地向外散发 触碰其他所有事物 其他所有事物 和所有人 也都在触碰你 但是现在 有件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在你和其他所有事物之间 的某一个点 这些能量交会了在一起 为了更为形象地描述 我们想象 房间里面有两个人 他们分别 站在房间的两边 我们就叫他做汤姆 和玛丽 现在汤姆的能量 四面八方地向宇宙发出 关于汤姆的信号 有些能量波 击中了玛丽 与此同时 玛丽 也都散发着他自身的能量 其中有一些 也都击中了汤姆 但是这些能量 以某一种 你可能从来都没想过的方式相遇 他们 在汤姆和玛丽之间的终点交回 不要忘记得 这些能量是物理现象 他们可以被测量和感知 他们的能量彼此交融 合成了一种新的能量单位 我们就叫他做汤玛丽 汤玛丽是汤姆和玛丽 复合而成的能量 汤姆和玛丽 完全可以称这种能量 叫做我们的结合体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 他是将双方联系起身的能量体 双方延面不绝地将能量灌输给他 而他又通过永存在举阵之中的线路 又或者渠道 将能量回归给他两个母体 实际上 这种渠道就是举阵 这种汤玛丽的体验 正正就是汤姆和玛丽的实相 双方正是受到这种神圣结合的吸引 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渠道 感受到那个结合体 那个统一体 那个光荣联合体的至高欢乐 站在房间两边的汤姆和玛丽 都可以切实感受到举阵里面的情况 双方受到这种体验的强烈吸引 他们想要彼此靠近 立即靠近 现在 他们受过的训练出现 世界 已经训练他们 慢着来 怀疑那种感受 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抑制自己的情感 但是灵魂 想要认识汤玛丽 现在就想认识 如果这两个人是幸运的 他们将会有足够的自由 去抛开他们的恐惧 并且相信他们之间 是汤玛丽 他们努力要到达 已经存在在他们之间那个 神圣联合体所在的地方 他们已经知道 那个地方 他们是一体的 也都知道 用为一体是怎样的感受 所以这两个人 正迈向他们 正在体验的这种感受 他们越走越近 逐渐缩短线路 于是双方 传输给汤玛丽的能量 所经过的路程 也都越来越短 强度 也都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大 他们靠得更加近 距离变得更加短 强度变得更加大 他们再靠近一些 强度再次增长 现在他们双格 只是得几尺 他们的结合体 越来越刺热 已经人的速度震动着 双方与汤玛丽之间的联系 越来越绸密 越来越宽广 越来越明亮 由于难以自信的能量交换而发热 那些人说 这两个人肉火焚身 的确就是这样 他们贴得更加近 现在 他们触碰到对方 那种感觉 简直令到人顶不住 实在太过美妙了 在相互触碰那一刹那 他们感受到 汤玛丽的所有能量 他们的复合体 那些浓愁 而且厚实的统一实质 如果你被自己 处于最敏感的状态 当你们相互触碰的时候 这种美妙而升级的能量 会令到你打冷震 有时 这个冷震会震片你全身 又或者当你们相互触碰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火热 这种火热 也都可能会触碰你的全身 但是 它主要集中在你的丹田深处 也就是 你的能量中心那里 能量 在丹田之中燃烧得特别强烈 现在 可以说汤玛丽和玛丽 都为对方而发言 这个时候 双方互相拥抱 他们之间的距离 又缩短了 汤玛丽和汤玛丽 差不多都位处在相同的地方 汤玛丽和玛丽 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汤玛丽 他们 想要靠得更加近 想要切切实实地 和汤玛丽相拥 想要变成有型的汤玛丽 我创造的男性身体 和女性身体 可以这样做 这个时候 汤玛丽和玛丽的身体 准备这样做 汤玛丽的身体 现在准备 真是要进入玛丽 而玛丽的身体 就已经准备好 真正地接纳汤玛 那种打冷震 和火热的感觉 现在越演越烈 美妙到难以言语 双方的身体合意为一 汤玛 玛丽和汤玛丽 变成一体 活生生地 三位一体 他们之间的能量 仍然在流动 急切 热烈地流动 他们喘息 他们愚动 他们拼死老命 想得到对方 拼死老命 想要彼此贴近 他们努力地相互贴近 再贴近 再贴近 他们爆炸了 真是爆炸了 他们的整个身体 都扭曲了 冲击波 荡漾到他们的指尖 在这种合意为一的爆炸里面 他们认识到男神 和女神 最初和最终 实在和虚无 认识到生活的本质 那种当下的体验 这个过程之中 也包含了某一些 物理化学的反应 双方合意为一 而且通常会创造出第三个实体 有形的实体 汤玛丽的化身 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这两个人 用他们的肉和血 创造出有血有肉的实体 他们 真是创造了生命 难道我没有说过 你们 都是神吗 在我听过对人类性生活的描述里面 这段描述 是最美丽的描述 如果你想见到美丽 那你见到的就是美丽 如果你很害怕见到美丽 那你见到的就是丑陋 如果你知道 不知道有多少人 觉得我刚才所说的说话 很丑陋 那你可能会很惊讶 我不会惊讶 我一早就见识过了 这个世界已经将太多的恐惧和丑陋 安放在圣的周围 但是你这种说法 的确令到人而斗重生 你有什么疑问 我都可以解答 但是请允许我 再稍微深入地展开 刚才的话题 然后你再提问 没问题 那请你继续 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武道 我刚才解释过的这种能量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在万事万物之中发生 你的能量就好像金色的光芒一样 在你身上发出来 它持续地和其他所有事迈 其他所有人发生接触 双方的距离越近 在你的星球和宇宙里面 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 都不停地朝所有方向 散发能量 这些能量相互交错 它们偏僅而成的网络极其复杂 就连你们最先进的电脑 也都没办法分析 这些错综复杂 彼此交绩的能量 在一切你们称为物体的东西之间流动 正正因为有这些能量 物体才可以得以存在 这个就是举阵 我先前所说过的举阵 你们正是通过这个举阵 彼此发送信号 各种信息 意义 疗效 以及它的物理效应 这些信号 有时是由个人创造出来的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由集体意识所创造出来的 就好像我已经解释过的这样 这些数量难以计算的能量相互吸引 我们姑且叫它做吸引定律 在这种规律之中 同类相及 思维通过举阵 吸引与之相同的思维 假设足够多的相同能量聚集起身 那么它们的震动 就会变得更加沉重 震动的速度 也都将会慢下来 所以有些东西 就会变成物质 思维 的确可以创造有形之物 当很多人都想着同一样的事情 他们的想法 非常之有可能会实现 所以 我们将会为你祈祷这句说话 是十分之强大的宣言 有太多的例子证明 共同祈祷是有效的 这些事例足够写成一本书 负面的思维 也都的确可以创造效应 例如 那种恐惧 愤怒 鬼法 又或者是贫困的全球意识 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 或者在某一个 这些集体观念最为强烈的特定地区 创造出相应的体验 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地球上有个国家叫做美国 长时间以来 他自认为 在神之下 不可分割 所有人享有自由和正义的国家 这个国家 可以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绝对不是偶然的 不过 这个国家 如金正逐渐失去 他曾经费尽心血 所创造的一切 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这个国家 似乎喪失了他最初的宏徒 在神之下 不可分割 这几个字 就好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们所表达的 是宇宙之间 万物皆统一的真相 这种一体性的举阵 是非常难以破坏的 但是 这个举阵 已经遭到削弱 宗教自由 变成了仓道排斥异己的宗教自大 个人自由当然无存 因为个人责任 已经消声匿迹 个人责任的观念周到曲解 现在他意味着 每个人为自己负责 这种新哲学 自以为他呼应着的是 早期美国的绝对个人主义传统 但支撑着美国宏徒 和美国的梦想的基础 是个人责任的最初意义 他最深的含义 和最高的表达 只可以 在同胞之外之中找到 美利坚 之所以可以成为伟大的国家 并不是因为 每个人都为他自身的生存而奋斗 而是因为每个人 都肩负着为所有的人的生存而奋斗的 个人责任 以前的美国 不会对饥饿者示弱无睹 不会将贫困者拒之千里 他会向身心俱备的人 和无家可归的人 打开双臂 他会和全世界分享他的风雨 但是 在美国变得伟大的过程之中 美国人变得贪婪 并不是全部的人都是这样 但位数众多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贪婪的美国人越来越多 美国人明白 拥有财富十分美好 所以他们想要拥有更多 但是 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方法 只得一种 这就令到其他人拥有的财富 变得越来越少 于是贪婪取代慷慨 成为美国的国民性 同情窮苦的人 也都越来越少 贫困的人被告知 他们之所以家徒四壁 那是因为 他们自己犯了一个 不应该犯的错误 毕竟美国是机会之地 对不对 除了贫困的人 没有人愿意承认美国的机会 其实是有限的 社会制度 将机会都留给那些 处于有利地位的人 总体来说 这些人当中 并没有弱势群体 例如 那些属于某一种肤色 又或者性别的人 在国际社会上 美国人也逐渐傲慢起身 全球挨握的人数以百万计 美国人每日将足以养活 很多国家的食物 统统丢掉 是 美国对某些国家 的确很大方 但是它的外交政策 越来越成为 它自身既得利益的延伸 美国也都会帮助其他国家 但是前提 这样做对美国有着数 也就是说 美国不会帮助其他国家 除非这样做 对美国的达官贵人 互相巨股 保护这些上层阶级的战争机器 和他们的集体财产有好处 美国的开国理念 同胞之外 已经遭到侵蚀 现在美国的权贵 不会想要成为同胞的守护者 他们信奉一套全新的美国主义 要誓死保卫自己的利益 那些胆敢要求得到公平对待 改变悲惨处境的穷人 将会遭到冷嘲热逢 每个人必须为他自身负责 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 但是 借得每个人都将所有人视为整体 愿意为所有人负责的时候 美国和你们的世界 才可以犯荣枪成 也就是说 集体意识将会导致集体结果 Exactly就是这样 这个道理在你们的历史上反反复获得到证实 举震吞噬他的自身 这个正正是你们的科学家 描绘的所谓黑洞现象 它令到同类能量相互吸引 甚至乎令到物体相互靠近 这些物体在相遇之后 必须相互排斥 相互离开 如果不是 它们将会永久地融合 它们现有的形状将会消失 以新的形状出现 有意识的生灵 全部都很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全体有意识的生灵 都避免这种永恒的融合 让它们可以和其他的生灵 维持关系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它们将会融入所有其他的生灵之中 并且体验到永远的一体状态 我们正正就是在这种永远的一体状态之中走出来的 离开这种状态之后 我们不断地重新被它吸引 这种来回往复的运动 是宇宙的基本节奏 万物都处于这种运动当中 而所谓成就是神人合一的能量交换 你不断地受到他人的吸引 这种引力推动你去和它 又或者举阵里面的一切统一 然后在统一的时刻 你又有意识地选择避开这种统一 你选择了脱离它 以便可以体验它 因为你如果成为统一的组成部分 你将无法认识到他就是统一 原因就是你不再认识分离 也就是说 如果要认识到他自身就是宇宙之间的一切 神必须认识到他自身并非宇宙之间的一切 通过你以及通过宇宙里面的每个其他的能量单位 神认识到他自身是全体的部分 从而可以通过他自身的体验 认识到他自身就是全体的全体 唯有通过体验非我 才可以体验到我 我就是非我 所以你应该明白这种神圣的意愿论 我才会宣布 我就是我 就好像我讲过的这样 这种自然的循环往复 这种宇宙的自然节奏 是一种典型的特征 它属于所有生命 包括那种在你们的实相之中 创造生命的运动 你们好像受到某些急切力量的推动 拼死老命地贴近对方 过一阵又彼此分开 然后又迫切地再次相互靠近 再次分开 再次饥渴 激烈 迫切地寻求彻底的结合 结合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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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身体就是这样舞动 这种运动就是如此简单 如此本能 乃至你们根本上就无需刻意为止 有时候 你们会自动跳这种舞 你们无需告诉身体要如何做 在生命的催促之下 他们会直接地进行这种运动 这种运动就是生命的本身 它表达了它自身就是生命的本身 是在它自身最亲密的体验之中 制造新生命的生命本身 所有生命 皆以这种节奏运转 所有生命 全部都拥有这种节奏 所有全部生命 都吻含着神的温柔节奏 你们称之为生命的周期 龙作物以这样的周期成长 随着归节而离 随着归节而走 星球自转和公转 太阳爆炸和坍缩 然后又再次爆炸 宇宙吸气和呼气 所有的这一切都和神 也就是全体的频率相符 进行着相同的周期 相同的节奏 相同的振幅在此发生 因为神就是全体 神就是一切 除了神 宇宙之间别无所有 而一切存在于过去 存在于当下 亦将存在于将来 你们的世界 将会永无末日 阿门 跟你聊天真是有意思 因为你提出来的问题 硬是会比答案多 除了性之外 我对政治也有很多疑问 有人说 性和政治是同一件事 在政治领域 你们所做的 无非就是 等等 你不会又想说粗口吧 是呀 我想 我应该来一些敬包一点的东西 喂喂 不要住先 你不要说了 神不应该说粗口的 那你们为什么又说了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说的 哈哈哈哈 你们不说 那 看来是我撞鬼了 至少 那些敬畏神的人 不会说粗口 哦 我明白了 你们必须敬畏神 才可以做到 不去冒犯他 而又是 谁跟你们说 我会给简单的一句说话 冒犯呢 还有 你们有些人 在高潮的时候 会用某一个字 来描绘伟大的性 但是你们 也都会用这个字 来骂人 你不觉得 这件事很有意思吗 难道你们不觉得 这样 与你们对性生活的感受方式 有关吗 我想你应该搞错了 我不认为 人们会用那些字眼 来去营养美妙 和真正浪漫的性生活 真的这样 你最近 有没有去过 哪个人家的房间 没有啊 你呢 我一直 都在所有人 家的房间里面 哈哈 那 大家就会很不好意思 什么 你是说 你们在房间里面 所做的事 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做 无论怎么说 有个人 在前面 看着你做 怎么都会有点 怪怪的感觉 更何况 那个是神 不过 在有一些社会里面 例如说 澳洲土著的部落里面 又或者 在某些 玻利尼亚群岛上 做爱 是相当公开的事情 话是这样 但大多数的人 还未进化到 那种自由的境界 在大家的心目中 这些行为 不单止不是进化 而是退化 它会令到人 退化到 二教徒 又或者是野蛮人的状态之中 这些 你们称为 二教徒的人 极其尊重生命 他们 不知道什么是强奸 在他们的社会里面 也没有杀人 这一回事 你们的社会 将非常之自然 正常人类的功能 也就是性 收起身 然后转身 就公开地杀人放火 这一点 才是最令人吐心的事情 你们将性 变成了十分 安装可耻的禁忌 所以 你们才会觉得 做爱很难遗情 你又胡说了 大多数人 只是对待性 会持有不同的礼教观念 他们甚至乎 可以说是更加高级的 因为他们觉得 性是私隐 而有些人认为 性是人际关系里面 最神性的部分 缺少私密性 并不等于缺少神性 人类最神性的仪式 大部分都是公开举行的 请不要混淆 私隐和神性 人类最恶劣的行为 大部分都是在 私下的情况下进行的 你们只是会选择 最高上的行为 公之于众 我并不是提倡 要你当众做爱 我只是想指出 私隐 未必等于神性 公开 也都不会夺走 你们的神性 至于礼教 在人类所有的观念当中 就他会限制 男女最大的 欢乐这件事来说 他和他背后的 行为规范 其实仅次于那种 因为神 会惩罚人的理论 他令到人 不够胆尽情地享乐 你明显对礼教很有意见 礼教的问题在于 必须有人来制定标准 由其他人来规定你们 应该为什么而快乐 那当然就意味着 你们的行为 会受到其他人的限制 引渡和指使 就性生活和其他方面的事务来说 礼教不单只会限制你们的本性 它还会毁灭你们的本性 有些人觉得 他想要体验某些东西 然后就竟然原地踏步 因为他认为 自己所梦想和渴望的东西 将会违背礼教的标准 这件事 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你不要忘记 他们并非不想这样做 只不过是 这样做 是违背礼教的 永远永远 不要只是因为某样事情 可能违反其他人的礼教标准 而不去做 不单只在性生活方面应该是这样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也都应该是这样 如果我要贴一句口号 在我部车的保险杠上面 那我将会这样写 打破礼教的家所 我肯定会在每间房里面 贴上这样的标语 但是我们关于对和错的观念 是社会的联合剂来的 如果没有就对错 达成相同的看法 我们又怎样可以共同地生活呢 礼教和你们那种对和错的相对价值观 毫无关系 你们可能一致认为 杀人是错的 但你们会不会一致认为 在语中裸笨是错的呢 你们可能一致认为 搞邻居的老婆是错的 但以某种特别爽的方式 搞你们自己的老婆 又或者叫你们的太太 用某种特别爽的方式来搞你们 你们会不会一致认为 这样是错的 礼教所指涉的 往往不是法律条文 而是关乎得体的规定 得体的行为 未必硬是 可以为你们带来所谓的最大利益 这种行为 很少为你们带来最大的欢乐 那如果按照你这么说 在性生活里面 只要当时人 和受影响的人都同意的话 任何行为都可以接受 生活当中的一切 不是都是应该这样的吗 但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 谁将会受到影响的嘛 又或者是 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 你必须小心谨慎 当你们真的没办法知道 没办法估到的时候 你们就要带着爱去行动 哪怕会因此而犯错 做出任何决定的核心问题是 现在爱会怎么样做 这里的爱 是爱自己的爱 也都是爱其他所有的当事人 和受影响的人的爱 如果你爱某一个人 你将不会做任何 你认为可能会伤害到 那个人的事情 如果你尚有疑虑 那你将会耐心地等待 直到你可以看清情况为止 那就是意味着其他人 会令到我们有所顾忌 他们只要说那件事会伤害他们 那我们的行动 便会受到他们限制 你并不是受到他们的限制 你只是受到你自己的自我限制 难道你愿意去采取那些 会令到你所爱之人 受到伤害的行动吗 那如果你因为没去做某一件事 而觉得难受呢 那你一定要向你所爱之人 说出你的实相 告诉他 你因为没去做某一件事 而感到伤心 沮丧 毁眉 和他说你想要去做那件事 说你希望你所爱之人 同意你去做 你一定要争取对方的同意 争取各自让步 寻找一种 令到每个人 都可以获益的行动方案 那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方案 那怎么算好呢 那我愿意 重复我之前所说过的说话 为了不背叛人家 而背叛自己 其实亦都是背叛 而且是最高的背叛 你们的沙士比亚 亦都表达过这一层意识 如果要对你的自我忠实 你必定会好像黑夜之后 就是早上那么必然 不可以对任何人有所瞒骗 但如果人 只是追随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他就会变得很自私 我不相信你会提倡这个做法 你的假设是 人 硬是会作出 你所谓的自私的选择 我和你说了 人 能够作出 最崇高的选择 但是 我还要告诉你 最崇高的选择 未必是那种 似乎对其他人有好处的选择 那就是说 有时 我们必须要将我们自己 放在手里 你们必须 永远地将你们自己 放在手里 然后根据你们想要的事情 或者想要体验的事情 再去作出你们的决定 如果你们的目标 生活目标 非常之高尚 那么你们的选择 也都将会非常高尚 将你们自己 放在手里 并不意味着 你所说的自私 而是意味着 自我觉悟 你为人类事务所定落的规矩 真是宽松的 只有施行最大的自由 才会有最大的成长可言 也才可以实现最大的成长 如果你所做的 无非是遵守其他人的规矩 那么你并不是成长 而是服从 与你们的设想刚刚相反 服从并非我想要你们 在这里得到的东西 服从不是成长 而我想要的是成长 假如我们没有成长的话 你就会将我们 打落阴槽地府 是不是 不是 这个问题 我在第一卷已经讲过 等到第三卷 我们再来仔细讨论 好 既然你定的规矩这么宽松 在我们讨论其他话题之前 我可不可以再问 几个有关性的问题 你问 如果性是人类体验上 如此美妙的组成部分 那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灵性导师都宣扬禁欲主义的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师都不近女色的呢 这样跟他们大多数的人过着朴素的生活出于同样的原因 那些进化到高级理解层次的人 能够令到他们的身体欲望 和他们的心智还有灵魂处于平衡状态 你们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生灵 大多数人就会体验到他们的身体 很多人在过了三十岁之后 甚至乎忘记了他们的心智 没有人继续看书 没有人写作 没有人教导 没有人学习 甚至遭到遗忘 他们得不到养分 他们并没有增长 没有新的输入 只是得最低限度的输出 甚至没有食粮 他没有觉醒 他混混恶恶 狐厘狐逃 你们揭尽所能去摆脱他 看电视 看电影 看那些用逐的东西 反正你们什么都做 就是不想思考 不想思考 不想思考 所以大多数人生活在身体的层次上面 为身体进射 为身体串移 给些东西身体 大多数人 很多年都没看过一本好书 我指的是 可以令到你们 学到知识的书 但他们 可以告诉你 整个礼拜的节目表是什么 讲起来 真是令到人眼淚淚 实际上 大多数人 根本不想主动思考 他们选择领袖 他们支持政府 他们皈依那些 不需要要求独立思考的宗教 哎呀 帮我解决它了 告诉我 我知道怎样做啦 大多数人想要的是这一样东西 我坐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起床 我怎么样敬礼 我什么时候付钱 你希望我做些什么 规矩是些什么 哪些我不可以做 快点告诉我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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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人告诉我 我就会去做 然后他们又会心生怨恨 大失所望 他们遵守所有的规矩 他们依照其他人的吩咐去做 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我的生活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辛酸的 他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支离破碎的 是时候重新跟你的心智做朋友啦 跟他揽头揽颈啦 你看一下他 是多么孤单 喂点东西给他吃啦 你看他 有多么饥饿 只是得很少人 明白你们拥有身体 和心智 这些人 将他们的心智 照顾得很好 但是 就算是这些尊重心智 和各种精神事务的人 顶拢 也都只是可以用到 十分之一的心智能力 而且可以用到这么多的人 还要是少数 如果你们知道 你们的心智 可以做些什么 你们将会不停地 利用他的功能 和他的力量 假如说 懂得如何 在身体和心智之间 平衡生活的人 为数不多 那么明白 你们是三位一体的生灵 就更加是 风无伦角 真是很少有人明白 你们是由身体 心智和灵魂 这三部分所组成的 但是 你们是三位一体的生灵 你们不单止是你们的身体 也都不单止是身体加上心智 你有没有喂养你的灵魂 你有没有曾经注意过它 你是在那里疗愈着它 还是在伤害着它 你是在那里成长着 还是在凋零着 你在那里扩张着 还是在萎缩着 你的灵魂 是不是好像你的心智一样 这么孤单 是不是甚至乎 比你的心智 更加受冷落 你是在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感受到 你的灵魂得到表达 你是在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 很欢乐地大喊 你什么时候创作试过 什么时候普写恶扣 什么时候在雨中起舞 什么时候凶陪过蛋糕 什么时候随意地画下画 什么时候修理下某一样 就来坏了的东西 什么时候认识过你的宝贝 什么时候将你正猫举在面前 什么时候登山 什么时候裸泳 什么时候日出的时候散步 什么时候吹口琴 什么时候聊天聊通宵 什么时候用几个钟在沙滩上面 又或者在树林里面做爱 什么时候和大自然交流 什么时候寻找过神 你上次静静地坐在那里 漫游到生命最深处的部分 又是什么时候 你上次和你的灵魂打招呼 又是什么时候 假如你好像单细胞生物 那样去生活 那你就会陷入身体的事无之中 因为你整个身体 只有这个细胞 你会陷入金钱 性爱 权力 财产 生理刺激和满足 安全感 名望 收入 假如你不止得一个细胞 你有两个 除了关心身体之外 你还会关心有关心智的事物 情意 创新 新思维 新观念的刺激 新目标 和新任务的创造 还有个人成长 假如你不止得两个细胞 你有三个 那你最终 一定会令到你自己处于平衡状态 你所关心的 除了身体 和心智之外 还包括灵魂的事物 灵性的身份 生活的目标 同神的关系 进化的路径 灵性的成长 还有终极的命运 由于进化道的意识境界越来越高 你将可以完全实现 你的生命里面的每个要素 但是 进化并不意味着 为了自我的某个要素 而抛弃其他要素 它只是意味着 放宽你的视野 不要再执迷不悟地 专注于某一个因素 而是对所有的因素 都带着真正的爱 和欣赏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师 要去呼吁我们 彻底解释呢? 因为他们并不相信 人类可以取得平衡 他们认为 禁性能量 和各种围绕着其他世俗体验的能量 实在太过强大 没有办法简单地加以调节和平衡 他们认为 禁欲 是通往灵性进化的唯一途径 而不是 只是灵性进化的可能结果 但是 有些进化到很高境界的人 他们都并绝了性 这一点是不是真的? 这样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的并绝 并不是强行放弃某一样 你仍然想要 但是知道 要了不好的东西 他们无非是简单的摆脱 和远离 就好像 你退害 摆在你自己面前的第二件餐后甜品 并不是因为这件甜点不够好 甚至乎 也不是因为 它对你来说不好 而是因为 就算它很美味 但是 你已经吃饱了 当你 能够因为这个原因 而放低你的性活动 你 可能会愿意放低 但说话又回头 你可能 会不愿意 你可能不会决定 你已经够了 你可能 永远想要这种体验 用它来平衡 你在生活之中的其他体验 这样都是可以的 这样没问题 性亢奋的人 同样有资格 达到光明境界 它的灵性进化程度 也都未必 会被那些性冷淡的人 低 光明境界 和灵性进化 促使你放弃的 其实是你 对性的痴迷 你对性体验的深层需求 还有 你的强迫性行为 同一道理 你对金钱 权力 安全感 还有其他身体体验的执念 也都将会消失 但是 你对他们油冲的欣赏 不会 也都不应该消失 欣赏生活之中的一切 就是尊重我创造的过程 厌恶生活 或者生活之中的快乐 哪怕 是最基本的生理快乐 就等于 厌恶我这个造物主 因为 你既然认为 我的造物是污蔚的 那你 会怎样看我 但是如果你 认为我的造物 是神圣的 你们 对他 和对我的体验 也都将会变得神圣 我和你说 我创造的东西 没有哪一样 是可乎的 而且正如你们的 沙士比亚所说的 并没有邪恶的东西 那些 都是思维所贴的标签 你所说的说话 令到我想起 最后几个有关性的问题 成年人之间 只要彼此同意 发生任何的性关系 都是可以的 对吗 是 哪怕是那些变态的性关系 哪怕是无爱的性关系 哪怕是同性之间的性关系 首先 让我们再次澄清 神 并不会反对任何东西 我并没有坐在这里进行审判 走去宣布 哪一种行动是好的 哪一种行为是坏的 你也都应该知道 我在第一卷 详细地谈论过这个问题 至于在你的进化道路之上 什么对你有益 什么对你有害 都是由你自己划使 不过 不过 这里有一条大多数已经进化的灵魂都赞同的指导原则 第一 绝对没有伤害其他人的行动 能够促成快速的进化 除此之外 还有第二条指导原则 凡是涉及其他人的行动 必须取得他人的同意 和许可之后 才可以付诸实事 现在 再等我们利用这些指导原则 来解答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变态的性关系 如果他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而且 是在所有人的同意之下发生的 有谁 又有什么理由 来说他是错的 无爱的性关系 自从有时间开始 为性而性的话题 一直都争论不佑 每次当我听到这个问题 我通常都会在想 我愿意在某一日 走入一个逼满人的房间 然后跟那帮人说 这里 是不是有人从来都没试过 在深沉而漫长 专一而持久的爱情关系之外 发生过性行为 有的话 请你举举手 我不妨告诉你 任何无爱的东西 都不是通往神最快捷的路径 不管是无爱的性关系 还是无爱的意大利粉 无爱的欲缘 如果你准备了一餐豪华的性言 但吃的时候 竟然没有带着爱 那你就会错过这次体验中最非凡的部分 你可能会问 错过 是不是就是错 在这里 错 仍然是有效的形容词 考虑到你们想要的是 尽可能快速地 进发到更加高的灵性境界 但是我觉得用不利更加贴切 也就是说你在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不带着爱 那就会不利于你体验 这次体验中的最非凡的部分 下一个问题 同性之间的性关系 非常之多的人想我说 说我是反对同性之间的性生活 或者是性行为 但是我并不做评判 究竟要同性恋 还是异性恋 那些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人类想要我对所有的事情 作出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 不过我每一次都会诉他们兴 我不会像他们那样作出审判 而这句说话 会令到那些宣称我是审判之源的人 感觉到十分之不舒服 我的确见到这种现象 以前人类认为 不同种族之间的痛分 不单只是不值得提倡 而且还是违背神的法律 而令人惊讶的是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这样想 当时他们用圣经 来作证他们的看法 而现在他们同样拿着圣经 来支持他们对同性恋的质疑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同种族的人 是否可以通分呢? 这个问题很荒唐 不过 那些言之作作地去否定这个问题的人 就更加荒唐 那对同性恋的质疑 是否都是很荒唐的? 这一件事由你说是 我不会对这个问题 又或者其他问题作出评判 我知道 你们希望我这样做 你们觉得 这样会令到你们的生活轻松很多 没有什么需要做决定 没有什么需要左右为难 什么事情都帮你们定好了 除了服从之外 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 这种生活 不多得 至少 就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方面 它真的不多得 但是整理的就是 反正 你们觉得这样 是没有压力的 我想问你几个有关性和儿徒的问题 我们应该在小朋友多大的时候 令到他们明白 性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小朋友 是诞生的时候开始 就知道 他们自己是有性欲的生灵 也就是说 是有人性的生灵 现在你们星球上面 很多的父母 都很害怕小朋友发现这一点 如果小朋友 把手放在错误的部位 你们就会将他移开 如果有个小朋友 纯洁地在他自己的身体上尋找乐趣 你们就会作出惊慌的反应 并且将这些惊慌 传递给你们的小朋友 于是乎 小朋友觉得很奇怪 我刚才做什么 我刚才做什么 妈妈好像很生气 我做了什么 就你们人类而言 问题并不在于 什么时候向后代介绍性 而是在于 你们什么时候 不再要求他们 否认他们自己的身份 也就是 不再否认 他是一个有性欲的生灵 等到小朋友 处于12岁 至17岁之间的某个阶段 你们大多数人放弃了这种斗争 这样就相当于跟他们说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留意你们拥有的这些性器官 可以用它 去做和性有关的事情 但当然 你们并不是通过言语说的 你们是不会谈论这些事情的 不过 来到这个时候 破坏已经造成 在过去的十几年来 你们的小朋友被告知 他们应该为这些身体的部位感到羞耻 有些小朋友 甚至乎 从来都没听过 这些部位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嘲嘲仔 又或者是下体 又或者是其他你们废尽心思想出来的词汇 你们搞这么多事情 就是为了避免去讲阴境 又或者阴道这些词汇 你们的后代 所以非常清楚地知道 凡是和这些身体部位相关的事情 都要被隐藏 回避和否认 所以 等到进入青春期之后 他们不知道 应该如何应付身体上的变化 他们根本就没做好准备 于是乎 他们的表现 当然会很差 他们对自己身上最深 最迫切的冲动 做出了一些不算得上是失当 但是 就很笨拙的反应 其实没必要是这样 而且在我看起身 你们有太多的后代 都带着极其严厉的性禁忌 规矩和问题进入成年生活 这样对他们来说 是无益的 现在 在开明的社会 如果年幼的后代 开始在他们的身上 找到欢乐 长辈并不会予以制止 扎鼻又或者是糾正 父母的性别身份 也就是父母 作为有性欲的生灵的身份 也都不会刻意回避 或者隐瞒子女 赤裸的身体 不理是父母 子女 还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都可以被看到 被当成是激起自然 十分之美好 和完全没有问题 而不是被当成某一种可恥的东西 性功能 也都被视为激起自然 十分美好 和完全没有问题 在某些社会 父母当着子女的面前教唤 还有些什么 比这件事更加可疑 令到小朋友明白 爱的性表达 是美丽、神奇、激奇快乐 和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父母不停地规范 所有行为的对和错 而小朋友 就会观察父母的所思、所说、所行 从中揣摩他们的父母 对一切事物的微妙 又或者是明显的态度 就好像之前所指出的那样 你们可能会认为这些 是异教徒 或者是野蛮人的社会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 在这些社会当中 强奸和其他由性冲动引起的罪行 完全绝职 娼妓被当成是荒唐的笑话 性禁忌和性功能障碍 更加是民所未民 虽然我并没有建议你们这样做 但你们自己的社会 现在亦都如此开放 除了在少数极为例外的地方 主流文化肯定会使这种开放 为离经半道 但是你们星球上面 所谓的现代文明 是时候采取某些措施 来终止你们整个社会 对性表达 和性经验常见的压制 审判 和灭视 那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不要在小朋友刚出生没多久 就为他们灌输这种观念 不要和他们说 所有和他们身体那一项 与生俱来的功能有关的事情 都是可恥和错误的 不要再通过延传新教 令到你们的后代以为 一切和性有关的事情 都必须隐藏起身 允许你们的小朋友 看到和观察你们浪漫的一面 让他们见到你们拥抱 触碰 和温柔的父母 让他们见到他们的父母彼此相爱 而且通过身体展现彼此的爱 是非常自然 非常美好的举动 如果你知道 有多少的家庭 从来都没有为小朋友 上过一堂这么简单的课程 你肯定会很惊讶 当你们的小朋友 就开始拥抱他们自己对性的感受 好奇和冲动 引导他们 将他们对自身的这种新的成长体验 和发自内心的欢乐喜悦 互联系起身 而不是和愧疚 还有羞恥 互联系起身 还有 看在神的份上 不要再向你们的小朋友 隐藏你们的身体 如果他们见到 你们在交游营地的香奸水池游泳 又或者在自己后院的泳池上拿泳 请你们处之太烟 不要做一些反应过度的举动 如果你们没有穿浴袍 在浴室 走到房间里面 然后不小心被他们见到 请你不要因为这件事而暈倒 不要再疯狂地觉得 你们有必要遮掩 隐藏断绝所有的机会 让你们的小朋友 绝对没有机会认识到 你们的性别身份 小朋友 以为他们的父母是没有性别的 因为父母 肯定是扮到没有性别的 于是他们认为 他们必须这样才好 因为所有的小朋友 都在模仿着他们的父母 心理治疗师将会告诉你们 有些为人子女的人 在成年之后 仍然很难想像 他们的父母 其实做过那些事 这件事 当然就会令到那些子女 现在变成在心理治疗室里面的病人 他们的耐心充满了愤怒 愧疚和羞恥 因为他们自然都很想要做那件事 但他们就以为自己出现了些什么问题 所以 和你们的小朋友谈论性 和你们的小朋友 拿性来开玩笑 教导他们 允许他们 提醒他们 向他们展现 如何快乐地去过性生活 这些就是你们 能够为你们的小朋友做到的事 你们要在他们出生的那一日起 就这样做 你们要亲吻 拥抱和触摸他们 还要让他们看到 你们相互亲吻 拥抱和触摸 多谢你 真是多谢你 你很理性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这一点 正正是我刚才所希望的 但是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究竟何时 适合和小朋友去讲解 讨论 又或者描述性生活呢?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们将会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心去观察和聆听 每个小朋友都将会 确作无误地令到你们知道 实际上 性意识的觉醒是循序漸进的 它是逐渐发生的 你们将会知道哪一种方式 适合拿来 跟哪一个年纪的小朋友 讨论性生活 前提是 你们对性生活 有清楚的认识 你们自己 对性生活的所有不解 都已经解开了 我们 要怎样才可以达到那种境界?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参加研讨办 去看心理治疗事 加入一些组织 阅读书籍 打坐冥想 彼此发言 而最重要的是 重新发现对方的性别 发现 重返 重获 立起 你们自己的性生活 慶祝它 享受它 拥有它 拥有你们 自己欢乐的性生活 然后你们 将可以允许和鼓励 你们的小朋友 去拥有他们的性生活 再一次多谢你 现在关于小朋友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让我们回到 人类性生活的大主题 我想再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 可能是无关重要的 甚至乎是有些多余 但是 我在结束这次对话之前 肯定是忍不住想问 好 不用再思思熟熟 有什么就问 好啊 其实 性会不会过渡 不会 当然不会 但是对性的需求 就会过渡 我建议你们 享受一切 毫无所需 包括人 都不需要 包括人 尤其是人 需要某个人 是终结双方关系最快的方式 但是 我们都喜欢被需要的感觉 那就不要再喜欢 去喜欢 不被需要的感觉 因为你们 能够 愧赠给某一个人的最佳的礼物 就是那种 不需要你 无求于你的本领 和力量 好了 我准备换个话题 你答应过我们 要谈论地球上面 某些宏观的情况 上次你谈到美国的现象 我希望 你可以就这个话题 继续展开 好啊 没问题 我想用第二卷 来讨论 你们星球 面临的几大问题 最大的问题 莫过于 你们对后代的教育 看来 我们在这方面 做得不太好 是不是 我可以 在你的语气里面 听得出来 那当然 一切都是相对 相对于 你们试图做到的事情来说 你们做得的确 不太好 我在这里所说的每句说话 我在这次对话之中 预今为止 作出的评论 我在这份文党中 写的每一段文字 都必须放在 这个相对的背景之中理解 我并不是在这里做 对 有或者错 好和坏的审判 我只不过是简单地陈述 你们的所作所为 相对于 你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来说 是否有效呢 我明白 我知道 你会说你明白 但是 可能在某一天 甚至乎 在这次对话结束之前 你将会指责我 说我喜欢审判 我永远都不会这样指责你的 我才没那么笨 以前的人也都说 他们才没那么笨 不过 他们依然认为 我是一个喜欢审判的神 是 我不会的 那 我们不妨看看 你刚才说 你想谈论一下教育 没错 我发现 你们绝大多数人 都误解了教育的意义 目标和功能 至于最佳的教育过程 是怎么样的 你们就更加不乱架步 你是不是说得太严重 我不是很理解 在大多数人看起身 教育的意义 目标和功能 是传递知识 教育某一个人 等于向他传授知识 这些知识 通常是指 他所住的家庭 宗教 部落 社会 国家和世界 累积起身的知识 不过 教育和知识 几乎毫无关系 你不是跟我说笑 当然不是 是 那他和什么有关系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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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了 我不跟你争 那知识和智慧 有什么区别 智慧 是智慧的运用 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 我们不应该尝试 向后代传递知识 我们应该 向后代传授智慧 首先 不要尝试做任何事 要做 就真是去做 第二 不要注重智慧 以忽略知识 这样是有害的 不过 也不仅是着重智慧 而忽略知识 这样 也同样有害 这种做法 将会摧毁你们的教育 在你们的星球上面 它正在摧毁你们的教育 我們注重知識而忽略了智慧? 受絕大部份的情況來講,的確是這樣 那表現在哪裏? 你們教育你們的小朋友思考甚麼 而不是怎樣去思考 請你詳細地解釋一下 沒問題 當你們向你們的小朋友傳遞知識 你們是告訴他們要去思考甚麼 也就是說,你們正在對著你們的小朋友說 他們應該知道甚麼 你們希望他們明白甚麼是真相 而當你們向你們的小朋友傳授智慧 那你們就不會告訴他們要去認識甚麼 又或者實相是甚麼 而是告訴他們怎樣才能找到他們自己的實相 但是,如果沒有知識的話,那怎會有智慧? 我同意你的觀點 所以我剛才才說 你們不可以只著重智慧而忽略知識 人必須將一定的知識傳遞給下一代 這一點很明顯 但他們傳遞的知識應該盡可能少,越少越好 讓小朋友自己去發現 要明白這個道理 知識是會過時的 而智慧就是終生的 所以,我們的學校所教的知識 亦都應該盡可能地少,是吧? 你們的學校應該改變他們的質重點 現在他們高度重視知識 極少關注智慧 很多父母認為 各種有關批判式思考 問題解決和邏輯課程是有害的 他們希望課程表裡面 不要安排這些課程 如果有些父母想要保護他們的生活方式 這種做法也無可厚非 因為小朋友 如果得到允許去培養他們的批判思考能力 那他們非常之有可能 會放棄父輩的道德倫理 和整個生活方式 為了保護你們的生活方式 你們建立了一套教育系統 著重培養兒童的記憶力 而不是能力 你們教導兒童記住各種的事實和謊言 要他們記住每一個社會所導賺出來 關於他們自身的謊言 而不是讓他們有能力去發現 和創造他們自己的實相 有些培訓班 真是會著重開發兒童的能力和技巧 而不是記憶力 但有人認為 這些培訓班很荒唐 因為他們自以為知道兒童需要學習什麼知識 但是你們對後代的教育 已經將你們的世界引向無知 而不是令到你們的世界遠離無知 我們的學校不會教謊言的 他們教的都是事實 你是在這裡自欺欺人 就好像你們欺騙你們的後代那樣 我們在這裡欺騙我們的後代 當然 不信 你隨便找一本歷史書揭開來看看 你們的歷史書 是由那些希望他們的後代 在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人寫 如果有視野更為開闊的人 想要令到歷史書 涵蓋更加多的事實 他們就會遭到譏諷 並且被蔑視為修正主義者 你們 不會將你們的過去的真相 告訴你們的後輩子 讓他們永遠都沒有辦法發現 你們的真面目 你們的歷史 是根據你們社會上面 那個叫做 暗格魯 薩克遜男性身教信徒的群體觀點 而寫成 如果女性 黑人 又或者是其他少數族裔 他們說 喂喂喂 慢著 事實不是這樣的 你們在歷史書上面 寫漏了太多東西了 當他們這樣說 你們就會生氣到爆炸 大張奇古地要求那些修正主義者 不要再試圖改變你們的教科書 你們不想你們的小朋友 知道過去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你們只是想他們知道 你們是怎樣站在你們的立場上面 為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辯護的 用不需要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好啊 你舉例子 美國曾經把原子彈 扔了去日本的兩個城市那裡 令到上百萬的人突然死亡 或者傷殘 但是 在這個國家 你們並不把美國決定動用原子彈背後的一切 全部都告訴你們的小朋友 你們教給他們的 是你們眼中的事實 你們想要他們見到的事實 如果有人試圖平衡這種觀點和其他觀點 例如說 日本人的觀點 你們就會喊打喊殺 怒氣攻心 挑上挑落 要求每一間學校 在回顧這次重要的歷史事件的時候 千萬不可以提供這樣的資料 因為你們教的 根本上就不是歷史 而是政治 歷史 本來應該對實際上發生過的事情 作出正確 而且全面的記錄 而政治 就從來都不會關心 實際上發生了些什麼事 政治 永遠都是人類 對發生過的事情的看法 歷史 會揭露事實 而政治 會為自己辯護 歷史會將一切都和盤托出 但是政治 就會以偏概傳 遮遮掩掩 政客 最討厭的就是 餘實紀錄的歷史 而那些餘實紀錄的歷史 對政客 從來都沒有一條好的評價 不過 你們都著上了皇帝的新意 因為你們的小朋友 最後 怎麼都會看穿你們 如果有小朋友 學識批判識思考 他們 將會翻開你們的歷史書 然後說 嘩 有沒有搞錯 我老爸 和我老爸的老爸的老爸 一直都在握自己 這種情況 是你們無法忍受的 所以 你們不讓小朋友 擁有批判思考的能力 你們 不想你們的小朋友 擁有最基本的事實 你們想要他們 擁有你們對事實的觀點 我覺得 你有些誇大其詞 你這個觀點有點過火 怎麼真的這樣 你們社會上 大多數人 甚至不希望他們的小朋友 認識到各種 關於生活的基本事實 假如學校 開始教小朋友 認識人類的生理機制 你們就會發電 現在你們認為 不應該告訴小朋友 愛知病是怎樣傳播的 又或者 怎樣去阻止愛知病傳播 當然 如果你們 是站在某一個特定的立場上面 告訴他們 怎樣去避免愛知病 這樣又另當別論 因為這樣的話 就可以跟他們說了 但是 只是告訴他們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決定 哈哈 你們 就連死都不肯這樣做 大哥 小朋友有什麼可能 可以自行決定這些事 他們一定要得到正確的引導才行 你有沒有看看 你們世界的近況 我們的世界又怎樣 正正是因為 你們在過去 引導你們的小朋友 你們的世界 才會變成現在這樣的樣貌 不是 是因為 我們誤導了他們 如果說當今世界 衰到貼地 我知道在很多方面看起來 他的確就是這樣 但並不是因為 我們曾經試圖 將原來的價值 傳授給我們的小朋友 而是因為 我們以前允許他們 接受一種新式的教育 你不會真的這樣想吧 整理的授 真的被你說對了 我真的這樣想 如果我們只是給小朋友 學會讀 寫 計數 這三門基本的課程 而不是為他們吃這些 批判式思考的垃圾 我們今天的情況會好得多 如果我們將所謂的性教育 排除在課室之外 交給家庭來完成這個任務 我們就不會見到 很多少女有了BB 十七歲的單身媽媽 在那裏拿種緩 我們就不會見到 這個世界變得這麼殘暴 和瘋狂 如果我們堅持 讓我們年輕的一代 按照我們的道德標準去生活 而不是放任自留 縱容他們去創造他們的道德標準 我們這個曾經強大 而且充滿活力的國家 就不會像今天那樣 江河日下 我明白 明白你的頭 針不刺到肉 你不就知道痛 說什麼我們應該忽然間醒悟 發現我們對廣島和長期所做的事情 都是錯的 我真是整理的滄天在上 那是因為我們當時要馬上結束戰爭 我們挽救了交戰雙方造成上千萬的人命 那些是戰爭的代價 沒有人喜歡這樣做的 這樣做是非做不可 我明白 是啊是啊 你什麼都明白 你就好像那些無法無天的共產黨分子一樣 你們想要我們改歷史書 沒有問題 你們想要我們改變生活方式 然後你們這班人 就可以實現理想 接管這個世界 創造腐敗的社會 什麼東西重新分配財富 人民自己話事 說完這些廢話 只不過是這樣 對我們沒有好處 我們需要的是回到過去 找回那些先輩的價值觀 那些才是我們所需要做的事情 你說完沒有 我說完了 你覺得我講成怎樣 非常之好 真是非常之好 哈 我畢竟都在電台上做過幾年DJ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濕濕碎 你們星球上的人 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你不相信我可以跟你輸到 不單止美國是這樣的 我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把美國這個名字換掉 又或者把某一場戰爭的名字換掉 隨便換成哪個國家 隨便在哪個歷史時期 作出的隨便某一次軍事侵略 結果都不會有任何區別 每個人都會認為他們才是對的 每個人都知道錯的是別人 就算我們不說廣島 把廣島換成柏林 或者波斯灣 結果也會一樣 大家都認為 走得通的是原來的價值觀 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快要變成地獄 不單止是美國 而是全世界 這個星球上每一個地方的人 都在呼籲重拾原來的價值觀 呼籲民族主義 這一點我知道 我並不是真的這樣想 我只不過是表達那種感受 我幫那些人表達關切 表達那種憤怒 你做得很好 我差一點都以為是真的 是的 我也覺得我快要拿奧斯卡了 你有什麼想跟那些真的這樣想的人說 我會說 你們真是以為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的情況 比現在更加好嗎 我會說 回憶是靠不住的 你們只記得以前的好 忘記它的不好 這樣是很自然 也都很正常的 但是不要上當 動用你們的批判式思維 不要只是記住 其他人要你們想起的東西 就用我們的例子來講 你真是以為 向廣島訂原子彈 是絕對必要的嗎 有些人宣稱 他們了解更多的真相 他們寫了很多的報告都指出 日本帝國 在美國投放原子彈之前 已經私底下 向美國傳達了投降的意願 你們美國的歷史學家 對這些報告又怎樣說 動用原子彈的決定方面 有多少是為了 因為珍珠港被偷襲 而復仇的成份 就算你們由衷地認為 向廣島投放原子彈是必要的 那為什麼又要訂第二顆原子彈 它也是有必要的嗎 當然 你們自己對這次歷史事件的紀錄 可能是準確的 美國對這次歷史事件的說法 可能和事實相符 但這樣 並非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重點在於 你們的教育系統 並不允許學生 對你們 又或者很多其他的問題 進行批判式思考 你可不可以想像 在愛荷華州 某一個教社會研究 或者歷史的老師 在課堂上提出上述的疑問 邀請和鼓勵學生 深入地探討 和研究這個話題 並且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想像 這個才是重點所在 你們並不想你們的後代 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 你們想要他們得出的 是和你們相同的結論 所以 你們令到他們 注定要再次犯下 你們的結論 所引致的錯誤 但有些人認為 以前的價值觀都是好的 現在的人都人心不古 你又怎樣看? 現在少女懷孕 和單身媽媽拿頌援的情況 急劇增加 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殘暴 和瘋狂 你又怎樣看? 你們的世界 的確變得殘暴 而且瘋狂 我同意你這個說法 但是你們的世界之所以是這樣 並不是因為 你們已經允許學校 傳授給學生的內容 這個世界之所以是這樣 是因為你們從來都不允許 學校將知識傳授給學生 你們從來都不允許學校 令到學生知道 愛是宇宙間的一切 你們從來都不允許學校 提倡無條件的愛 撞鬼你嗎? 就算是我們的宗教 我們都不允許他提倡那件事 是這樣的 你們也不肯教育你們的後代 為他們自己 和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人性 和他們美妙的性別身份 而歡迎 你們最不肯讓你們的小朋友 明白的道理是 他們 是寄居在肉身之中的 領生生命 你們也不把你們的小朋友 當成是肉身之中的生靈 來看待 在那些性生活 可以被公開提起 自由地討論 歡樂地解釋和體驗的社會 性犯罪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只是得極少數的生育 不在人的計劃之內 而且並沒有非法 或者不想要的生育 在高度進化的社會 所有的生育都是光榮的 所有媽媽 和所有的小朋友的福利 都得到照顧 實際上 這種社會 根本就不會採取其他的做法 來對待生育 在那些歷史 沒有觸到最強大的人的觀點 的扭曲的社會 以前的錯誤 得到公開的承認 而且永遠 也不會再次出現 那些顯然 會導致自我毀滅的行為 只出現一次 那就夠了 在那些學校 開始批判式思考 問題解決技巧 和生活技能課程 而不是要求學生 死記硬背的社會 以前的行動 哪怕是合情合理的行動 都會遭到嚴謹的審時 沒有什麼 會視為恆久不變的真理 那又怎行 我們就以意見為例 在談論廣島這次歷史插曲的時候 學校除了傳授史實之外 還可以怎樣傳授生活技巧 你們的老師 將會在課堂上 準確地描述所發生的事情 他們 將會擺出導致那次事件的所有事實 全部事實 他們將會意識到 對萬事萬物的觀點 不會只有一個 所以 他們會列舉 教戰雙方的歷史學家各自的觀點 然後 他們將會要求班上的學生 記住這次歷史事件的各種數據 而是為他們報知難題 他們將會說 現在你們 已經了解了這次事件的全部情況 你們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所擁有關於這次事件的知識 都已經全部傾郎相授給你們了 根據這些知識 你們又可以得到怎樣的智慧呢 當時那些人 用投放原子彈來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反過來是你們 你們又會怎樣做呢 你們有沒有辦法 想到更加好的辦法 當然啦 那有什麼難呢 既然都知道後來的結果 每個人 怎麼都可以找到更加好的辦法 每個人都可以反過來說 哎呀 如果當時換作是我 我才不會這樣做 那你們 為什麼又不是這樣 你說什麼 我是說 你們為什麼又不是這樣 你們為什麼不是轉過來 由你們的過去吸取教訓 採取其他辦法 因為如果是允許你們的小朋友 正視你們的過去 在對他們進行教育的時候 要求他們進行批判式的分析 那你們 就會面臨他們反對你們的所作所為的風險 當然 無論如何 他們都將會反對 你們只不過 是不允許這些情況 出現在你們的教室裡面 所以 他們只可以 走上街頭 然後揮動標語 撕毀入伍的通知 焚燒空迴 和其次 他們想盡辦法 想引起你們的注意 吸引你們的目光 年輕一代 不停地向你們大喊 肯定有更加好的辦法 但是 你們充耳不聞 你們並不想聽見他們的呼聲 你們當然 不希望他們在課堂上面 批判地思考你們 所提供給他們的事實 要聽話 你們跟他們說 不要跑來這裡 說我們 將整件事做錯了 只要知道 我們這樣做 統統都是對的就行了 這些 就是你們教育小朋友的放肆 這些 就是你們所謂的教育 但有些人會說 正正是那些年輕人 和他們瘋狂的自由主義思想 令到這個國家和世界道德輪上 說他們將人間變成地獄 令到這個世界走到崩潰的邊緣 破壞我們推崇道德的文化 取而代之的是 一種為所欲為 只求良好感受的倫理觀 說他們的倫理觀 正在危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 年輕一代 的確正在破壞著你們的生活方式 有史以來的年輕人 都是這樣做的 你們的任務 是去鼓勵他們 而不是去制止他們 正在這裏 垮罰雨淋的 並非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 停手 正在這裏破壞臭養層的 並非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停手 正在世界各地的血汗工廠裏面 剝削窮人的人 並非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停手 正在這裏收緊科捐雜稅 並將這些錢 用於開展戰爭 和維護戰爭機器的 也都並非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停手 正在這裏忽略弱者 和受壓迫者 坐視地球上 雖然有足夠餵飽全部人的食物 但是每日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的人 並非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停手 正在靜界以餘我詐的人 並非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停手 押制性慾 為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和尷尬 並將這種羞恥和尷尬 傳給後代的並非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停手 創建強權即是真理的價值系統 和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這個世界的 並不是你們的年輕人 他們正在這裏要求你們停手 你聽聽 他們其實不是在這裏要求你們 他們是在這裏哀求你們 但是崇尚暴力的是那些年輕人 在這裏拉幫結派 自相殘殺的都是那些年輕人 對法律規則 任何規則都斥之以備的是那些年輕人 迫到我們快要瘋狂的 也是那些年輕人 當年輕人改變世界的呼聲 和哀求被制約網民 當他們發現 他們的心血已經白費 當他們發現 你們無論如何都會執迷不悟 這些年輕人又不是傻的 他們將會不得已以求其次 假如無法擊敗你 那便會仿效你們 你們的年輕人仿效你們的行為 假如他們喜歡暴力 那便是因為你們喜歡暴力 假如他們違利是圖 那便是因為你們違利是圖 假如他們舉止瘋狂 那便是因為你們舉止瘋狂 假如他們別有用心 不負責任 自慘盈愧地使用性 那便是因為他們見到你們 有個同樣的表現 年輕人和年紀較大的人 唯一的區別就在於 年輕人的所作所為 完全是公開的 年紀較大的人 會隱藏他們的行為 年紀較大的那些人 以為那些年輕人會看不到 但是那些年輕人 看到了這一切 沒有什麼可以逃得過他們的雙眼 他們見到長輩虛偽 並且想方設法地改變他 不過他們的努力失敗了 於是乎他們別無選擇 只可以仿效他們 但是他們這樣做是錯的 不過從來都沒有人 教過他們應該怎樣做 和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他們不被允許批判地去分析長輩的行為 他們只是被允許 記住長輩所做過的事情 而凡是你們記住的東西 你們就會將他供奉起來 視為神聖不可侵犯 那我們應該怎樣去教育年輕一代 首先 要將他們當成是生靈來看待 他們是生靈 進入肉身 這樣對於生靈來講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這樣不是生靈可以輕易能夠適應的事情 肉身非常封閉 非常有限 所有的小朋友 都會在突然受到這樣的限制之後 大哭起來 請聆聽這一種哭哭 請理解它 請盡你們的所能 盡量令到你們的小朋友 可以感到他們不受限制 然後 溫柔地 關愛地引導他們 進入你們創造出來的世界 請注意 第二 你們將要植入他們的記憶卡裡面的內容 小朋友記得他們看到的一切 他們體驗到的一切 你們為什麼 要在小朋友剛剛離開子宮的時候 就打他們的屁股? 你們真的認為 這是唯一令到他們的生命引擎 發動的方法嗎? 你們為什麼 要在嬰兒剛剛在母體上面分離出來 不到幾分鐘的時候 就把他們在媽媽的胸口裡面抱走 這個 是他們現在為止 唯一熟悉的生命逆色 你竟然抱走他們 走去量身高 量體重 檢查 難道這些事情 不可以等到新生兒 在好好地體驗到 給予他生命的母體帶來的安全和舒適之後 再去做嗎? 你們為什麼會允許你們的小朋友 還在強暴的時候 就看到暴力的場景? 誰告訴你們 這樣對小朋友有好處 你們為什麼要隱藏愛的場景? 你們為什麼要通過在小朋友面前 會為他們帶來快感的放肆 去觸碰他們的身體? 你們是怎樣跟他們說那些快感? 你們是怎樣跟他們談論到身體? 你們的學校允許和鼓勵競爭 獎勵成績最優異和學得最多的學生 為學生的表現打訓 對獨立、獨行的學生毫不寬容 你們為什麼要令到你們的小朋友 失去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們的小朋友又會因為這樣 而想些什麼? 你們為什麼不教小朋友運動 音樂、藝術的歡樂 童話的神秘和生活的神奇? 你們為什麼不幫助小朋友發揮他們 與生俱來的天分? 反而試圖將一些不自然的東西強加給他們 你們為什麼不肯讓年輕一代學習邏輯 批判式思考、問題解決技巧和創造 不肯教他們使用自己的直覺 和最深層的內在理解力 而是教他們使用規則、死記硬背的竅門 還有那些已經證明他自己沒有辦法通過這些方法進行進化 但是還依然繼續使用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結論 最後要按理念進行教育 而不是按照學科 開發一套新的課程表 圍繞下面三個理念來組織授課 1. 覺悟 2. 誠實 3. 責任 在你們的小朋友年幼的時候 就教他們這些理念 讓這些理念可以貫穿課程的始終 讓他們成為你們整個教育模式裡面的基礎 令所有的教導都因他們而生 我不知道這樣意味著什麼 這樣意味著 你們教的所有內容 都不出這三個理念的範圍 你可以解釋得清楚一點嗎? 例如說 我們應該怎樣去學那些讀寫 和計數的這些基本的課程 從最初級的閱讀物 到最複雜的圖書 所有的傳說 故事和內容 都要圍繞這些核心理念展開 也就是說 他們將會是覺悟的故事 誠實的故事 責任的故事 你們將會向小朋友 引戰這些理念 灌輸這些理念 令到他們 浸淫在這些理念之中 寫作的課堂 同樣要圍繞這些核心的理念展開 隨著小朋友自我表達能力的提高 可以讓他們在作文之中 涉及到其他相應的理念 哪怕是算術的教育 也可以在這個框架之內進行 數學並非抽象的運算 而是宇宙之中最基礎的生活工具 所有的數學堂 都要以宏觀的生活體驗為背景 以此來引導學生 發現和關注那些核心的理念 還有他們的各種派生物 那些派生物是甚麼? 用你們媒體人常用的說話來講 他們是衍生品 這些衍生品 可以取代你們當前教育系統裏面 主要傳授事實的學科 成為整個教育模型的基礎 例如呢? 讓我們來發揮一下想像力 你覺得在生活中 有哪些理念是特別重要的? 呃,讓我想一下先 誠實吧 你剛才也說過的 是,加油 那個是一個核心的理念 呃,公平吧 我認為這個理念也很重要 好,還有沒有其他? 友善地對待其他人也都說 我不知道應該用哪一個理念 去表達這個意思 繼續,想到甚麼就說甚麼? 和睦,寬容,不要傷害其他人 平等待人 這些都是我希望教給我小朋友的東西 好,實在太好了 請你繼續 呃,相信自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理念 還有,等等 我好像想到了 啊,對了,就是這個 有尊嚴地行走 我想,我會稱它為有尊嚴地行走 我亦都不知道 應該用哪一個更加好的理念 來表達這一層意思 反正,它和人怎樣生活 怎樣尊重其他人有關 亦都和其他人所走的道路有關 你說得好好 你說得都好好 你終於開始認真地考慮到這個問題了 如果想要進化和成長為完整的人 所有的小朋友 都必須深刻地理解 很多諸如此類的理念 但是,你們的學校並沒有教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正在談論的 是你們的生活之中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你們的學校並沒有教 你們並沒有教誠實意味著甚麼 你們並沒有教負責任究竟意味著甚麼 你們並沒有教顧及他人的感受 和尊重他人的人生道路意味著甚麼 你們說,你們應該由父母來教 但是父母只是傳授他們得到傳授的東西 父親的罪會落在兒子身上 所以你們傳授給下一代的東西 和父輩傳授給你們的東西是相同的 那又怎樣?有甚麼錯誤?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你最近有沒有看看世界變成怎樣 這一句是你口頭禪來的 你經常都說這句話 你總是叫我去看看那樣東西 但是,那些又不是全部都是我們的錯 我們不可以因為世界上 其他人的所作所為而受到指責 這個並不是指責的問題 這個是選擇的問題 如果應該為人類曾經作趣 而且還在做的選擇負責的人不是你們 那又應該是誰? 反正我們不可能把這些東西都攬上身吧? 讓我告訴你 除非你們願意負擔全部責任 否則,你們甚麼都改變不到 你們不可以總是說 以前的事情是他們做的 現在的事情又是他們做的 如果他們做得好,那就好了 請記住 雅爾特·海利的動畫角色 那個叫波哥的人物 所說過的那句美妙的台詞 而且永遠都不要忘記 我們遇到了敵人 他們就是我們 在數百年來 我們不停地犯下相同的錯誤 是不是? 這種情況 持續了數千年 我的孩子 數千年來 你們不停地犯下相同的錯誤 人類的進化程度並不高 各種基本的本能 仍然跟月居的時代差不多 但是 如果有人試圖改變 你們就會對他冷嘲熱諷 如果有人質疑 甚至重建你們的價值觀 你們就會感到害怕 和憤怒 現在 我建議你們 在學校裏面 傳授這些高級的理念 唉 弟兄 我們不知道 會承受多少的責難 而在高度進化的社會 學校裏面所教的 的確是這些東西 但問題在於 關於這些理念的含意 大家都眾說紛紜 所以我們的學校 才不教授這些理念 如果你真的想把這些東西 引入課堂 父母會生氣到爆炸 他們會說 你這樣是在傳播價值觀 而學校 並非一個進行這種教導的地方 他們錯了 同樣地 我之所以說他們錯 是相對於你們宣稱 人類想要做到的事情而說的 你們說 要建立一個更加之美好的世界 學校 正正是進行這種教導的地方 原因就在於 學校不受父母的偏見所影響 原因就在於 學校不受父母先入為主之見的干預 由父輩把價值觀傳遞給子女 為你們的星球帶來怎樣的後果 你們已經看到了 你們的星球就好像一鍋足 你們並不理解 文明社會最基本的理念 你們並不懂得 怎樣不用暴力 而又可以解決衝突 你們並不懂得 無所懼怕地去生活 你們並不懂得 毫無私心地去行動 你們並不懂得 全無條件地去外 這些都是基本、簡單的道理 你們對這些道理 就連徹底的了解都做不到 付諸實踐就更加不好看了 而且這些情況已經持續了幾千年 那有沒有辦法走出這種困局? 有,要靠你們的學校 要靠你們對年輕人的教育 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是你們的希望所在 但你們必須停止 用過去的方式來侵蝕他們 那些方式是沒有用的 他們並不會把你們 引領到你們宣稱 你們想要去到的那個地方 而且,如果你們不加注意的話 你們就會達到 你們實際上正在去的地方 所以停止了 改變方向了 請你們相聚而坐 集思廣益 勾勒出 你們對人類最偉大的期望 創造出這個期望最高尚的形式 然後 列舉支撐這個期望的各種價值觀和理念 並且 在你們的學校之中援收他們 你們為什麼不設置這些課程呢? 怎樣去理解力量 怎樣和平地化解矛盾 愛情關係的要素 個性和自我的創造 身體、精神、靈魂和他們的機制 怎樣參與創造活動 怎樣慶祝自我、尊重他人 歡樂的性表達 公平、寬容 差異與相同 倫理經濟學 創造性意識和精神力量 覺悟與覺醒 聖實與責任 有形與無形 科學與靈性 大部分現在的學校都有教 我們叫它做社會研究 好嗎? 我所說的 並不是每個學期 只有兩個課時的課程 我指的是 專門為上述的這些東西 設置獨立的課程 我是說 徹底地改變 你們學校的課程體系 我所說的是 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課程體系 你們現在的課程體系 大體上是以事實為基礎 我所說的是 令到你們的小朋友 用盡可能多的精力 來解決各種核心理念 來理解各種支撐你們價值體系的理論結構 而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讓他們去專注於記憶各種的日期 事實和數字 你們的星系和宇宙之中 存在著很多高度進化的社會 我們將會在第三卷專門詳細地討論這些社會 在這些社會裡面 小朋友 從非常之小就開始學習 各種生活裡面的理念 這些社會認為 你們所謂的事實 並沒有那麼重要 在小朋友再大一點的時候 才會把事實交給他們 而在你們的地球上所創造的社會是這樣的 男生在小學畢業之前 就學識了閱讀 但是 他就仍然還沒學識 不要再去咬他的兄弟 女生越來越早地學識 背成書表 使用看圖式字卡片 和聯想記憶法 但他們依然還沒學識 不要再為他的身體感到羞恥和尷尬 現在你們學校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答案 如果他們的首要功能是提出問題 那情況就會好得多 聖實 負責 又或者公平 意味著什麼 這些理念的具體含義是什麼 現在而等於蛇意味著什麼 高度進化的社會 鼓勵所有的小朋友 親自去發現 以及創造這些問題的答案 但是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會造成很混亂的局面 哈哈 你看一下你說到 你說到 好像你現在所處的局面 十分之井然有罪 好 好 我不跟你爭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會令到局面變得更加混亂 我並不是說 你們學到的知識 和你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通通都不在學校教給你們的後代 反而是剛剛相反 如果學校向年輕人傳授年紀較大的人 在過去時候的知識和發現 決定和選擇 那對他們的學生來說 是最有好處的 學生可能也可以從中觀察到 所有這些事情的效果是怎樣的 但是 在你們的學校裡面 你們將這些資料 當成是 永恆不變的真理 而教給學生 但是這些資料 實際上 只是應該作為資料 提供給學生才行 以前的資料 不應該成為 現在的真相的基礎 來自過往的時刻 或者體驗的資料 應該永遠 只是成為新問題的基礎 保障永遠 都只會在問題裡面 而不是在答案之中 問題永遠是相同的 我們已經把這些以前的資料 展現給你們 你們對他們 是同意還是反對 你們究竟是怎樣想的 這個才是永遠關鍵的問題 這個 永遠才是重點所在 你們是怎樣想的 你們有些什麼看法 你們到底是怎樣想的 小朋友很明顯 將會質疑他們父母的價值觀 父母 仍然將會在小朋友 創造價值系統的過程之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很明顯 他們所扮演的 還要是首要的角色 學校的宗旨和目標 將會是鼓勵 從剛剛入學到畢業的 所有的學生 去探索這些價值觀 去學習 並且使用他們 應用他們 實踐他們 沒錯 甚至乎是去質疑他們 因為 不希望小朋友質疑他們的價值觀的父母 並非是愛小朋友的父母 而是通過他們的小朋友 來愛他們自己的父母 我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 你所描述的 這種學校真的存在 有些學校 正在應用這種教育模式 你說真的嗎? 是 有個叫做 杜魯夫斯坦納的人 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 華爾杜夫學校 採用了他開發的教學方法 你不妨去了解一下 我當然知道這些學校 你不是在幫他們做廣告 我只不過是實話實說 我對華爾杜夫學校很熟悉 這一點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你生命之中的每一件事 都是你的指引 將你帶到此時此刻 我和你的談話 並非似於這本書的開始 我通過你所有的聯想和體驗 和你進行談話 已經很多年 你的意思就是說 華爾杜夫學校是最好的學校? 不是 我意思是說 相對於你們宣稱人類要去的地方來講 相對於你們宣稱 你們想要做的事情來講 相對於你們說 你們想要獲得的身份來講 這一種教育模式是很有效的 我是說 它算是一個例子 是我可以舉出的幾個例子之一 不過這些例子 在你們的社會和星球上特別罕見 它表明教育可以通過一種專注於智慧 而不只是強調知識的方式來開展 嗯,我非常之認可這種教育模式 華爾杜夫學校和其他學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讓我來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很簡單 但是就特別可以講明這家學校的獨特之處 在華爾杜夫學校 老師會伴隨著學生度過小學的所有年級 在這幾年裡面 學生擁有同一個老師 而不是每升一個年級 就是換一個老師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到 他們所培養出來的感情有多深厚? 你可不可以看到 這種安排的價值所在? 老師對學生的了解 就好像對親生的小朋友的了解 學生和老師之間相互信任和熱愛的程度 是很多傳統的學校 做夢都想不到的 等到這一批學生畢業之後 老師又會由一年級開始 重新帶領一班新的學生 一直直到畢業為止 在整個執教的生涯裡面 一個敬業的華爾杜夫教師 就可以帶到四至五個這樣的學生群體 但是他們對這些小朋友的影響 遠遠不是傳統的學校的老師 對學生的影響 可以相比美的 這種教育模式承認並且主張 這種體系裡面 共同享有著的關係 感情和熱愛 和老師所傳授給學生的各種事實 是同等重要的 他就好像家庭教育一樣 只不過是在家庭外面進行 是啊 這個模式很好 是不是還有其他更好的模式 當然有 你們星球上面的教育事業 取得了某些進展 但是非常之慢 哪怕是在公立學校裡面 引進的解決任務 培養技能的課程的嘗試 也都會遭到極大的抵制 那些人認為 這種課程是危險的 或者是毫無效果的 他們希望小朋友學習事實 說話又說回頭 進展還是有少少的 不過 還是有很多東西要等著你們完成 但是 考慮到你們 宣稱人類想要達到的目標 人類體驗之中 有很多需要推倒重建的領域 教育 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是的 我覺得政治領域也需要推倒重建 那當然 我等了很久了 自從你跟我說 說第二卷將會談論到各種全球性問題 我就想到你會談到這些 那在我們審視人類政治之前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看起來 可能顯得特別低級的問題 問題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問題就好像人一樣 你說得真是好 那我問 實行以本國既得利益為基礎的外交政策有沒有錯? 沒有 首先 在我的立場來看 沒有什麼是錯的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 我將會按照你的意思來回答 我將會這樣定義錯 凡是無在於你們得到你們選擇要獲取的身份 完成你們想要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錯 我和你說的對和錯 永遠都是這個意思 永遠都要放在這個語境裡面理解 因為說真的 對和錯的確是不存在的 所以 在這個語境之中 答案是 沒有錯 將既得利益 作為對外交往的基礎並沒有錯 假裝不是這樣才有錯 當然 大多數國家都是這樣 他們出於某些理由 採取或者不採取某些行動 然後 就用其他理由來做藉口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些國家要這樣做? 因為那些政府知道 如果令到人民明白大多數外交決定的真實原因 他們將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各地的政府都是這樣 覺得極少數的政府 從來都不會故意誤導他們的人民 欺騙是政府的必備之物 因為政府如果不說服人民相信 他的決策都是為人民著想 絕大多數人將不會選擇接受 被他以當前的這種方式統治 他們甚至乎不會選擇被統治 這種說服很困難 因為絕大多數人對政府的愚蠢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政府必須說謊 只有這樣才可以留住民心 俗語說 如果你的謊話足夠大 說謊的時間足夠長 那謊言也會變成真相 政府完美地展現了 這句俗語的準確性 當權者 當權者必定不可以令公眾知道 他們是怎樣爬上高位 也不可以令公眾知道 他們為了保住這個位置 而做過些什麼 以及將會做些什麼 真相和政治是沒有辦法相容的 因為政治 剛好就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 而說某一類說話的藝術 並非所有的政治都是不好的 但政治的藝術是一種操控的藝術 他對大多數人的心理了解得非常透徹 他發現大多數人的行為 都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 所以政治就是當權者 拿來說服你們相信他們的利益 就是你們的利益的方式 政府理解自我利益的重要性 所以政府非常善於制定 各種為人民提供好處的計劃 在最初的時候 政府的功能是非常之有限的 它的功能是用於保護人民 維護社會現狀 然後又有人為他添加了 為人民提供福祉的功能 當政府同時成為人民的保護者 或者是福祉的提供者 他就不再滿足於維護社會現狀 而開始隨心所欲地創造社會 但政府所做的事情 不是都是人民想要的嗎? 政府就是提供各種機制 令人民得以在社會上生存 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就用美國來說 我們非常重視生活的尊嚴 個人的自由 平等的機會和兒童的純潔 所以我們制定各種法律 要求政府創造各種制度 為老年人提供收入 令到他們可以在過了工作年齡之後 還可以體面地生活 為全部人提供平等的就業和安家的機會 哪怕有些人和我們並不相同 哪怕有些人的生活方式 我們並不贊同 並且通過各種兒童勞動法規 來保護兒童 不會成為國家的奴隸 絕對不讓有兒童的家庭 缺乏有尊嚴的生活的基本需求 例如食品 衣物 或者住手 這些法律在你們的社會落實得很好 但是在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時候 你們需要注意不要剝奪他們最大的尊嚴 對個人力量 創意和獨特技能的發揮 這一點令到人明白他們其實可以自食其力 你們必須取得這種微妙的平衡 但是 你們似乎只懂得 由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 你們一不是希望政府為人民包辦一齊 一不是就恨不得在明天 就廢除所有的政府制度 取消所有的政府法規 是啊 問題在於 假如在社會上可以取得最佳機會的 往往是某一個特權群體 那麼這個社會上 沒有辦法自食其力的人就會有很多 假如某一個國家的包租婆 不肯將她的房子 租給人口較多的家庭 企業不肯提高女性的職位 天子犯法 沒有辦法與樹民同聚 借得那些收入足夠高的人 才可以享用預防性的醫保 而且還有其他各種歧視 以及社會不公的現象大規模地存在 那麼這個國家入面不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就會更加之多了 按照你這樣說 政府必須取代人民的良知 是不是 不是啊 坦白點來說 政府就是人民的良知 正正是通過政府 人民才會有機會 有希望和有能力去扭轉各種病態的社會現象 你這句說話真是說得好聽 但是 我要重申的是 你們要小心點 不要在那些保證人民有機會呼吸的法律裡面 窒息而死亡 你們沒有辦法將道德變成法律 你們沒有辦法強制實行社會平等 你們需要的是集體意識的轉變 而不是集體良知的強化 所有行為 所有法律 所有政府制度 都必須遠自於這裏 都必須真實地反映你們的身份 我們社會上的各種法律 的確反映了我們的身份 他們向每個人宣布 這個就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這個就是美國人的身份 小數最好的法律 可能的確是這樣 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你們的法律所宣布的 反而是那些 當權者認為你們應該擁有 但是實際上 並沒有的身份 這些就是精英的小數 通過法律 教導無知的多數 Exactly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錯呀 假如有小數最聰明 最優秀的人願意研究社會上 和世界上的各種問題 並且提出對策 那不是對多數人有好處嗎 那就要看看 那些小數人的動機 也要看看 他們到底有多聰明 總體來說 對多數人最有好處的做法 就是令到他們自己統治自己 哇 你這樣真是無政府主義 這一點是行不通的 如果無論做些什麼 都要聽從政府的吩咐 你們 就沒有可能成長 和變得偉大 在我看起來 政府 我是指那些 我們選擇過來管理我們自己的法律 都是社會偉大與否的反應 偉大的社會 制定偉大的法律 偉大的社會 很少有法律 因為偉大的社會 基本上是不需要法律的 但這只有肉肉強食的原始社會 才會沒有真正的法律 人類用法律來規範賽場 確保參賽者 無論是強還是弱 只要真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就可以獲勝 如果缺乏共同認可的行為規範 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可以共存 我並不是建議你們的世界 不要行為規範 或者制度 我是建議你們 可以對自我利益 有更高尚的理解 和更寬泛的定義 並且以此 作為各種制度和規範的基礎 絕大多數法律所維護的 其實是那些 最有權勢的人的既得利益 我們不妨以食煙為例 來舉一個例子講明這個道理 現在的法律說 你們不可以種植和使用某種植物 大麻 因為政府是這樣跟你們說的 它對你們無益 但是這個政府又說 你們完全可以種植和使用另外一種植物 煙草 實際上 政府本來說 煙草是有害的 之所以被你們種 並不是因為煙草對你們有益 可能是因為 你們一向都有種植和使用煙草的習慣 前者違法 後者合法 真正的原因 和健康毫無關係 它只是和經濟有關係 也就是說 它只是和權力有關係 所以 你們的法律反應的 並非是你們的社會 對它自身的認識和期望 你們的法律反應的 是權力的本質 你這句說話有點無斷吧 你選的這個例子裡面 是一種很極端的情況 但大多數的情況都不是這樣的 剛好相反 大多數情況都是這樣的 那 有些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制定盡可能少的法律 法律 真是速報 大麻之所以違法 表面的理由 是和健康有關 實際上 大麻的成癮程度 和對健康的危害程度 並沒有食煙和喝酒 而後兩者 就受到法律的保護 那法律為什麼要禁止大麻 因為如果法律允許大麻的種植 那世界上 有超過一半從事棉花種植業 尼龍和人造師製造業 木材業的人 都將會失去飯碗 大麻其實是你們星球上 最有用 最強壯 最結實 最耐用的原料之一 你們用其他的原料 製造不出更加好的布料 更加牢固的成熟 更加容易種植 和收割的紙張來源 你們每年 坎佛成千上萬棵樹 拿來印製報紙 令到你們 可以閱讀到全球森林銳減的新聞 大麻可以在無需撼罰一棵樹的情況下 就為你們提供數百萬份布置 實際上 它可以取代很多原料 而成本 只是有那些原料的十分之一 這個就是關鍵所在 這一種植物 它也是一種功效非常之強大的藥物 如果這一種神奇的植物的種植 得到法律的批准 那有些人的經濟利益 就會受到損害 這一點就是你們國家的法律禁止大麻的原因 由於同樣的原因 你們拖了很久 都沒有批量生產電動轎尺 提供廉價而合理的醫保服務 在每個家庭 安裝太陽能取暖和發電設備 在很多年前 你們就有財力和技術製造這些東西 但是你們為什麼到現在都尚未擁有它們 想一下 你們如果擁有這些東西 誰的經濟利益會受到損害 這樣你們就可以找到答案 難道這一個就是你們為之驕傲和偉大的社會嗎 你們的偉大社會 遇到公共利益就會退縮 掙扎、尖叫和後退 每當提到公共利益 又或者集體利益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大喊 Communism 在你們的社會 如果為了多數人提供好處的事情 並沒有辦法 為某個人帶來巨大的利益 那麼多數人的好處 往往就會遭到忽略 不僅止你們的國家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所以 人類面臨的基本問題是 自我利益 可不可以被人類最佳利益 公共利益所取代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 那 又怎樣做到 在美國 你們曾經試圖通過法律 提供公共利益 提供最佳利益 但是你們一敗塗地 美國是地球上面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 但是 它的嬰兒死亡率 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 為什麼 因為窮人負擔不起 優質的產前和產後互利 而且你們的社會為利是圖 我舉這個例子 正是你們一敗塗地的證據之一 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 你們的嬰兒死亡率更加高 你們 應該為這個事實而擔憂 但是你們沒有 這樣充分表明了美國社會的等級秩序 其他國家 為病人和窮人 長者和幼童服務 你們 為有權有勢的人 有影響力有地位的人服務 85%的退休美國人 生活在貧困之中 這些美國老人 有很多人 將社區醫院的急症室 當成是他們的家庭醫生 在最迫不得已的時候 才去求醫問藥 而且根本 沒有得到任何預防性的保健措施 絕大多數低收入的人 也是這樣 你們知道這些人很窮 沒有辦法在身上 撈些什麼油水 他們對你們的用處 已經被耗盡 這一個就是你們偉大的社會 你將整件事講得非常之差 但是美國為弱勢群體 和不幸的人所做的事情 無論是本國 還是是外國 都比地球上面其他地方 要好得多吧 美國的確做了好多事 這一個 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 但你們知不知道 但如果按照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計算 美國對外援助的投幼 比其他很多小的國家還要少 關鍵就在於 在自吹自擂之前 你們或者應該看一下周邊的世界 因為如果這樣 就是你們的世界 可以為不幸的人所做的最大的努力 那你們全部人 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你們生活在浪費而腐化的社會之中 你們所製造的一切 沒有一樣 不是有你們的工程師稱為 有預謀的廢棄的屬性 巧車價格翻了三倍 但使用連限 就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 第三 穿十次就會脫線 你們為食物添加化學物質 令到他們 可以在貨架上面放得更加久 哪怕這樣意味著 你們在地球上的時間會縮短 你們支持 鼓勵和擁護每一支球隊 為了笑到掉牙的成績 而支付巨額的人工 而學校的教師 政府部長 和那些為了治癒殺死你們的疾病 而奮鬥的研究人員 他們就反而狼中收劫 你們國家的超市 餐廳和家庭 每天都會劈走大量的食物 而這些食物 可以拿來餵飽世界上半數的人口 總綽綽有餘 不過 我並不是在此指責你們 我只不過是實話實說 這種情況 並非美國所獨有 因為全世界 都已經沾染上了這種 令人痛心的態度 世界各地的弱勢群體 必須要很勤力 和死慳死底 才可以溫飽 而少數當權的人 就可以富可敵國 日進斗金 睡覺的時候 蓋著蠶絲皮 每天早上 領開那個 拿黃金做的水龍頭 因為飢餓 而受到得鵬骨的兒童 在悲痛欲絕的媽媽的懷抱之中死去 而他們的國家 那些貪污腐敗的領袖 就竟然 將獲贈的食品收起來 不讓那些餓到皮包骨的民眾拿到 似乎沒有人擁有改變這些情況的力量 但實際上 力量並不是問題所在 問題在於 似乎沒有人願意改變這些情況 所以 只要沒有人 將其他人的困境 視為自己的困境 這些情況 將會永遠存在 好吧 那我們為什麼會不願意 我們有什麼理由 每天都對這些可怕的現象 坐視不利 因為你們並不關心 這些 這些是缺乏關愛的表現 整個地球 面臨著一場意識的危機 你們必須搞清楚 你們到底要不要彼此關愛 下面這個問題雖然令人傷心 但是 我非問不可 我們為什麼 會不愛我們自己的家庭成員 你們 是愛你們自己家庭成員的 只不過 你們將家庭成員 定義得非常之狹窄 你們並不認為 你們自己是人類大家庭的成員 所以人類大家庭的問題 並非是你們自己的問題 那地球人 可不可以改變他們的世界觀? 那就要看你們 是不是真的想改變? 我們要怎樣才可以消滅更加多的痛苦 更加多的苦難? 你們要消滅你們之間所有的分離 按照新的世界觀 打造出全新的世界 那這一種新的世界觀又是怎樣的? 它和你們現在的世界觀截然不同 現在你們認為 世界 是由很多民族 很多國家 所組成 我在這裡所說的 是你們的地緣政治意義上的世界 主權國和主權國之間 相互分離 彼此獨立 這些獨立民族國家的內部問題 大體上不會被認為是整個世界的事情 除非他們已經影響到整個世界 或者世界上幾個最強大的國家 整個世界依據大國強國的既得利益 來決定對某個國家的情況和問題採取怎樣的反應 如果沒有大國的利益受到損害 那就算這個國家的情況 衰到貼地 也都不會有人去關心 每年成千上萬的人 可以死於飢餓 成百上千的人可以死於戰爭 暴君可以掃蕩鄉野 獨裁者和他的手下的武裝匪徒 可以強姦搶劫殺人 政府可以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 而你們其他人坐視不理 你們說這些都是內部問題 但是當你們在這個國家的利益處於險境 當你們的投資 你們的安全 你們的生活質素受到威脅 你們就會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 並且試圖去說服世界其他國家 衝向那個連天使都不敢踏足的地方 然後你們就會講一個巨大的謊言 宣稱你們的所作所為 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 是為了幫助世界上受到壓迫的人民 但是實際上 你們都只不過是在保護著你們的利益 我這句說話是有根據 凡是和你們的利益無關的地方 你們從來都不去關注 這個世界的政治機器 都是靠自我利益所發動的 那有沒有可能還會有其他新的動力 如果你們希望你們的世界發生變化 那就必須要找到新的動力 你們必須開始 將其他人的利益 視為你們自己的利益 唯有當你們重新建構全球的政治格局 並且根據這一點 統治你們自己的時候 這種情況才會發生 你是指全球統一的政府 沒錯 你說過你會在第二章談論 在當今地球面臨的宏觀地緣政治話題 而第一章你談論的主要是和個人相關的話題 但是我猜不到你的言辭竟然會這麼激烈 這個世界不可以再自我欺騙了 要覺醒 要發現人類唯一的問題 就是在於缺分愛 愛帶來寬容 寬容帶來和平 深空狹窄 製造戰爭 並且會冷漠地處理 難以忍受的慘奉 愛沒有可能冷漠 它不知道怎樣冷漠 要對全人類充滿愛和關懷 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將全人類視為你們的家人 要將全人類視為你們的家人 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不要再將你們自己分開 當今世界上 每個國家都必須聯合起來 我們已經有聯合國了 聯合國 一向都散虐無力 前景也都很暗淡 要令到這個機構有效地運作 必須對它進行徹底的重組 這樣並非不可能 但可能會很困難 很麻煩 好吧 你這麼聰明 有什麼好的提議? 我沒有什麼提議 我只是實話實說 在這次對話之中 你告訴我 你們的新選擇是什麼 我就會如實地說出 實現這些選擇的辦法 關於當今地球上面 人民和國家之間 現有的關係 你 會作出什麼樣的選擇 我想引用你的說話 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希望我們對全人類充滿愛和關懷 我老實地說你 要令到你的選擇變成現實 你們必須組織新的政治共同體 令到每個國家 都可以平等地擁有對世界事務的發言權 平等地享有世界上的資源 那永遠不可能 那些強大的有錢的國家 永遠都不會把他們的主權 財富和資源 拱手相讓 給那些弱勢的窮國 憑什麼要給他們?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 對他們最有利 你說有利 但那些強國不是這樣想的 我自己也不是這樣想 如果你們國家的經濟 因為每年能夠增長數十億美元的規模 將這些錢用於 給那些肚子餓的人有野食 貧窮的人有三雀 流浪的人有居所 年老的人有依靠 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還有有尊嚴的生活標準 這樣對你們的國家來說 難道不是最有利的嗎? 是 有些美國人會說 這樣是拿一些有錢人 和中產的錢 來幫窮人 但這樣做是於是無補的 這個國家依然會混亂不堪 犯罪的現象依然在全國周圍都是 通貨膨脹 會拿走那些人辛苦賺回來的積蓄 失業率會直線飆升 政府部門會變得越來越臃腫 而學校還會向學生派避人套 如果給個筆你 你是不是可以把上面那段譯成歌詞 不知道 我還以為在聽電台的talk show 這些的確是很多美國人關心的問題 那我只可以說 這些人目光短淺 如果每年有數十億美元 無非就是每個月幾千萬美元 每個星期幾百萬 攤分到每一天的數目就更加少 將這些錢投入你們的經濟系統裡面 如果你們可以用這些錢 令到肚餓的人有野食 貧窮的人有三雀 流浪的人有居所 年老的人有醫求 為所有人提供醫療服務和尊嚴 那犯罪現象將會永遠消失 難道這樣你都不明白嗎 那些錢投入你們的經濟之後 新的崗位就會好像雨後春筍地飆出來 難道你這樣都不明白嗎 甚至乎你們自己的政府 也都會變得精簡 因為他要做的事情越來越少 難道這樣你還是不明白嗎 我覺得你說的這種情況 有些可能會發生吧 但是我沒辦法想像 政府機構可以變得精簡 但是這幾千萬幾十億美元 從哪裡來啊 難道來自於你所說的那個 新的全球政府所徵收的稅 還是還是在那些辛勤工作的人裡面 拿更多的錢出來 然後送給那些不肯自食其力 又想不勞而獲的人啊 這些是不是你的想法 當然不是我的想法 但是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我只不過是如實說出他們的觀點 嗯 這個問題 我想等一陣再討論 現在我不想轉移話題 但是稍後 我會和你談論這件事 那實在太好了 但是你剛才問到 這些錢 究竟在哪裡來 雖然在開明的統治之下 這個政府的成員 也就是每一個公民 都會願意 將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十 送出來 拿來滿足社會的整體需要 但是 這些錢的來源 不是在這裡 並不是新的全球政府 徵收的新稅項 也都不是任何地方政府 徵收的新稅項 實際上 到時候 有些地方政府 肯定可以減免稅收 你們只要改變世界觀 重新調整你們的世界政治格局 就可以得到所有這些好處 那又有什麼可能啊 你們可以將打造防禦系統 和進攻武器的錢 省下 我明白了 你是希望我們解散所有軍隊嗎 不單只是你們 而是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 但是你們不需要解散軍隊 只需要大規模地裁軍地就可以 內部秩序 將會是你們唯一的需要 你們可以加強地方的警力 這一點 是你們說你們想做 但每年到安排預算的時候 又算稱說你們做不到的事 同一時間 極大削減你們在戰爭武器 和備戰工作上的開始 也就是說 極大削弱你們 用在進攻營和防禦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開始 首先我認為通過這種辦法省下來的錢 並沒有你說的那麼多 其次我認為你永遠都沒有辦法說服那些人 認為他們應該放棄自我保護能力 讓我們來看看數據 當我們寫下這段說話的時候 在1994年3月25日 目前各國政府 每年用於軍事需求的開銷 大概是1萬億美元 也就是說 全世界 每分鐘所花費的軍費 是100萬美元 軍費最多的國家 可以把最多的錢 用於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當務自救 所以 那些面積比較大 財富比較多的國家 將會明白這樣做 對他們來說是最有利的 前提是 他們認為這樣做的確可行 但是那些面積較大 財富較多的國家 不夠膽完全放棄軍事防禦 因為他們很害怕 那些妒忌他們 想得到他們擁有的東西的國家 會發起侵略和攻擊 有兩種辦法 可以消除那種威脅 從世界上所有財富 和資源之中 找出足夠多的部分 用來和全世界的人民分享 那就沒有人會漢望 和需要其他人擁有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有尊嚴地生活 再也不會感到恐懼 創造某一個 可以消滅戰爭的需要 甚至 連戰爭的可能性都消滅了 解決分歧的制度 這個世界上的人 恐怕永遠都創造不到這樣的制度 他們已經創造了出來 是嗎 是 有個關於那種政治秩序的偉大實驗 正在你們的世界中進行 那個實驗 叫做美利堅合眾國 什麼呀 你剛才才說美國一敗塗地 沒錯 美國距離成功還非常之遙遠 正如我剛才所承諾過的東西 稍後 我將會談論這個問題 和那些妨礙美國 取得成功的心態 雖然美國距離成功還是非常遙遠 但就算是這樣 它仍然是目前最好的實驗 就好像溫斯頓邱吉爾所說 民主是最壞的制度 他曾經說過 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 你們的國家 率先令到各個獨立的州 結成鬆散的聯邦 成功地將他們聯合成為團結的群體 每個州都服從於聯邦政府 在最初的時候 並沒有哪個州願意這樣做 每個州都極力抵制 很怕會失去自己獨立的好處 算稱這種聯合 並不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 當你了解 這些獨立的州在當時的所作所為 可能會對你們有點啟發 當時 他們雖然聯合成為了鬆散的聯邦 但是並沒有真正的聯邦政府 所以 沒有力量來落實 你們就簽署過的聯邦法案 你們就主導他們自身的外交事務 其中幾個獅子和法國 西班牙 英國和其他國家 就貿易和其他事務簽署了協議 你們就 彼此也有貿易往來 雖然聯邦犯案明文禁止 但是有些州 還是向其他州輸入的貨物徵收關稅 就好像他們 向外國的貨物徵收關稅那樣 那些商人沒有選擇 假如他們 想要購買或者銷售他們的商品 那僅是可以在海關那裡付錢 由於沒有聯邦政府 禁止徵收這一類稅項的協議 就變成了一子空文 這些獨立的州 也都彼此交戰 每個州都將他們的民兵作為上規軍隊 九個州擁有海軍 不要來搞我這幾個字 是每一個州官方的明文 超過半數的州 甚至印刷他們自己的紙幣 就算聯邦已經規定這樣做是違法的 總之 你們原來的那些州 雖然有聯邦犯案將他們聯合起來 但是他們就好像今天的獨立國家那樣 我行我素 他們雖然明白 各種聯邦協議 並沒有生效 例如說 賦予國會駐造錢幣的專屬權利 但是 就仍然很頑固地抵制 設立聯邦政府 他們不肯聽命於他 讓他可以落實這些協議 並且對他們進行管束 不過 有少數進步的領袖 逐漸佔了上風 他們令到各級官員和平民百姓都相信 設立新的聯邦政府 會為他們帶來好處 而這些好處 將會大於他們的損失 商人 將可以節省至今 增加利潤 因為各個州 都不再對彼此的貨物進行徵稅 各個州政府 將會節省至今 有更加多的錢 可以投入那些 真正對人民有幫助的計劃和項目 因為資源 不再用於州與州之間的相互防備 人將會得到更加多的保障和安全 也都會得到更加多的財富 因為他們 再都不需要彼此鬥爭 而是相互協助 各個州 非但不會失去原有的好處 而且 還會得到更加多未有的利益 當然 實際的情況也都是這樣 如果當今世界上一百六十個國家 願意結成聯邦 結果 也都將會與此相同 那就意味著戰爭將會結束 那又有什麼可能 那怎麼都會有些糾紛的嘛 只要人類依然執著於外在的事物 的確 仍然會有糾紛 真正地消滅戰爭 和所有焦躁不安的體驗 辦法的確是有 但是 是一種靈性的方法 而我們這裡要探討的 是地緣政治的方法 實際上 巧妙之處 就在於融合這兩種方法 靈性的實相 必須在實踐生活之中 得到體現 才可以改變日常的體驗 在這種改變出現之前 糾紛仍然會存在 你說得沒錯 不過 糾紛未必要用戰爭來解決 未必要用殺戮來處理 加州 和俄勒江州 有沒有為了 水資源 究竟屬於誰而開戰 馬里蘭州 和維珍尼亞州 有沒有為了餘孽而開戰 威斯康申州 和伊利諾伊州 俄凱俄州 和馬薩朱塞州 他們 又有沒有為了上述的原因 而開戰 那有沒有 為什麼沒有 難道他們之間 從來都沒有試過 有各種的分歧和爭執 一向都有的 我想 肯定有 但這些州 都自願同意 在越島州和州之間的事務的時候 他們 將會遵守特定的法律和協議 同時又保留 獨自處理州內事務的權力 假如 由於對聯邦法律的解釋有所不同 或者單單 是由於某個州違反了法律 導致到州遠州之間的確出現了糾紛 那這件事 就需要放在法庭上解決 而法庭解決這次分爭的權利 是視線由各州共同所賦予 如果現行的法律體系 沒有判例 又或者沒有辦法 令到這件事通過法庭得到滿意的解決方案 那當時就 和這些州的人民 就派代表 去聯邦政府 試圖制定新的法律 以便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或者至少 是達到一個合理的接種方案 這一些 就是你們聯邦的運作方式 你們有一套法律 有一個由你們授權來解釋這些法律的法院系統 還有一個 在必要的時候 以武裝力量作為後盾 保障這些法院裁決得以執行的司法系統 雖然沒有人可以辨稱這套系統 無需改進 不過 這種政治格局 已經運轉了超過兩百年 你憑什麼懷疑 在不同的國家之間 照版煮碗 做回這套制度出來 不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 如果真的有你說得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一路都沒有人試過? 試過了 你們的國際聯盟 是早期的嘗試 聯合國 是最新的嘗試 但是 國際聯盟 已失敗告終 聯合國發揮的作用 簡直就美乎其微 因為那些成員國 就好像最早組成美國聯邦的十三個州 很害怕他們 在這樣的重組之中 會得不償失 這是因為 當權者 關注保留他們的權利 多過關注 提升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 有錢人 知道這樣的世界聯邦 必定會令到那些沒有錢的人 得到更加多的好處 但是有錢的人認為 這樣就會意味著 他們的利益 將會受到損害 所以 他們怎樣都不會肯放棄 那都是人之常情 難道他們這樣也不害怕? 想想自己經過多年奮鬥 得到的東西 留在自己身邊 難道這樣也有錯? 首先 令到飢餓和流浪的人擁有更加多 未必需要 其他人放棄他們的富裕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 全世界每年的軍事經費 高達一萬億美元 你們只需要 將這一筆錢 用在人道主義事業上面 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而無需再額外 再投入多一毫子 亦都無需 將富人的財產 轉移給窮人 當然 有人會說 那些販賣軍火 發展爭財的國際集團 將會成為輸家 他們的僱員 和那些在世界衝突意識入面 獲得財富的人也都將會是這樣 不過 可能 你們將財富的來源 放錯了地方 假如有些人 必須指望世界 連年都狼煙四起 才能夠生存 那也剛好可以拿來解釋 為什麼你們的世界 會如此抗拒 只在創造一個 可以帶來永久和平的體制的嘗試 至於你的第二個問題 假如 你在外界意識來看 那 無論是個人又或者是國家 想要保留 經過多年奮鬥才得到的東西 當然是合情合理 那即是怎樣 假如 你在生活中最大的快樂 單純 是來自外界的體驗 也就是 外在於你自己的物質世界那些東西 那你 就會永遠不想放棄 任何你通過積累 而得回來的東西 這樣 不會令到你更加快樂 這個道理 無論對個人 還是國家都是成立的 而且那些一無所有的人 只要認為 他自身的痛苦 是由於缺乏物質層面的東西 而引起的 他們 將會落入這個陷阱 他們將會不斷地 殺取你們的所有 而你們 也都會不斷地 拒絕分享你們的所有 所以 我剛才才說 有兩種辦法 可以真正地消滅戰爭 和所有焦躁不安的體驗 但這一個是靈性的方法 地緣政治問題 就好像個人問題 他們歸根究底 都是靈性的問題 生活之中的一切 都是靈性的 所有生活之中的一切問題 都有它靈性的根源 也都可以 藉由靈性得到解決 戰爭 會在你們的星球上面出現 是因為有些人 擁有其他人想要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想做的東西 其他人並不希望他們去做 所有衝突 源自於錯位的慾望 全世界 唯一能夠連綿不絕的和平 是內在的和平 令到每一個人 都找到內在的和平 當你們找到內在的和平 你也都將可以找到愛在的和平 這樣 無非意味著 你不再需要身外之物 無所需 是偉大的自由 首先 它可以令到你擺脫恐懼 你恐懼有些東西你得不到 你恐懼擁有的東西將會失去 你恐懼缺乏某一樣東西 你將會不開心 另一方面 無所需 可以令到你擺脫憤怒 憤怒是外顯的恐懼 如果沒有任何事情 能夠令到你恐懼 也都不會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令到你憤怒 當你得不到想要的東西 你不會憤怒 因為你想要它 只不過是出於偏好 而不是出於必須 所以你並不恐懼 可能得不到它 所以你不會憤怒 當你見到其他人 做了你不想他們做的事 你不會憤怒 因為你並不需要 他們做又或者不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不會憤怒 當有人對你不友善 你不會憤怒 因為你並不需要他們對你有善 當有人對你愛意減少 你不會憤怒 因為你並不需要他們來愛你 當有人冷酷無情 或者出口傷人 或者想要傷害你 你不會憤怒 因為你並不需要他們 採取其他的行為 而且你清楚地知道 你不可能受傷 甚至乎 當有人想要奪走你的性命 你也不會憤怒 因為你並不害怕死亡 當你把恐懼凋棄 其他人拿走你任何的東西 都不可能會令你憤怒 你源自內在 本能地認識到 你已經創造的一切 都可以重新被創造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這樣並無所謂 當你找到內在的和平 任何人物 地方 事情 條件 環境又或者境遇 都無法影響到你的精神狀態 也無法左右到 你對這件事的體驗 這並不是意味著 你要拒絕所有 和身體有關的東西 當然不是這樣 唯有通過身體 和它的快樂 你對這些事物的體驗 才是完整的 因為 你以前並沒有相關的體驗 但是 你對身體事務的參與 將會是自願的 而不是強制的 你將會體驗身體的各種感覺 那是因為 你選擇了去體驗 無論要感受快樂 還是要體會悲傷 你都是自願選擇的 而不是迫不得已 如果每個人 都可以實現這種簡單的轉變 尋求內在的和平 這樣 就可以結束所有的戰爭 消滅衝突 防止不公平 為世界 帶來永恆的和平 其他方法 都是多餘的 亦都是無效的 世界和平 是個人的事情 需要的 並非環境的改變 而是意識的轉變 當我都不像人形 時 我們 又有什麼辦法 可以找到內心的和平 當水都沒得飲 時 我們怎樣可以處之太然 當你失屬於街角 無家可歸時 怎樣又可以 這麼冷靜 這麼鎮定 當心外的人 無辜枉死的時候 我們又怎樣可以 避免憤怒 你知不知道你說的那些 就好像詩歌一樣 那麼優美 但是詩歌有用嗎 這些說話 對於在埃塞俄比亞 那個眼白白 看著自己離流的小朋友 由於沒有食物 而死的那個媽媽 有用嗎 對於那些在中美洲 想試圖阻止軍隊入侵村 而拿個胸口擋子彈的男人 有用嗎 這些詩歌 對布魯克林 那些被淪姦八次的女人 有用嗎 對愛爾蘭 那個禮拜日早晨 教堂裡面 被恐怖分子炸死的那六口之家 又有什麼用嗎 下面這個道理 令人難以接受 但是 我還是要告訴你 萬事萬物之中 均有完美 請努力 見到這種完美 這一點 就是我所說的意識轉變 毫無所需 渴望一切 接受現實 感受你的感受 哭喊你的哭喊 歡笑你的歡笑 但是 等到所有的情感都平息了之後 請你安靜下來 請認識到 我就是神 換句說話來說 在最淒慘的悲劇之中 請你看到這個過程的光榮 哪怕 你死於穿堂而過的子彈 哪怕 你正在這裡遭受著輪間 這樣聽起來 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當你靠近神的意識 你就可以做得到 當然 你不必非做到不可 那要看你想怎樣體驗這個時刻 在悲劇發生的時候 最難以做到的 永遠是令到心智平靜下來 潛行到靈魂的深處 當你對悲劇無法控制的時候 你就會自動地這樣做 你有沒有同過 那些不小心把自己抬車 衝了出條橋的人說過的話 又或者同那些 忽然間發現 有人拿著槍對著他的人說過的話 或者 和差點浸死的人聊過 他們往往會跟你說 時間在那一刻變得很慢 他們感到出奇的鎮定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恐懼 不用怕 因為我與你同在 這一句 就是試過 對遭遇悲劇的人所說的說話 在你最陰暗的時候 我將會是你的光明 在你最漆黑的時候 我將會是你的安慰 在你最艱苦的時候 我將會是你的力量 所以 信仰我 因為 我是你的牧者 你必定 不會愧伐 我將會令到你 在六恩地上面休息 我將會引領你 去到安靜的碎片 我將會換醒你的靈魂 以我的名義 引領你 走上征途 是 當你走過死亡的陰谷 你沒有必要怕遇害 因為我與你同在 我的拐掌 我的足幹 將會安慰你 在你的敵人面前 我為你準備了宴席 我將會用油膏 涂抹你的頭 你的背 將會針到蛇 當然 禮物和慈愛 將會陪伴你眾生 你將會在我的宮殿之中安居 和在我的心裡 直到永遠 那實在太好了 你剛才說得太好了 我希望世人都可以聽到 我希望世人都將會理解 將會相信 這本書 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 你正在為此而出力 所以 你正在為提升集體意識盡心盡力 作出貢獻 每個人都必須為此而努力 你對 我們可否換一個新的話題 有一個觀點 你先前我想談談 我想現在應該是時候談那個觀點 我所說的這個觀點 是很多人都有的 他們認為 窮人得到的已經足夠多 我們必須停止向富人收稅 因為這樣實際上等於懲罰 他們辛勤勞動而找回來的財富 去幫那些窮人 提供更多的東西 這些人相信 窮人之所以會變成窮人 基本上是他們夠有自取的 很多窮人不思進取 他們寧願去拿縱緩 都不肯去自力更生 很多人認為 對財富進行再分配 也就是共享財富 是一種邪惡的觀念 他們引用那句說話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用來證明 這一種通過每個人的努力 來保障所有人都可以擁有基本尊嚴的想法 是起源於那份魔鬼的宣言 這些人信奉 每個人為自己負責 如果你跟他們說 這些想法太過冷酷無情 他們就會找藉口 說機會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他們宣稱 沒有人天生就處於劣勢 既然他們可以做得到 那麼每個人都可以 假如有人做不到 那就是他自己活該 你覺得 這些是不知感恩的傲慢想法 是不是 是啊 但你覺得怎樣 我對此不作任何判斷 它只不過是一種想法 與這一種 或者其他任何想法相關的問題 只有一個 擁有這種想法 對你有無益處 以你的身份 和你想要獲得的身份為標準 這種想法 對你有無益處 張大雙眼看看這個世界 這是人必須提出的問題 擁有這種想法 對我們有無益處 我實話實說地跟你說 有些人實際上 是很多人一出生 就處於你們所說的劣勢 這些都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 同樣真實的是 在消出物質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那就沒有人處於劣勢 因為每個靈魂 為它自身創造出適合的人物 事件和環境 讓它們可以完成它想要完成的任務 一切都是你選擇 你的父母 你的國家 你重新進入這個世界之後 所遇到的一切 同樣地 在生命之中的日日夜夜 分分秒秒 你選擇和創造各種人物 事件和環境 所有這些 注定會為你帶來各種恰當 合適和完美的機會 你想要通過這些機會 來認識你自己的真實身份 也就是說 如果以靈魂想要完成的任務來看 沒有人是處於劣勢之中的 例如 靈魂可能想要投生於殘缺的身體 又或者進入專制的社會 或者承受巨大的政治經濟速度 讓它可以製造出各種完成 它一早已經定下來的任務所需要的條件 所以我們明白 有些人 的確處於各種物質意義上的劣勢 但是 招出物質角度來看 這些條件 其實是合適 而且完美的 這個理論 對於我們來講 有些什麼實際意義? 那我們 就應不應該去幫那些 處於劣勢的人? 還是不要理他們 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 實際上是他們想要的 那就由得他們 去解決他們自己的業力? 這一個 是一個非常之好 和非常之重要的問題 首先要記住 你所思 所說 所做的一切 沒有一樣 不是反映了你的為人 沒有一樣 不是表明了你的身份 沒有一樣 不是創造了你想要的身份 我反覆提及這個道理 是因為你在人世間所做的 無非就是這件事 這些就是你要做的事 人世間沒有其他的事情 靈魂沒有其他的任務 你是想要獲得 和體驗你的真實身份 並且創造你的真實身份 你在每個時刻 不停地創造出新的自我 在這個大前提下 當你在你們的相對世界中 遇到某個看似處於劣勢的人 你首先要問的是 在你自相遇自重 我是甚麼人 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換句話來說 無論你遭遇哪種境況 你首先應該問的永遠是 我想要在這裏做些甚麼 你聽不聽到 你的第一個問題 永遠必須是 我想要在這裏做些甚麼 而不是 對方想要在這裏做些甚麼 這是我聽過的最吸引人 關於怎樣去處理人際關係的動見 不過 他和我所接受到的教育 是相違背的 我知道 但是你們 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 做得相當之差 原因就在於 你們總是想要搞清楚 對方想要甚麼 人家想要甚麼 而不是你們真正想要的是甚麼 然後你們 沒有辦法不決定 是否要把那些東西送給他們 你們 是這樣作出決定的 首先去看看 你們想要在他們那裏得到甚麼 如果你們覺得 他們沒有你們想要的東西 那你就會認為 你們沒有理由 將他們想要的東西送給他們 亦都很少會這樣做 從另一方面來講 假如你們發現 他們有你們的確想要 或者 亦都可能想要的東西 那你們的自我求生心理 就會發揮作用 就會試圖 將他們想要的東西送給他們 然後你們會心生怨恨 尤其是在人家最終 沒有把你們想要的東西送給你們的時候 在這種 我將會跟你交易的遊戲裡面 你們確立了一種 非常之微妙的平衡 你滿足我的需求 我亦都會滿足你的需求 但是所有的關係 無論是國與國的關係 還是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他們的目標 都跟這一點都不合 你們跟所有其他人 所有地方 所有事物的關係的目標 並不在於搞清楚 他們想要 又或者需要些什麼 而是要搞清楚 現在的你們為了成長 為了成為你們想要成為的人 你究竟想要和渴望著什麼 所以我為其他事物創造了關係 因為如果不是有關係 你們將會繼續生活在你們出生的虛空 虛無 永恆的鴻蒙 也就是先天元氣之中 但是在鴻蒙之中 你們只是存在 沒有辦法體驗到 你們作為任何具體事物的覺悟 因為鴻蒙之中 並沒有什麼 不是你們的東西 所以 我設計出一種辦法 讓你們 可以在你們的體驗裡面 重新創造 和認識你們的身份 我為此 向你們提供了相對的系統 在這個相對的系統裡面 你們可以作為 某一樣相對於其他東西的事物 而存在 我亦都創造了遺忘 通過遺忘的過程 你們自願選擇了徹底的實役 這樣 你們就沒有辦法認識到 相對世界 只不過是幻象 而你們 其實是宇宙之間的全部 我亦都創造了意識 在意識的狀態之中 你們得以成長 直到完全覺悟 雖然意識並沒有界限 但是 在你們不斷延伸意識的界限的過程之中 你們 變成真正的 現世的神 創造和體驗著 你們自己的實相 擴張和探索那個 實在、改變 和重新創造的那個實相 在這個模式裡面 意識就是一切 你對真正覺察到的事物的意識 是所有實相的基礎 所以 亦都是所有真正的靈性的基礎 那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令到我們忘記自己的身份 就是為了 讓我們可以回憶我們的身份? 不僅如此 你們還可以創造你們的身份 和你們想要獲得的身份 這樣是那種 令到神 成為神的行動 這樣是那種 令到我 通過你們 成為我的方法 你們 就是所有生活的意義 通過你們 我體驗到我的身份和本質 沒有了你們 我可以認識到它 但是 就沒有辦法體驗到它 認識和體驗是兩回事 如果要給我選 我肯定會選 體驗 實際上 我的確選擇了體驗 通過你們 來體驗 你這些答案 好像和我原先的問題 都不耐 哈哈哈哈 你只叫神 談論某一個話題 真是很難 我喜歡這題發揮 我們剛才 在討論什麼 啊 對了 當你遇到 那些不幸的人 應該怎樣做 首先 根據你和他們的關係 確定你的身份和本質 其次 如果你確定 你想要體驗到你自己 是支援 是幫助 是愛 和同情 以及關懷 那你去看看 你要怎樣才可以 最好地成為這些東西 要注意的是 你成為這些東西的能力 和其他人是什麼 正在做什麼 那都不跟 有時候 愛某一個人的最佳方法 以及你可以提供的最好的幫助 就是不要去打擾他們 或者令到他們 有自助的能力 這樣 就好像參加飲宴一樣 生活 就好像吃布菲一樣 你可以讓他們自己選一下 想去吃什麼 請你記住 你可以給予其他人的最大幫助 是喚醒他們 令到他們想起他們的真實身份 這樣做的方法有很多 有時候 只是幫一個很小的忙 推動他們一下 拉他們起來 給一些鼓勵他們 而有時候 可能要任由他們 去走他們自己的路 去走他們的道 去踏他們的勁 而你 不要加以干涉 或者干預 所有父母都知道這個選擇 每天都為這件事 頭都行埋 你有機會 為不幸的人所做的事情 是提醒他們 改變他們的想法 也就是說 促使他們 對自己產生新的想法 而你 也都要對他們 產生新的想法 因為 你如果視他們為不幸的人 那他們 就會是不幸的人 耶穌的偉大天父在於 祂望每一個人 都可以見到他們的真實身份 祂拒絕接受表象 祂拒絕認可其他人對他們自己的想法 祂總是有更加高級的想法 而且 祂總是邀請其他人去接受這些想法 不過 祂也都尊重其他人的選擇 祂並沒有要求 其他人接受那些更加高級的想法 只是將他當成邀請 而擺出來 祂也都心懷同情 和這些人打交道 假如其他人選擇了 將他們自己 視為需要幫助的生靈 祂不會因為他們的錯誤定性 而拒絕 而是容許他們 去愛他們的實在 並且滿懷愛意地協助他們 執行他們的選擇 因為耶穌知道 要令到某個人認識到他們的身份 最快捷的道路 是令到他們去體驗那些 和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事情 祂並沒有算稱 這一條是不完美的道路 並且去譴責祂 祂反而認為 這樣的道路也是完美 並且因此去支持每一個人 去獲得他們想要得到的身份 所以 第二 任何請求耶穌幫助的人 都會如願以上 祂從來都不否定任何人 但總是很謹慎地確保 祂幫助的人實現的慾望 是完整而且誠實的 假如其他人誠心地追求光明 誠實地表明 他們已經做好前往更高層次的準備 耶穌會給力量、勇氣和智慧 所以他們去這樣做 祂正確地把祂自己樹立為榜樣 鼓勵那些人說 如果他們做不到 那就信仰祂了 祂說 祂不會引領大家 行入歧途 很多人的確信仰祂 時至今天 祂依然幫助那些 呼喚祂的名字的人 因為祂的靈魂致力於喚醒 那些追求完整地認識我 徹底地仿效我的人 但是 耶穌亦都憐憫那些 並不是這樣做的人 所以 祂拒絕自以為是 而是 好像祂的天父那樣 永遠都不做審判 耶穌認為 完美的愛 是首先 令到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們可以獲得的幫助 然後再將他們要求的幫助 賜予給他們 祂從來都不拒絕幫助任何人 更加不會帶著 床是你自己鋪的 那你自己訓飯這個想法 去拒絕人 耶穌知道 假如 祂送給其他人的 是他們想要的幫助 嚴正子 是祂想要給予的幫助 那祂 就是在他們的接受能力層面上面 增強他們的能力 所有大事都是這樣做的 那些曾經行走在你們星球上面的大事 那些余金 行走在你們星球上面的大事 都是這樣做的 我被你搞到一塊魂 那究竟在什麼時候提供幫助 會削弱對方的能力呢? 又在什麼時候 當我們提供幫助的時候 非但沒辦法令到他們獲益 而且還有害他們的成長? 當你的幫助 創造的並非快速的獨立 而是持續的依賴 那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當你打著同情的旗號 縱容其他人依賴你 而不是依賴他們自己 那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那些不是同情心 那些是強迫症 這樣的話 你就幻想了權力強迫症 因為那種幫助 其實主要是為了 令到這個施與幫助的人 獲得某程度上的心理滿足感 這種區別非常之微妙 有時候 你甚至乎不知道 你這樣做 是為了令到自己得到滿足 你真是相信 你只是盡心盡力去幫助其他人 但是你要小心點 不要只是為了凸顯你自己的重要性 因為這樣的話 你們就會容許其他人 令到你為他們負責 你就會容許他們 令到你顯得很強大 而這樣當然會令到你覺得自己很重要 不過 這一種幫助 是引有弱者的春藥 幫助的目標 是令到弱者變得強大 而不是令到弱者變得更加弱 這一點 亦都是很多政府的幫扶制度的問題所在 因為他們所做的 通常是前者 而不是後者 政府出台的幫扶制度 可能是為了穩固自身的統治 這些政府的目的 可能是為了證明 他們有存在的必要 因為他們 可以幫助那些他們想扶持的人 政府的幫扶 都應該有一個限度 它可以 在人民的確需要幫助的時候 去輔助他們 但是不可以令到人民 養成對輔助的依賴 而是令到他們 學會知識其力 政府明白 幫助就是權力 所以政府 會向盡可能多的人 提供盡可能多的東西 因為政府幫助的人越多 幫助政府的人就會越多 凡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人 沒有一個不支持政府 那就不應該對財富 進行再分配 卡密尼神的宣言 是撒旦的宣言 撒旦 當然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這個說話 尹含的思想並不邪惡 它很美麗 它無非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說四海之內皆兄弟 有可能變得醜陋的 是對這種美麗思想的落實 分享 必須是一種自已發的生活方式 而不可以是政府強行私家的命令 分享 應該是自願的 而不是受到強迫的 但是我又想跟你爭論 最好的政府就是人民 人民是政府的各種制度 為生活方式 他們通過這些機制 分享社會財富 而我想指出的是 人民通過他們的政治體制 集體選擇這樣做 因為歷史反覆證明給人民看 那些有錢的人 絕對不會跟那些沒錢的人 分享他們的財富 俄羅斯的農民 就算等到天方地老 亦都不會等到俄羅斯貴族 分享他的財富 後者 往往通過農民辛苦的勞動 來獲得利益 和增加財產 貴族 就是留給那些農民 可以勉強救生活的糧食 以此去獎勵他們 繼續在土地上耕作 令到擁有土地的貴族 變得更加富有 這些 哪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就不公平的程度 和腐敗的程度來講 這一種 只得你幫助我 我才會幫助你的社會關係 比政府發明的任何制度 都要勢力得多 令俄羅斯農民 奮起反抗的正正是這一種腐敗 正正是由於人民 對於有錢的人 永遠都不會主動 將他的財富送給沒有錢的人 而感到絕望 所以 才會創立一個 保證所有人 都可以得到平等對待的政府 當肚子餓到 爛生爛世的民眾 在法國的馬麗王后 窗下面大吵大鬧的時候 那個王后 依然躺在那個 拿黃金和玉石 砌出來的玉缸裡面 慢慢地品嘗進口的提子 輕描淡寫地說 哎呀呀 他們沒有玉石? 為什麼不去吃蛋糕? 令到受淺踏的人 忍無可忍的正正是這些態度 這種情況導致了法國大革命 創造出所謂的專政政府 劫富製貧的政府 被稱為專政政府 而忠容婦人 剝削窮人的政府 就被稱為專制政權 甚至 你可以去問 今天墨西哥的農民 據問 掌控墨西哥的 其實是二十至三十個 有才有勢的精英家庭 他們擁有了這個國家 與此同時 有兩千到三千萬人 生活在極端的貧困之中 所以墨西哥的農民 在1993年和1994年之間爆發革命 以此去逼使這個精英政府 承認他們有幫助人民的責任 至少應該令人民 可以有三餐溫飽 這些就是精英政府 和民友、民智、民享的政府的區別 難道人民政府 不是正正 由那些對自私的人性感到絕望 而憤怒的人 所創立出來的嗎? 難道政府制度 不是為了補救 人類不願意守望相助的本性 而出現的嗎? 難道政府沒有制定出 眾多公平住房的法律 兒童勞工的法案 和支持有BB 需要撫養的單身媽媽的制度嗎? 難道政府的社保制度 不是為了向老年人提供他們的家人 不願意又或者無力提供的東西給他們嗎? 我們仇視政府的管制 但是在沒有管制的時候 我們又不願意去做那些必須做的事情 你說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 據聞以前有些礦工 他們的工作環境十分差 後來政府要求那些髒 而且富有的礦主去清理他們髒的煤礦 那些礦主為什麼不主動去做呢? 因為這樣會降低他們的利潤 富有的礦主 根本就不理危險的礦井 究竟要死多少貧窮的工人 才可以令到利潤延續和增長 以前的初級工人 在企業裡得到的薪酬 和奴隸的待遇差不多 後來政府強制推行最低工資政策 有些人想要回到最美好的過去 他們說 那又怎樣? 企業家畢竟是提供了崗位給我們 難道不是嗎? 再說經營風險又由誰來承擔? 難道有些工人? 當然不是 承擔風險的 全部都是那些投資者 是企業家 所以他們應該拿到最大的回報才對 凡是認為僱主應該尊重 那些為他賺錢的員工的人 沒有一個不會被稱為communism 但凡認為住房福利 不應該因為膚色而拒絕申請人的 沒有一個不會被稱為socialism 但凡認為女性 不應該因為性別而得到不被錄用 又或者升職的人 沒有一個不會被稱為激進的feminism 政府如果通過民選代表 來處理這些社會權貴 環固地拒絕自行解決的問題 就會被說成是專政的政府 得到政府幫助的人不會這麼說 只有那些會拒絕幫助同胞的人才會這麼說 現在醫療保健領域出現了更多更為明顯的例證 1992年美國總統和她的夫人認為 數百萬美國人得不到 預防性醫療保健服務的情況是不公平 是不適當的 他們的看法引發了一場大爭論 甚至乎連製藥企業和保險業也都參與其中 政府提出了解決方案 私營行業也提出了解決方案 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 誰的方案更加好 真正的問題在於 為何私營行業 不是在很早之前 就提出他們自己的解決方案出來 我願意告訴你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們沒有義務這樣做 沒有人會因此抱怨他們 而且這個行業是唯利是圖的 他們的眼中只有利潤、利潤和利潤 所以我得出這種看法 我們對政府怒哮、咆哮和抱怨 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很明顯的事實是 政府處理了私營行業 不願意解決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就算政府目前所作所為 違背人民的意願 但只要人民控制政府 美國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 那麼政府就可以繼續制定 以及實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方案 因為大多數的人 又沒有錢又沒有權勢 他們就可以通過法律 捍衛自己的利益 得到社會不肯自願送給他們的東西 只得那些政權並不掌握在人民手裡的國家 政府才會對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坐視不利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政府究竟管多少東西算是管得太多 管多少東西算是管得太少 我們又應該怎樣取得這些平衡? 哇!我以前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這麼慷慨陳詞的模樣 在我們這兩本書裡面 你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說話 還真是很少見 是啊!你說這本書 要討論某些人類大家庭 所面臨的全球性問題 我想我剛才應該提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你說得很好 數百年來 從湯恩比到傑佛信 再到馬克時 每個人都想解答這個問題 好吧!那你的對策是什麼? 看來我們又要鬥回頭 我想要重申我所講過的某一些說話 你說吧!可能我正正是需要再聽一次 首先我要指出的事實是 我並沒有對策 因為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 他們只不過是事實 我對這些事實並沒有好戶自焚 在這裏我只是實話實說 描述每個人都可以見到的事實 好吧!好吧!你又沒有對策 你又沒有好戶 但是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所見到的事實是什麼? 我見到的事實是 世界上 尚沒有出現可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政府 不過美國政府在這方面做得最好 困難就在於 善意和公平屬於道德的範疇 並不屬於政治的領域 政府是人類想要強制推行善意 和保障公平的嘗試 但是產生善意的地方 只有一個 那一個就是人類的心靈 能夠將公平概念化的地方 也只有一個 那就是人類的精神 可以真正地體驗到愛的地方 只有一個 那就是人類的靈魂 因為人類的靈魂就是愛 你們沒有辦法將道德變成法律 你們沒有辦法通過法律 勒令人彼此傷害 我們現在正在鬥勸 因為這些說話 我們以前都說過 但就算是這樣 這次討論依然是十分之好的 所以我們繼續下去了 哪怕有些說話要重複兩三次 這樣也是可以的 我們現在要做的 就是徹底搞明白 看看你們想創造出怎樣的解決方案 好啊 我想問原先提過的問題 法律不是人類想要 規範道德觀念的嘗試來的嗎 立法不是我們試圖 就對和錯達成一致的努力來的嗎 是 你們的社會很原始 確實需要某些民事法律 需要某些規章和精靈 你知道 在那些非原始的社會裡面 法律是多餘的 所有生靈都是自我管束的 在你們的社會裡面 你們仍然面臨一些非常之基本的問題 在過馬路之前 你們是不是應該停下腳步啊 你們是不是要根據某些協議來進行買賣啊 你們跟其他人的交往 是不是有什麼禁忌啊 但是說真的 哪怕是那些最基本的法律 那些關於謀殺 傷人 欺詐 甚至是衝紅燈的法規 只要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遵守的都是愛的法則 那上述的那些東西 就都是多餘 愛 是神的法令 你們需要的是意識的成長 而並非政府的成長 那你即是說 只要我們遵守十戒 那就萬事無憂啦 十戒這件事 是不存在 請你看看第一卷 我對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 神的法令 就是沒有法令 這一個 是你們沒有辦法明白的道理 我並沒有任何要求 好多人都沒有辦法相信 你最後的這句話 那就請他們看回第一卷 第一卷 已經完整地解釋了這個道理 這些就是你對這個世界的建議 徹底的無政府狀態? 我沒有任何建議 我只是說出可行的辦法 我只是跟你說 實際上什麼是可行的 我也沒有說無政府狀態是可行的 那些完全沒有任何管制 規障制度又或者禁令的狀態 射得高級的生靈 才可以採用這種形式 但是在我看起來 人類還未算得上是高級的生靈 所以某程度上的管制是必須 直到你們人類進化到 可以自然地去做本質上正確的事情 在此之前 你們設立政府 是非常之明智的做法 你剛才所說的那句說話 一針見血 無懈可擊 當些人 可以自己作主的時候 他們往往 不會去做對的事情 真正的問題 並不在於政府 為何要將如此之多的規章制度 強加給人民 而是政府 為何會不可以不這樣做 答案 和你們的分離意識有關 你即是說 我們的那種 認為我們自己 是彼此分離的個體意識 是 但是假如 我們不是彼此分離 那我們就是一體 那豈不是意味著 我們要為彼此負責 是 那不會妨礙我們 取得偉大的個人成就嗎 如果 我要為所有的人負責 那一份Commonism的宣言 豈不是對的 大家要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我已經說過 這種思想非常高尚 但是如果用殘暴的手段來推行它 它就不再高尚 這一個 就是Commonism的問題所在 這種思想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的思行很有問題 有人說 這種思想 必須通過強制手段來推行 因為它違背了基本的人性 你這句說話 真是一語重的 需要改變的是基本的人性 你們必須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你是指 創造出你提到的那種意識的轉變? 沒錯 但是我們又要舊話重提 集體意識 難道不會妨礙我們個人發展嗎? 讓我們來看看 假如地球上面的每個人的基本需求 都得到滿足 假如絕大多數的人 能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不需要為了戶口而奔波奴奴 這樣全人類 不是就可以踏上 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標之路嗎? 個人的生存得到保障之後 個人的偉大成就 就真的會受到壓制嗎? 個人的光榮 一定 要犧牲大多數人的尊嚴作為代價嗎? 以損害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 而獲得的光榮 又算得上是些什麼光榮啊? 我暗示在你們星球上面的資源 令到每個人過上附足的生活 還滑滑有餘 每年為何還會有成千上萬的人 因為飢餓致死 成百上千的人流落街頭 數百萬的人為基本的尊嚴而呼喊 能夠終結一種現象的幫助 並不是那種削弱受弱者能力的幫助 假如 那些過得好的人 說他們不願意幫助挨餓的人 和流浪的人 因為他們不想削弱這些人的能力 那他們就是偽善者 因為沒有人能夠在其他人陷入絕境的時候 還可以真正地過得好 要看社會的進化程度有多高 只是需要看看 他對最弱小的成員有多好 正如我所說過那樣 最難的地方 是找到幫助和傷害他們之間的平衡 你可否略略地指點一下我們 總的指導方針是這個 在無法確定的時候 永遠要帶著同情心去行動 哪怕會因此而犯錯 用下面的問題來判斷 你們是在幫助 還是在傷害 得到你們的幫助之後 你的同胞是進步了 還是後退了 是變大了 還是縮小了 是更有力量 還是更加無能 有人說 如果你將一切的東西都送給別人 居方將會變懶 不會再那麼勤力地工作 但是 他們為什麼必須要為在生活中 擁有基本的尊嚴 而勤奮地工作 這個世界的資源 難道不夠全部人使用嗎 為什麼無論什麼 都必須要勤奮工作 才可以得到呢 最基本的尊嚴 不是大家與生俱來的權利嗎 不應該是 如果有人想要得到 比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多的東西 比如說更加多的食物 更大的住所 更好的衫 這樣 他就應該通過努力 去實現這些目標 但是地球上面的資源 足夠所有人使用 那為什麼 連生存都成為了人奮鬥的目標呢 這個正正是人類面臨的核心問題 關鍵並不在於保證人人平等 而是在於令到每一個人都有基本的保障 能夠有尊嚴地生活 令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在這個基礎上面選擇他們更加想要的東西 有些人說 有些人就算得到機會 他們都不會去珍惜 他們說的很明顯是事實 但是 這樣就帶出另外一個問題 對於得到機會 但是又不珍惜的人 你們是否應該給他們更多的機會呢 當然不再給他們機會 哈哈哈哈 如果我採用這種態度 你們一早就在地獄裡面永不超生了 我告訴你 在神的世界裡面 同情永不終結 愛永不停止 來心永不枯竭 唯有在人類的世界裡面 善意才是有限的 在我的世界裡面 善意是無窮無盡的 哪怕在我們 不配擁有祂的時候 都是這樣 你們永遠都配得上祂 哪怕 我們將你的善意 劈回到你的臉上 如果你們這樣做 那就更加配得上 如果有人蓋你右邊臉 那麼 請你將左邊臉也都轉向祂 如果有人請你陪祂行一里路 那就陪祂行兩里了 假如你們將我的善意 劈回到我的臉上 順便說一聲 在幾千年來 你們就是這樣對待神的 我明白你們 只不過是產生了某些誤會 因為你們並不知道 你們的最佳利益是些什麼 我同情你們 因為你們產生誤會的根源 並非邪惡 而是無知 但有些人真的很邪惡 有些人天生就是仆街 是誰跟你說的 是我親眼觀察到的 那你的事例可能有些問題 我以前跟你講過這個道理 人所做的事情 如果以他們的世界觀為標準 並沒有哪一件事是邪惡的 換句話來說 無論在什麼時候 他們只是盡力地將這件事做到最好 所有人的所有行動 都以手頭上的資料作為基礎 我之前講過 意識就是一切 你們覺察到的究竟是些什麼 你們認識到的是些什麼 但是如果有人 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攻擊我們 傷害我們 甚至殺死我們 難道這樣也不算邪惡嗎 我早已跟你講過 所有的襲擊 都是求助的呼應 沒有人真的漢望去傷害其他人 那些這樣做的人 是的 也都包括你們自己的政府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 是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 這些是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的唯一辦法 我已經在這本書裡面 粗略地提供了更加高級的方法 可以用這些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只要毫無所需 這樣就可以 可以有偏好 但是不要有需求 但是這樣是非常之高級的存在狀態 這些是大師的境界 就地緣政治而言 全世界 為何不聯合起來 著力於滿足每一個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呢 我們正在這裏這樣做 我們正嘗試這樣做 人類歷史已經經過了幾千年 這就是你們取得的最大成就嗎 實際上 你們幾乎根本沒有進化過 你們仍然抱著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的原始心態去行事 你們破壞地球 掠奪它的資源 掠奪它的人民 全面地排擠那些反對你們這樣做的人 還指責他們 說他們是激進分子 你們這樣做 全部都是為了你們那些自私的目標 因為你們養成了一種用其他辦法無從維持生活的方式 每年你們必須砍發數以百萬英帽的樹木 否則你們就沒有報紙可以看 你們必須把保護地球的臭氧層消耗幾英里厚 否則你們就沒有辦法用定型噴霧來啾頭 你們必須把江河和溪流污染到不可復原 否則你們就沒有辦法得到更大更好更多的工業產品 你們必須剝削你們之中獲取最少財富 擁有最少權勢得到最少教育領悟最少道理的人 否則你們就沒有辦法在那些連奢侈生活在什麼都沒聽過的人前面 爬到人類等級的最上段 最後你們必須否認你們正在這樣做 否則你們會連你們自己都頂不住 你們沒有辦法由衷地認可簡單生活 令到其他人都可以活下去 對你們來說 這一句貼在汽車保險槓上面的標語實在太過簡單 他對你們要求得太多 要你們割捨的也太多 畢竟你們十分辛苦地工作才可以擁有這一切 你們不會甘心捨棄這一切 就算這種生活方式會危害到其他人 當然包括危害你們的子孫後代 彩他們都生臭糊了 是不是? 你們既然能夠生存 能夠有今天 他們同樣也可以做得到 畢竟 像你們自己所說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 是不是? 那有沒有辦法擺脫這種這麼差的局面? 有 需不需要我再說一次 轉變意識 你們沒有辦法通過政府行為 或者政府手段來解決這些危害人類的問題 這種方法 你們已經試了幾千年 唯一必須出現改變的 只可以出現在人的心裏 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一下必須出現的改變?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你們必須不要再認為神和你們是分離的 不要認為你們之間是彼此分離的 終極的實相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宇宙之間並沒有跟其他事物分離的東西 萬事萬物都是生活的脈絡 他們本質上是相互關聯 相互依賴 相互影響和相互交織的 所有政府、所有政治都必須以這個實相為基礎 所有法律都必須扎根於這個實相 這些是你們人類未來的希望 是你們星球唯一的希望 你剛才說到愛的法則 它是怎樣運作的? 愛吸於一切,毫無所需 我們怎樣才可以做到毫無所需? 如果人類的每個人吸於一切 你們還需要些什麼? 你們需要的東西是因為其他人有所保留 不要再有所保留了 這樣是行不通的 除非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時這樣做 的確需要一種全球意識 但是這個意識又怎樣來呢? 怎樣都需要有人帶頭 現在你有機會了 你可以成為這種新意識的源頭 你可以披露這個神聖的信息 實際上你必須這樣做 你是說我? 不是你,還有誰? 那我要怎樣開始? 成為招要世界的光 不要傷害它 努力去建設,不要試圖破壞 帶我的人回家 怎樣帶? 將你自己樹為光輝的榜樣 只追求神聖 只言說真相 只表現愛 在生活中看現愛的法則 從現在直到永遠 吸於一切 毫無所需 避開那些永續的東西 不要接受不可接受的東西 教導所有想要了解我的人 令到你生命的每個時刻 都是滿捨的愛 用每個時刻去思考最高尚的思維 去講最高尚的話語 去做最高尚的事情 這樣 你就可以為你的神聖自我增添光彩 也都可以為我增添光彩 將和平帶給所有你接觸到的人 以此 將和平帶給地球 成為和平本身 在每時每刻 感受和表達你和全體 你和每一個人物 每一個地方 每一件事之間的神聖聯繫 擁抱每種情況 承認每次錯誤 分享每一份歡樂 思考每一個秘密 體諒每一片苦心 歡樹每一次冒犯 包括你自己的 治療每一火心靈 尊重每一個人的實相 敬愛每一個人的神明 保衛每一個人的權利 維護每一個人的尊嚴 提升每一個人的利益 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認可每一個人的神聖 向每一個人 愧贈最偉大的禮物 向每一個人 送出最好的祝福 向每一個人 宣告神 是深愛著他們 他們的未來 是安全的 成為寄居在你體內的最高實相 在人間的榜樣 謙虛地談論你自己 避免有人 不將你的最高實相 視為吹噓 細聲地說話 免得有人覺得 你只是想引人注目 溫柔地說話 以便所有的人 都能夠認識到愛 闖開心懷地說話 避免有人覺得 你有所保留 坦率地說話 以便你不會遭致誤解 經常地說話 以便你的言語 可以真正地傳播 恭敬地說話 以便不會侮辱到任何人 戀愛地說話 以便每一個音符 都可以溫暖人心 在你講的每句話中 都要提到我 令到你們的生活 變成神的禮物 請永遠記住 你就是神的禮物 成為每一個進入 你生活的人的禮物 亦都成為 每一個你進入 他的生活的人的禮物 假如 你不可以成為禮物 那就不要進入 人家的生活 你可以永遠是禮物 因為 你永遠是神的禮物 但是有時候 你並不想令到自己明白這一點 如果有人意外地進入你的生活 去尋找那個人 想要在你這裏得到的禮物 你這句話真的說得很好 你覺得 其他人來找你 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我告訴你 每個進入你生活的人 都是為了 在你這裏得到禮物 通過這樣做 他也都給了你禮物 那種 令到你得以體驗 和實現你的身份的禮物 當你明白這個簡單的真相 當你理解它 你就明白了最大的真相 我派到人間的 都是天使 我又被你搞到一個魂 我們可不可以回頭 有些說法 好像有些自相矛盾 我聽到你說 有時 對其他人最好的幫助 就是不要去打擾他們 然後我又聽你說 說如果見到人需要幫助 一定要去伸出援手 這兩句話不是有些衝突嗎? 讓我來清理一下 你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永遠不要提供那種削弱 對方能力的幫助 永遠不要固執地提供 你認為對方需要的幫助 令到對方知道 你可以提供的全部幫助 然後聽聽他們想要些什麼 看看他們準備好接受些什麼 提供對方想要的幫助 對方往往會通過說話 又或者通過行動來表現 他們只是不想被打擾 就算你覺得你想要提供幫助 但是不要去打擾他們 可能是你提供的最佳禮物 假如對方後來想要某一樣其他的東西 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有這件事可以給他 如果有那就給 但是千萬不要給他任何削弱對方能力的東西 因為削弱對方能力的東西 會催生或者增強依賴性 實際上既幫助對方 又提高他們的能力的辦法 怎麼都會有 假如其他人的確在尋求你的幫助 那你不可以徹底忽略他們的困境 因為和幫得太多相同 完全不幫也都無法提高其他人的能力 作為擁有更高意識境界的人 你不可以忽略兄弟姊妹的真實困境 算情令到他們自生自滅 是你可以送給他們的最好禮物 那種態度是最嚴重的自大和傲慢 它只會令到你為自己的無動於衷感到心安離得 我再次向你推薦耶穌的生平和他的教誨 因為以前正正是耶穌對你們說過 我將會對右邊的人說 走吧 你們是我寵愛的孩子 去繼承我為你準備的皇國 因為我飢餓的時候 你們給我食物 我頸渴的時候 你們給我水喝 我無家可歸的時候 你們幫我找到住下來的地方 我裸體的時候 你們給我衣服 我病的時候 你們來貪我 我坐牢的時候 你們為我帶來安慰 他們將會跟我說 主呀 在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見到你飢餓 並且給你食物 什麼時候見到你頸渴 可以給你水喝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見到你無家可歸 並且找地方給你住 什麼時候見到你赤裸 給你衣服 又是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見到你病 又或者坐牢 並且為你給予安慰 我將會這樣回答他們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對你們說 這些人都是我的兄弟 只要你們幫助過其中最窮苦的人 就等於幫助過我 這個就是我的實相 他將歷經千秋萬世以不變 我愛你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愛你 因為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宏觀的全球問題 同一時間也都回顧我們原先在第一卷裡面 對個人生活的探討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關於環境的問題 你想知道些什麼 有些環境保護者說 環境正在遭受破壞 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 還是還是這群人 是在白克里加大學畢業 喜歡食大麻的極端分子 又或者是communism 都是 什麼話 哈哈 我開玩笑而已 好了 第一個問題 是 第二個問題 不是 臭氧層真是穿了洞 那些雨林是否在消失 是 但是環境問題 不單止是你們這麼明顯的事 還有很多沒有這麼明顯的跡象 也都應該引起你們的注意 你可以解釋得清楚一點嗎 好 例如說 地球上面的土氧短缺問題 發展得很快 也就是說 你們可以拿來種植糧食的優質土氧 變得越來越少 這樣是因為 土氧需要時間恢復緣氣 而你們的糧食種植公司 沒有時間 他們想要土地不停地產出 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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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些土地換季 幼間的古老辦法 正在那裡被拋棄 或者幼間期正在那裡縮短 為了趕時間 很多化學物質 被傾倒入土地 讓他們 可以令到那些土地 更快地肥育起來 不過就這件事來講 和其他的方方面面來講 你們沒有辦法開發出 能夠替代大地母親的人造之物 你們的人造之物 沒有可能提供到 他所提供到的東西 結果是 有些地方 可以使用的肥育表層土氧儲備 遭受到你們的侵蝕 實際上 已經剩下幾英寸那麼多 也就是說 你們種植的穀物越來越多 而耕地之中的養份 就越來越少 沒有鐵質在那裡 更加沒有礦物質 沒有你們依賴土地提供的東西 而更加麻煩的是 你們吃的食物 充滿了 你們絕望地傾倒入土壤裡面 試圖 用來取代土壤的化學物質 雖然短期內 不會為你們的身體造成明顯的破壞 但是你們將會悲傷地發現 這些停留在你們體內的化學品 長遠來看 並不理於你們的健康 快速翻筋 造成土壤流失 並不是大多數人會注意到的現象 那些不停地尋找 在一個時髦話題的Yapis環保主義者 他們並沒有意識到 現在土壤儲備持續下降的嚴重性 隨便找一個地球科學家 問一下他這個問題 你都將會聽到大量的回答 他涉及的範圍很廣 他是世界各地都有的問題 而且是很嚴重的問題 你們完全無視地球母親的需要 和自然的過程 用各種方法來傷害和破壞 養育所有生命的他 上面所說的只不過是這些方法之中的其中之一 你們根本就不關心地球 只是顧著順遇你們自己的情慾 滿足你們自己直接的需求 你們大多數都是過度的需求 拿來實現人類永遠追求更大 更好更多的慾望 但是你們人類可能應該問 到底要多少才夠 我們為什麼不聽環保主義者的說話 我們為什麼對他們的勸告充以不聞呢 你們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受到某一些顯而意見的心態影響 有個你們發明的成語 好好地概括了這種心態 那就是為利是圖 每當遇到影響生活質量 和生活方式的重要事務 你們都會採用這種心態 既然大多數人都抱持這種不良的心態 我們怎樣才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 好簡單 消滅金錢這樣就可以 消滅金錢? 是 至少應該消滅金錢的隱蔽性 我不是很明白 大多數人會將令到他們感到羞愧 或者他們不想令到其他人知道的東西收藏起來 所以大多數人將聖生活收藏起來 所以差不多所有人都將錢收藏起來 也就是說你們對它不夠開放 你們認為錢是非常之私人的東西 這一個就是問題所在 假如每個人完全了解每個人的經濟狀況 那麼你們的國家和你們的星球 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提升 然後人類在處理各種事務的時候 將可以做到公正、平等、誠實 和真正地為所有人的利益考慮 現在的市場不可能有公正、平等、誠實和公共利益 因為錢很容易被隱藏 你們的確可以把它拿走 然後收藏起來 做假象的會計師 也可以用各種方法 令到企業的錢隱形或者消失 由於錢可以被收藏起來 所以誰都沒有辦法確切地知道 其他人究竟擁有多少錢 又或者拿些錢來做些什麼 這樣就令到大量的不公平 和欺詐的現象得以存在 例如公司支付給兩個 做相同工作的員工的薪酬 可能會相差得很遠 他們可以支付給某個人 5.7萬美元的年薪 而支付給另外那個人的年薪 就可能是4萬2千美元 其實他們所做的工作是相同的 第一個僱員拿得多 只不過是因為 他擁有某一樣第二個僱員沒有的東西 他有什麼? 陰莖 哦 沒錯 你現在明白了 但你有所不知了 很多人都認為 跟第二個僱員相比 擁有陰莖 令到第一個僱員更加有價值 更加敏哲 更加聰明 更加聰明 而且很明顯 也更有能力 我記得 我當時並不是這樣創造你們 我並沒有令到你們 在能力上面 有這麼大的區別 你當然有了 你竟然這樣也不知道? 這一點令到我好驚訝 地球上的每個人都知道 好了 不要再亂說了 否則 其他人會認為 我們真的是這樣想的 你不是這樣想的嗎?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 這個星球上的人都是這樣 所以女人 不可以做羅馬天主教 又或者摩門教的神父 不可以在耶路撒冷的哭場某一邊出現 不可以做財富五百強企業的高管 不可以做航空公司的飛行員 不可以 是 我們知道這些現象 但我要說的是 如果所有的金錢交易都是公開 而不是隱蔽 那至少 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就沒有那麼容易蒙混過關 如果所有企業都被迫公佈 所有僱員的所有薪酬 不是指某類崗位的薪酬範圍 而是指支付給每一個員工的實際薪酬 你可不可以想像 世界各地的職場 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 我可以想像 那些為了工作搶崩頭的情況 將會消失 沒錯 那些 反正她又不知實情 不要緊的想法 也將會消失 沒錯 還有 既然 給小三分之一的人工她 她都肯做 那為什麼要給那麼多她的想法 也將會消失 是 下面這些東西也會消失 拍馬屁 阿餘奉承 內幕交易 辦公室政治 還有其他很多不良的現象 將會在你們的職場 你們的世界上面消失 你們只需要披露金錢的軌跡 這樣就可以做得到 仔細地想一下 如果你們準確地知道 每個人擁有多少錢 各個行業 公司 和他們的高級管理人員的真實收入 也知道 這些公司和這些人 用他們擁有的錢來做些什麼 難道你不認為 有些事情 就會因此而改變嗎 試想一下 你認為要怎樣的情況 才會發生變化 很明顯的是 如果那些人了解實情 他們將會覺得 這個世界上 有百分之九十的事情 是不可接受的 假如全世界所有的人 具體地 迅速地了解到這些數據 社會 將不會准許 比例如此懸殊的財富分配 至於各種謀取不義之財的手段 或者 用來賺取更加多錢的方法 那就更加不用說 講到規範人類的行為 沒有什麼方法 會被暴露給公眾審視 更加之見效 和更加之快 所以你們的陽光犯案 在清除政治領域 和政府系統裡面 某一些髒骯髒的情況方面 做得非常之好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 公開聽證制度 和公開問責制度 成功地消滅了你們的市政府 校董會 州政府 和聯邦政府的各種 暗商操作的現象 現在 是時候令到陽光 照耀你們星球上的商品貿易 和勞資關係了 你有什麼建議? 這個不是建議 將人民提供服務 或者製造產品得到的收入 寄入借方 使用服務 和產品付出的花費 寄為貸方 所有事情 都以這個借貸系統為基礎 投資的回報 繼承的遺產 賭博的獲利 薪酬和獎金 小費和打賞 統統都計入這個系統 如果借方沒有餘額 那就不可以購買任何東西 沒有其他通行的貨幣 每個人的記錄 都向所有人開放 曾經有人說過 給我一個人的銀行張目 我就可以告訴你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個系統和那種情況差不多 其他人對你的認識 將會 也都至少可能會 比現在多得多 但是不單止你們之間 相互了解會增加很多 你們對所有事物的認識 也都會增加很多 你們將會更加了解 企業的支出和花費 他們的產品成本是多少 也都將會更加了解 這些產品的價格 如果企業不可以 不在每張價格標籤上面 注明兩個數字 價格和成本 你可不可以想像到 他們會怎樣做 這樣會不會促使價格下跌 競爭還會變得激烈 而令到貿易變得公平嗎 你們恐怕 沒有辦法想像 這種做法帶來的後果 有了這個環球薪酬系統 所有借方和貸方資金的轉移 完全是立即可以查到的 也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時候 檢視其他任何人 或者組織的帳戶 沒有什麼是秘密 沒有什麼是私人的 環球薪酬系統裡面 每年會在自願要求 扣減的人的帳戶裡面 扣減他們的百分之十的收入 沒有所得稅 不用填表價 不用計算應徵稅款 也沒有免稅條款 也不用做假象逃稅 由於所有紀錄都是公開的 社會上所有的人 都可以看到 哪些人選擇了 將百分之十的收入 用於改善所有人的利益 哪些人並沒有這樣選擇 這些自願扣減的金額 將會用於支付政府的計劃和項目 而政府 就是由人民的投票選舉 所產生出來的 這整個系統 將會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之透明 世界又怎會同意這樣做呢? 那當然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種系統 將會導注 那些人去做任何 他們不想其他人知道的事 但是為什麼那些事 你們又非做不可? 我來告訴你 是什麼原因? 因為 你們當前 正在生活著的 這個社會系統裡面 是以賺著數 不要執書行頭 賺到盡 以及適者生存為基礎 假如你們社會的主要目標 是令到所有人都能夠生存 平等地保護所有人的利益 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生活 這個 才是所有真正光明社會的目標 這樣做的話 你們 不再需要有秘密 不再需要有內幕交易 暗箱操作 甚至乎 不需要那些 可以被收了的錢 你知道 通過推行這樣的系統 有幾多傳統的腐敗現象 將會被消滅 那些程度較輕的社會 不公現場 就更加之不用說 這一切的秘密 這一切的關鍵 就在於透明 嘩 這個想法實在太好了 這個idea也太好了 令到我們的金錢事務 處於絕對的透明狀態之中 我很努力想找一個理由 來證明它是錯 它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 你當然找不到 因為 你沒有什麼需要隱藏 但假如世界上 有財有勢的人 需要隨便哪一個人 都可以一眼看穿他們的每次行動 每次交易 每次銷售 每次購買 每次企業行為 和價格選擇 還有薪酬談判 每次決定 你可不可以想像他們會做些什麼 他們會怎樣尖叫 等我和你們說 就促進公平來說 並沒有什麼比透明更加之快 透明 正正是真相的同意詞 認識真相 真相 必將使你自由 政府 企業 和當權者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他們永遠 都不會讓真相 那些明顯 而且簡單的真相 成為他們設計出來的任何政治 社會 又或者經濟系統的基礎 在光明的社會 秘密是不存在的 每個人都知道 他們所有人擁有些什麼 賺了多少錢 拿了多少薪 支付多少稅收 得到多少福利 其他所有企業 收取多少費用 買了些什麼 賣了些什麼 獲得了多少利潤 和所有一切 每個人都知道 所有一切 你知不知道 為何 只是在光明的社會 裡面才會出現 那是因為 在光明的社會裡面 沒有人願意 在損害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 獲得任何東西 又或者擁有任何東西 這種生活方式很激進 沒錯 在原始的社會裡面 看起來 的確很激進 但是在光明的社會裡面 它很明顯 是最合時宜的 我對透明的這個詞 會很感興趣 那麼 它除了金錢事務之外 在其他的範疇 有沒有用呢 它是不是 也可以理解為 是人際關係的關鍵詞 如果是可以 那就好 你的意思是 在實際上 不可以 是 是不可以 在你們星球上面 不可以 太多數人 還是有太多要隱藏的東西 為什麼呢 這樣意味著什麼呢 在人際關係之中 其實 是在所有的關係之中 這樣意味著損失 人 總是很害怕 會遭受損失 又或者一無所獲 不過 在最好的人際關係之中 每個人都知道一切 透明 不單是理解它的關鍵詞 而且 其實是它的本質 最浪漫的關係 當然也是這樣 在這些關係之中 沒有保留 沒有偽藏 沒有美化 沒有隱藏 沒有欺騙 沒有留下 又或者未曾說出的話 沒有猜忌 沒有玩弄 沒有人收收埋賣 閃爍其詞 又或者虛情假意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想到的每一個念頭的話 慢著 這樣並意味著 你們沒有精神私隱 沒有安全的個人思考空間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那就是意味著 當你們跟其他人交往的時候 你們 要闖開心懷 和坦誠相待 這樣 意味著 當你們在說話的時候 你們 要說出真相 當你們知道 應該說出真相的時候 不要有任何保留 那一點意味著 不要再說謊 不要再欺瞞 不要再欺瞞 不要再握握 那些圈圖 或者將你們的真相 扭曲成為 其他101種 在絕大多數人類交往裡面的現狀 這樣也意味著 有說話就說 依照事實來說 坦率地說 這樣 意味著 確保每一個人 擁有所有的資料 了解他們 為了認識某個主題 所需要的一切 這樣 意味著 公平 公開 嗯 還有透明 但是 這樣並不意味著 每一個想法 每一次警方 每一段最黑暗的記憶 每一個轉信即逝的判斷 觀點 又或者是反應 都應該放在桌面上面 進行討論和檢查 這樣 不是透明 是癡膜 會令到你們全部都癡膜 我們在這裡談論的 是簡單 直接 坦率 公開 誠實 和完整的交流 但是 即使是這個主義 你們都會感到很驚訝 而且很少會付諸實踐 你最後那句 是說什麼 但是 即便是這個主義 你們 也會感到很驚訝 而且很少付諸實踐 你都幾幽默的 他說 你說話 我當然是幽默 但是 說真的 這個主義非常之好 試想一下 整個社會 都以透明原則行事 你真是相信 它是可行的 讓我來告訴你 如果實行這種原則 明天世界上 半數的疾病將會消失 世界上 半數的憂愁 半數的衝突 半數的憤怒 半數的沮喪 當然 剛剛開始的時候 會有憤怒和沮喪 這樣是肯定的 當很多人都終於發現 他們 好像小提琴一樣被玩弄 好像教俊一樣用完即棄 當很多人終於發現 他們受到操縱 遭到欺騙 上了很多邪惡的勾當 他們 會感到非常沮喪和憤怒 但是透明 可以在六十天之內 清理這些事 令到他們消失 等我再次邀請你們 請你們認真地考慮 你們認為 你們有沒有辦法 過這種生活 不再有秘密的生活 絕對透明的生活 如果不行 又是因為為什麼 你們向其他人隱瞞了些什麼 你們不想令到他們知道些什麼 你們對其他人 講過些什麼 並非真相的說話 你們有些什麼真相 沒有跟其他人講出來 講大話 又或者門騙 能夠令到這個世界 變成你們真正想要的樣貌嗎 通過沉默和秘密 對市場 對某個局面 又或者只是對某個人 進行操控 真是會有利於我們所有人嗎 私隱真是可以令到政府 企業和個人的生活 取得成功嗎 假如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一切 那會怎樣 這裡出現了諷刺的事情 這一點 也是你們恐懼第一次與神相遇的原因之日 難道你們還不明白嗎 你們一直所恐懼的 正正就是這場鬧劇落下為幕 這次遊戲宣告結束 這一場舞蹈曲中人散 這一段練習已經完成 但是長久以來的編告 無論大大小小 最終也都會走入死路 難道你們這樣都不明白嗎 不過好消息是 你們沒有理由去恐懼 也都沒有理由去警方失措 沒有誰會審判你們 沒有人會指責你們做錯了什麼 沒有人會把你們劈入永恆的地獄之火之中 我想對你們之中的羅馬天主教徒說 不會的 你們甚至乎不會被打入煉獄 我想對你們之中摩門教的教徒說 不會的 你們不會受困於最底層的天堂 而無法進入最高層的天堂 你們也將不會被稱為地獄之子 被永遠地流放在未知的領域 我想對你們之中 哈哈哈哈 你知道怎麼回事 你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神學理論 並且在這種理論的框架之內 去幻想神最嚴厲的懲罰 究竟是怎樣的 我真的不想告訴你們這一點 因為我覺得 你們那些千奇百怪的想法 真的很搞笑 但是 實際上 的確不存在這些東西 可能 當你們不再恐懼 你們的生活 在你們死亡的時候 就會變得完全可見 你們將不會再恐懼 在未死的時候 生活 就變得完全可見 這樣也太難了吧 是呀 是很難的 是嗎 所以 在這裏 有個辦法可以幫助你們開始 揭開這本書的開頭 重新看一下 講出真相的五個層次 努力地記住這種模式 並且將它付諸實淺 每日都尋找真相 講出真相 體現真相 對你自己 和其他跟你有交集的人 做這件事 然後做好赤裸的準備 做好透明的準備 那會好多人害怕的 真是好多人害怕 你到底在怕什麼 我怕所有人都會離我而去 我怕再都沒有人會喜歡我 我明白 你覺得 你必須說謊 其他人才會喜歡你 又不僅是說謊 只不過是 不可以將一切都告訴他們 記住 我剛才所講過的說話 這樣並意味著 你要講出所有的感受 想法 觀念 恐懼 記憶 懺悔 又或者其他東西 這樣就是意味著 你要永遠地講出真相 完整地展現你自己 在你最愛的人面前 裸露你的身體 你這樣做不做得到 可以 那為什麼你的精神 又不裸露出來 因為第二種裸露 比第一種難很多 我知道 但是 我還是要推薦你這樣做 因為這樣 你會得到很多回報 嗯 你的確提供了幾個有趣的想法 放棄隱瞞的做法 建設透明的社會 永遠 是每一個人講出每件事的真相 有些社會 是完全以這幾個理念為基礎 那些 都是光明的社會 但是我沒見過 我所講的 又不是你們的星球 哦 甚至乎 也都不是你們的太陽系 哦 但是你們 沒必要離開地球 甚至乎 沒必要走出家門口 也可以體會到 這種新思維系統的絕妙之處 就從你們自己的家庭內部開始 如果你們擁有一間企業 那就從你們自己的公司內部開始 準確地告訴你們公司的每個人聽 你賺了多少錢 公司的收入是多少 支出是多少 每個員工 各自拿到的薪酬是多少 你們會將他們 嚇到在地獄裡面跳出來 我是說真的 你們會將他們嚇到 直接在地獄裡面跳出來 如果每個擁有公司的人都這樣做 工作 將不再是很多人的地獄 因為大家自然都會覺得 即場 是一個平等 和公平競爭 薪酬合理的地方 準確地將你們提供的產品 或者服務的成本 告訴你們的顧客 和客戶 在價格標籤上面 注明這兩個數字 你們的成本 和你們的價格 你們 還會不會為了你們的定價 而感到驕傲 你們 是不是很怕 當大家了解你們的成本價格比之後 會有人認為 你們在搶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看你們 可以怎樣調整價格 令到它下降到 基本合理的區間 而不是可以賺多些 就賺多些 我估計你們不夠膽這樣做 量你們也不夠膽 這樣 要求你們的思維 作出徹底的改變 你們 將會好像關心你們自己這樣 去關心你們的顧客 和客戶 是 你們可以在今天 在此時此刻 就開始建設這種新社會 由你們來選擇 你們可以繼續支持原有的系統 支持現在的模式 你們 也可以明知山有苦 偏向苦山行 為你們的世界 開創新的道路 你們可以成為新的道路 在所有領域 不只是商業領域 不只是人際關係領域 不只是在政治 經濟 宗教 又或者其他生活領域 而是在所有領域 成為新的道路 成為更高尚的道路 成為最華美的道路 然後 你們可以真正地說 我 就是道路和生活 請跟著我來 如果全世界追隨你們 你們 會不會為你們帶領他前往的地方 而感到高興 希望你們 每天都可以想起這個問題 我聽到你的挑戰 我聽到了 更加詳細地和我說一下 地球上面的宏觀生活 和我說一下 國家之間要怎樣相處 才可以不再有戰爭 國家之間 永遠都會有糾紛 因為糾紛 只不過是獨立性健康的表證 不過 用暴力來解決糾紛 就是極度不成熟的表證 只要各個國家都願意避免使用暴力解決手段 這個世界就可以避免戰爭 大家可能會想 絲橫遍野 架破人亡的慘況 足以令各國願意這樣做 但是 你們這些落後的原始社會 情況就並非如此 只要你們認為 你們可以在爭論之中獲勝 你們就會爭論不休 只要你們認為 你們可以在戰爭之中獲勝 你們就會精戰不休 那你對這一種現象 有什麼建議 我沒有建議 我只是會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只是 會實話實說 沒錯 我只是 會講出我觀察到的情況 短期的對策 是成立 已經有人提出的世界政府 同一時間 設立 一個解決各種糾紛的世界法庭 這個法庭 跟你們現在的國際法庭不一樣 它的裁決 不可以租到分量 還有一支 無論這個國家有多麼強大 多麼有影響力 它都可以保證 沒有哪一個國家 可以侵略到其他國家的維和部隊 當然 要明白的是 地球上面 仍然會有暴力存在 維和部隊 可能也都必須使用暴力 才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它 正如我在第一卷所講 見到暴軍不去推翻 等於為虎作槍 有時候 避免戰爭的唯一辦法 就是進行戰爭 有時候 你必須做一些 你不想做的事情 才能夠保證 你不需要 經常地做這些事情 這種顯而易見的矛盾 是神聖的二元論的一部分 所謂神聖的二元論 就是說 有時候 為了最終成為某一件事 在這裏 這件事 是和平 為了要實現它 唯一的辦法 就是首先 不要去成為它 也就是說 為了認識你自己的身份 唯一的辦法 就是體驗那些 和你的身份不相符的事情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 世界的權利 不應該極大地集中在某個國家 而且必須 應該由這個星球上面的全部國家所擁有 只於有這種方法 能夠令到世界 最終得到和平 才能夠保證 沒有哪一個獨裁者 能夠 又或者將會 侵佔其他國家的領土 威脅其他國家的自由 無論這個國家 有多麼強大 現在的小國 為了得到大國的救濟 往往 沒有辦法不雙手奉上他們自己的資源 將寶貴的土地 變成愛國軍事基地 但是這種情況 將不會再存在 在這種新的體制之下 小國的安全 將不會再指抑那些 止高氣揚的大國 其他國家 都將會是他們的後盾 假如有一個國家遭到侵略 全部160個國家 將會挺身而出 假如有一個國家 受到任何方式的暴力 或者是威脅 全部160個國家 將會群起反對 同樣地 各個國家 將不再受到經濟上面的威脅 不再受到強勢貿易夥伴的孝詐 不再需要達到指定的標準 才可以獲得外國援助 也不再需要 被迫採用指定的行為方式 才有資格獲得簡單的人道主義救援 不過 有人會說 這種全球的政府體系 將會侵蝕各個國家的獨立地位和發展空間 實際上 情況 剛剛與之相反 而這一點 也是那些 通過武力 而不是法律 又或者正義 來保障它獨立地位的大國 所恐懼的地方 因為到時 大國 再都不可以為所欲為 所有國家的意見 都必須得到同等的尊重 到時大國 再都不可以控制 和團職世界上大部分的資源 而必須更加平等地分享他們 令到他們更加容易地被獲取 更加平均地令到全世界的人民 享用他們的好處 世界政府 將會令到世界變得公平 公平 是保障基本人類尊嚴的核心前提 也是對世界上 那些壟斷資源的人的譴責 因為他們 想要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 去追求他們自己的財富 不過 就完全忽略了 這一群壟斷者 他們控制著其他的所有人 都想要得到的那些財富的事實 如果聽你這樣說的話 我們是在討論著 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 有些人的確想得到更加多 並且願意為此而奮鬥 但假如他們知道 他們必須跟那些 不想那麼辛苦工作的人分享財富 我們 又可以怎樣繼續激勵他們去奮鬥 首先 問題並不在於 有些人願意努力工作 而有些人不願意 這一個 是將問題簡單化的說法 通常都是那些壟斷資源的人看出來 與其說問題在於意願 倒不如說在於機會 所以在重組社會秩序的過程之中 真正和首先要做的 是確保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國家 擁有同等的機會 只要那些 現在擁有世界上大部分財富和資源的人 和國家不肯鬆手 這種情況 就不可能會出現 對 我剛才提到墨西哥 我並不是想要侮辱這個國家 而是我認為這個國家 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幾個有財有勢的寡頭家族 控制著整個國家的財富和資源 這種局面已經持續了40年 選舉在這個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裡面 變成了一場鬧劇 因為在數十年來 這些家族一直都控制著同一個政黨 力求不會出現嚴重的反對勢力 結果 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 窮的人就越來越窮 如果有人斗膽膽膽提議 將每個小時的人工 由1.75美分提高到3.15美分 那些有錢人就會說 他們對窮人已經仁智義盡 已經提供了工作崗位 以及提高了經濟收入的機會 但是得到最多好處的其實是那些有錢人 那些在國內和國際市場 銷售產品的企業家賺了大量的利潤 而支付的勞動成本就很低廉 美國的有錢人知道這個事實 所以很多美國的權貴 將他們的工廠遷移到墨西哥和其他國家 在這些國家裡面 那些少到可憐的人工被視為是農民的良機 與此同時 這些工人又在有害健康和毫無安全可言的環境裡面賣名 但當地政府 一般都坐視不理 而且 這些政府 是由一班在這些企業的利潤裡面 黑油的人所控制的 什麼衛生標準 安全標準 環境保護 在這些國家的工作場所裡面 根本上就不存在 地球沒有得到照顧 人民也沒有 他們被要求生活在河邊的懶屋裡面 就在河裡面洗衣服 有時 還會在河裡面排泄分辨 因為室內的排水系統 通常都不是他們可以擁有的設備 這種漠視平民百姓的做法 造成的後果是 那班人買不起他們親手所做出來的東西 但是又有誰在乎 那班富裕的企業家會在乎嗎 他們只是在乎 將這些商品 運輸到其他普通人都買得起的國家裡面 但是我相信這些富人的變態做法 最終會害死他們自己 這樣也會造成各種嚴重的後果 不單止墨西哥是這樣 但凡有人受到壓迫的地方 也都將會是這樣 只要壟斷資源的人 繼續打著提供機會的旗號 剝削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 各國的革命和內戰就是不可避免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亦都是不可避免的 保留財富和資源的做法 已經變得相當之普遍 甚至乎 很多很有軟見的人都認為 這一點是可以接受的 他們只會把它當成 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 但是 正正由於世界上富裕的個人和國家 擁有太多的權力 這種虛假的公平才會出現 實際上 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和國家 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 甚至乎 連他們想要獲得當權者 已經達到的成就的這種想法 也都會遭到打壓 世界政府體系 會將大量的權力 由資源豐富的人手上 轉移到資源貧乏的人身上 令到你的資源被公平地分享 這樣一定會令到當權者很害怕的 沒錯 所以解決這種亂象的辦法 可能是一種新的社會結構 全新的世界級的政府 你們有些領袖 足夠有軟健 足夠有勇氣 他們倡議 開始這樣的新世界秩序 喬治布殊 就是這樣的領袖 雖然 當代社會 不願意 又或者沒有辦法承認 他是一個有智慧 有眼光 有良心 有勇氣的男子汗 但是歷史 將會為他 提供正確的評價 蘇聯總統 米哈伊爾 哥爾巴喬夫 也是這樣的領袖 他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共產主義國家領導 他推動了巨大的政治改革 徹底終結了你們所謂的冷戰 你們的總統卡特 也是這樣的領袖 他請比金先生 和薩達特先生坐下來 簽署了大家 發夢都不敢想像的 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協議 設任美國總統多年之後 他依然可以三番四次阻止 生靈塗炭的局面出現 而他的辦法 是簡單地將一個簡單的真相說出來 每個人的觀點都值得聆聽 每個人的人格都值得尊重 這些勇敢的領袖 都曾經化解迫在未知的戰爭危機 都曾經倡議和推動 背離主流政治結構的群眾運動 但是有意思的是 他們都是在一屆任期的時候 就被他們試圖提升的那些人推下台 他們在國際極受歡迎 在國內就遭到毫不留情的拒絕 聽說人在自己家裡是沒有威嚴的 這些人會有這樣的下場 是因為他們的眼光 比他們的人民要軟大得多 那些人民目光短淺 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 完全想像不到 這些更加宏偉的抱負 將來會為他們帶來幾多的好處 所以每個敢於挺身而出 呼籲當權者停止壓迫的領袖 亦都會遭到打擊和污衊 這種情況將會一直存在 直到出現長期的解決方法 它並不是政治的方法 那種長期的解決方法 亦都是唯一真正的方法 是新的覺悟、新的意識 是一體的覺悟和愛的意識 人追求成功 或者追求最大發揮生命的價值 不應該是為了得到經濟或者物質的回報 這樣就放錯了兩者的關係 正正是這種錯誤的順序 造成了所有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 當所有人的經濟來源 和基本的物質追求都得到保障 當人追求偉大的動機 不再和金錢有關 他們依然會追求偉大 但動機就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這種新的動機 將會加強人的力量和決心 產生真正的偉大 而不是現在這種由動機吹生 好像過眼雲煙一樣輕薄的偉大 但是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為了我們的小朋友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為何不是一個好的動機 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的確是合適的動機 為了你們的小朋友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的確是一個好的動機 但問題在於更加美好的生活是甚麼 你們怎樣定義更加美好 你們怎樣定義生活 如果你們認為更美好就是更加大 更加好 更加多錢 更加多權利 更加多性愛 更加多物品 更加多屋 更加多車 更加多衣 更加多唱片等等 如果你們認為生活 就是你們目前所處的 由生到死亡的時期 那你們再怎麼努力 都沒有辦法走出這個 令到你們的星球陷入困境的怪圈 不過 假如你們認為更加美好 是更加完整的體驗 和表達你們最高貴的存在狀態 而生活是永恆 持續 無止境的存在過程 那你們可能 可以找到新的出路 累積再多的身外之物 也都創造不到更加美好的生活 你們大多數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所有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你們的生活 和你們在生活之中所做的決定 就往往會和這些身外之物有關 總是想要得到更加多這些身外之物 你們為身外之物而奮鬥 為它而工作 當你們得到想要的東西之後 就再都不肯放手 大多數人的動機 是獲取和擁有那些身外之物 有些並不在乎身外之物的人 就可以很輕鬆地將它們放走 因為你們現在認為 偉大就是積累世界能夠提供的各種東西 所以世界上所有人都處於不同層次的掙扎之中 第一類人數量最多 他們依然在為簡單的物質生存而掙扎 他們的日子充滿著焦慮的時刻 和絕望的計算 他們的精神關注著各種基本的生活問題 會不會有足夠的食物? 會不會有地方住? 我們會不會冷? 大量的人每天依然受到這些問題的觸迫 每個月都有成千上萬的人 單單就是由於食物缺少而死去 第二類人的人數比較少 他們的基本生活有了合理的保障 但仍然掙扎在想要得到更加多的東西 中等水平的經濟收入 樸素但體面的家 更加美好的明天 他們努力工作 他們為未來究竟是怎樣 和可不可以出人頭地而煩惱 他們的精神充滿著這些迫切 和憂心充充的問題 第三類人數量最少 他們想要的東西全部都有 實際上 前兩類人想要的一切 他們都有 但有意思的是 他們大多數人 依然想要得到更加多 他們在想著 怎樣才可以保住 他們已經獲得的一切 和怎樣可以增加他們的財產 除了這三類人之外 還有第四類 這類人數最少 實際上 這類人少到沒有朋友 這類人對物質的東西毫無需求 他們關注的是 靈性的實相 靈性的實在 和靈性的體驗 這些人 認為生活 是一次靈性的海後 是一段靈魂的旅程 他們據此 來對所有人類事件作出反應 他們 以此來理解所有人類的體驗 令到他們掙扎的是 對神的追尋 對自我的實現 對真相的表達 隨著他們的進化 這種掙扎不再是掙扎 而是一個過程 它是自我定義 而不是自我發現的過程 是成長 而不是學習的過程 是存在者 而不是行事者 尋找、奮鬥、探索、追求 和沉默的理由 變得完全不一樣 行事的理由也都被改變 行事者也都被改變 理由變成了過程 行事者變成了存在者 以前 人在生活之中沉默、奮鬥、努力、工作的理由 是獲取世俗的東西 現在的理由 是體驗神聖的東西 以前 大家關注的主要是身體 而現在 大家關注的主要是靈魂 一切都改了 一切都變了 生活的目標改了 生活的本身也都變了 人追求偉大的動機發生了轉移 他們也都不再需要去貪圖、獲取和保護 還有增加世俗的財產 一個人是否偉大 將不再以他積累的財富來衡量 人將會正確地認識到 在世界上的資源 是屬於全世界的人民 成夢神的口愛 這個世界 擁有的資源 用來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滑滑有餘 到時 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都將會得到滿足 每個人都將會以此為心願 再都不需要強制任何人交稅 你們將會全部同意 將百分之十的收入拿出來 資助那些收入較低的人 再都不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坐視 另外成千上萬的人餓死 不是因為缺少足夠的食物 而是因為缺少足夠多的善意 去創造一個 確保人人都能得到食物的簡單政治體系 等到你們改變追求偉大的動機 重新定義偉大的改日 你們現在的原始社會裏面 屢見不鮮的道德敗壞現場 將會永遠消失 這是你們的新動機 去成為我要你們成為的 展現神聖的肉身 當你們選擇了你們的真實身份 也就是神的化身 你們將不會再採取非神的行動 你們 再也不需要在車的保險槓上 貼上這樣的標語 神啊 請令我免受你的不信徒所害了 讓我來看看 我是否能跟上你的思路 你剛才所說的 好像是倡道平等和平衡的世界觀 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應該服從於某一個世界政府 全人類都共同享有世界的財富 當你說到平等的時候 請記住我們指的是平等的機會 而不是實際的平等 實際的平等是永遠都沒有辦法實現的 而且你們應該為此而感到慶幸 為什麼? 因為平等就是相同 而相同是這個世界最不想要的東西 我在這裡談論的 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好像賭帽一樣 大家都等運到 穿一樣的衣服 排著隊想著在他們的腦袋 也就是那個全球政府裡面得到相同的東西 我並不是在這裡說一個這樣的世界 我所說的是一個可以保障到餘下兩樣東西的世界 第一,是對基本需求的滿足 第二,是上升到更高境界的機會 你們的世界有這麼多資源 你們擁有這麼多財富 但是就連這兩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 你們將數以百萬計的人 綁在社會經濟等級裡面的最底層 並且設計出一套世界觀 全面地迫使他們留在那裡 你們容許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 因為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而死去 這個世界如此美妙 你們就竟然未找到一種足夠美妙的辦法 來阻止那些人因為飢餓而死 至於阻止自相殘殺就更加不好看了 你們真是忍心,陰由而同在你們面前餓死 你們真是會將那些反對你們意見的人殺死 你們真是愚昧而且原始 我們自以為自己很先進 原始社會的主要標誌是自以為很先進 原始意識的主要標誌是自以為已經到達了光明的境界 讓我來總結一下 我們如果要取得進展 首先必須保障每個人擁有上面提到的這兩樣東西 而這個目標的實現要通過 要通過兩種改變、兩種變化 政治體系的轉變和靈性的轉變 和統一的世界政府同時成立的 還有一個強大而且能夠解決國際糾紛的世界法庭 還有一次保障你們選出來管理你們自己的法律 得到遵守的維和部隊 這個世界政府將包括一個國家議會 有地球上的每個國家派出兩個代表組成 還有一個人民代表大會 由各個國家按照人口比例派出代表組成 美國政府的結構都是這樣的 有兩個議員 上議院的議員是按照人口比例選出來的 參議院的議員名額是每個州兩個 沒錯 你們美國政府的結構得到神的指點 新的世界政府結構也都應該包含這種權力制衡 它同樣會有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每個國家保留它內部的警察力量 但是所有國家的軍隊將會被解散 就好像以前美國的各個州所做的這樣 他們解散了各自的陸軍和海軍 讓你們可以組成一支聯邦部隊 來保衛所有州組成的這個聯合體 而你們現在叫這個聯合體叫做國家 各個國家將會保留在必要的時候組建 和召集他們自己民兵的權利 正如美國各州都有保留和動用民兵的憲法權利 而且就好像美國各州現在的情況一樣 這個國家聯盟裡面 160個國家將會擁有 根據國內人民表決結果 退出聯盟的權利 不過我想沒有國家會這樣做 因為加入聯盟之後 各個國家的人民 將會比以前更加安全 更加富裕 這個統一的世界聯邦 將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這個問題 我亦都是幫那些 在我們之中 腦轉得比較慢的人民 國家之間的戰爭將會終結 通過殺戮 來解決糾紛的做法 將會終結 絕對的貧窮 飢餓致死 當權者對人民的剝削 對資源的掠奪 將會終結 地球環境做到全面破壞的情況 將會終結 人再都沒有必要 為了追求更大 更好 更多 而無憂子地掙扎 所有束縛人的禁令和規矩 都將會終結 無論這些是家庭 職場 政治系統裡面的規章制度 還是個人的性關係之中的禁忌 那你所講的這個新的世界政府 會對財富進行再分配嗎? 他什麼都不會要求 他將會促進大家自願 和相當主動地對資源進行再分配 例如 他將會向所有人提供合適的教育 令到所有人都有機會選擇 可以為他們帶來歡樂的職業 並且在工作之中使用他們學習到的知識 他將會保證所有人在任何時候 在任何的情況下 都可以得到醫療保健服務 他將會保證所有人都不會因飢餓而死亡 不會被逼在沒有足夠衣物 和寬敞的居所情況之下生活 他將會滿足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令到人不用再為生存問題而煩惱 令到所有人都能夠得到簡單的社會設備 和基本的生活保障 哪怕他們不努力都可以得到 你們這一種 認為這些東西 需要努力才可以得到的想法 正正是你們那種 認為你們需要努力 才可以上天堂想法的基礎 但是 你們沒有辦法通過努力 來贏取神的恩寵 你們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因為你們已經處於天堂 這一點是你們沒有辦法接受的東西 因為這樣也是你們沒有辦法給予的東西 當你們學會無條件地去給予 也就是說無條件地去外 那你們將會學會無條件地接受 我創造的生活是一種媒介 它可以令到你們體驗到這一點 努力地令到你們自己信奉這種想法 人有基本的生存權利 哪怕他們什麼都不做 哪怕他們什麼貢獻都沒有 有尊嚴地生存 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 我賜予給你們的資源 足夠令到你們 來保障每一個人擁有這樣的權利 你們只需要彼此分享 這樣就可以 但是假如有些人浪費他們的生命 經常都無所事事 周圍去找人著數 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這些人 首先 其他人的生命是否浪費 不論道理來判斷 如果有個人 在七十年內什麼都沒有做 只顧著構思思歌 然後寫了一首詩出來 這首詩 為成千上萬的人 打開了領悟和洞察之門 這樣的生命 算不算得上是浪費呢? 假如有個人 終其一生 不斷地說謊 詐騙 玩古話 做壞事 操縱和傷害其他人 但到最後 因為這些事情 而回憶起 某些有關他的真實本性的事情 那些事情 可能是他用了幾世 試圖回憶起的事情 正正因為他記起 而令到他終於進化到更加高的境界 這樣的生命 算不算浪費呢? 這樣 是真是浪費生命嗎? 判斷其他靈魂的旅程 並不是你的任務 你的任務 是去確定你的身份 而不是 對其他人已經取得 又或者未能取得的身份 在指指點點 所以你問 有沒有辦法可以阻止 那些人浪費他們的生命 經常都無所事事 到處找人著數 這個答案是 沒有辦法 但你真的認為這樣行得通嗎? 那些有貢獻的人 難道不會開始憎恨 那些沒有貢獻的人嗎? 會 他們會 假如他們尚未到達光明境界的話 但是 到達光明境界的人 將會懷著極大的同情 而不是憎恨 來看待這些沒有貢獻的人 同情? 因為有貢獻的人 將會明白 沒有貢獻的人 錯過了最偉大的機會 和最崇高的光榮 創造的機會 和對他們真實身份的最高認識 進行體驗的光榮 有貢獻的人將會知道 假如有必要懲罰沒有貢獻的人的話 這樣其實是對他們懶惰最好的懲罰 但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必要 但真正作出貢獻的人 不會因為他們種植的果實 被那些懶惰的人摘走 而感到憤怒嗎? 你都沒有專心聽我說的話 所有人都將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 那些擁有更多財富的人 將會有機會 貢獻出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十 讓這個目標可以落實 至於每個人的收入是多少 將由公開市場 根據大家貢獻的價值來確定 就好像你們國家今天的情況一樣 但到時依然會有有錢人和窮人 就好像我們今天的情況一樣 這些哪是平等來的? 但是機會是平等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無需為生存的問題而受微苦臉 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機會獲取知識 培養技術 在寬腸之中使用他們天生的才能 什麼事啊?什麼寬腸啊? 這個名字是職場在那個時候將會叫的名字 但是怎麼都會有人羨慕其他人呢? 羨慕是有的 妒忌就沒有了 羨慕是一種天生的情緒 它會促使你們努力變得更加好 羨慕是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渴望和促使他自己 可以碰到那個高過他的哥哥 可以碰到的那個門的把手 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羨慕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驅動器 它是純粹的慾望 它催生了偉大 但是妒忌就不一樣 它是一種由恐懼驅動的情緒 迫使大家希望其他人擁有的東西變少 它是一種通常基於痛苦的情緒 它從憤怒出發並通往憤怒 它會殺人 妒忌會殺人 曾經處於三角戀的人很明白這個道理 妒忌掌管殺戮 羨慕掌管生命 那些心懷羨慕的人 將會得到一切機會 去取得他們自己的成功 沒有人會受制於經濟、政治、社會的因素 種族、性別又或者性取向 將不會是令到他們受到束縛的理由 出身、階級、年齡也將不會是 反正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束縛到他們 任何其事都將不再得到容忍 沒錯 到時可能仍然會有富人和窮人 但將不會再有飢餓和困苦 你知不知道 在生活中消失的不是動機 而只是絕望 但是拿什麼來保證 我們將會有足夠的有貢獻的人 來去負擔那些沒有貢獻的人 人類靈魂的偉大 哈? 和你們的悲觀看法相反的是 到時普通人不會滿足於生存的層面 而沒有其他的追求 除此之外 當第二種轉變 也就是靈性的轉變發生之後 整個追求偉大的動機 也都將會改變 這一種轉變 要怎樣才會出現? 地球的歷史到現在已經有兩千年了 有二十億年 唉 無論如何 但是這一種轉變 二十億年都未出現 那它憑什麼現在這個時候 是都要出現呢? 因為 等到人不再關注生存問題 當他們不需要 為了獲得中等的經濟保障 而賣命工作 將不會有其他的理由 促使大家去尋求 體現和變得高尚 除了對高尚體驗的本身 這一種動機就足夠了 人類的靈魂是上升的 在真正的機會面前 它絕對不會下降 靈魂追求的 是對它自己進行更高的體驗 而不是更低的體驗 但凡體驗過真正高尚的人 都明白這個道理 那麼權力 在這種特殊的重組中 依然會有人 擁有非同小可的財富和權力 經濟收入將會受到限制 大哥 不是吧? 在我解釋這種方法行通之前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它怎樣才可以行得通? 可以 到時候 既然收入有下限 自然也會有上限 首先 幾乎所有人 都會將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十 割讓給世界政府 這種百分之十的自願扣減 那麼我前面已經說過 你是有提過 但是這種單一歲的方案 古代有 你在這裡炒冷飯 你們目前的社會 沒有辦法不採用稅收的形式 那是因為你們還未到達光明境界 不懂得為所有人的公共利益 自願扣減收入 對你們來說是最有利的 但是 等到我描述的這種意識轉變發生之後 你們將會認為 這種公開感 關愛感 自願扣減收入的做法 明顯是合情合理的 我有些說話想告訴你 你介不介意我打斷一下你 不介意 你說吧 這次對話 我看起來非常古怪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在我和神對話的時候 神會開始推薦 某些政治行動方針 是真心的說話 我沒有騙你 我要如何說服大家 去相信神 他推薦 和倡道 要收單一歲 我如何跟他們說 哎呀呀 我發現 你堅持將他當成是稅 但是 我可以明白 因為這一種 要將你們百分之十的財富 貢獻出來的主義 你們現在看起來 是十分之怪異 說話說回頭 你為什麼 會這麼難相信 我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認為 神對這些事情 不應該做評判 沒有觀點 毫不在乎 才對的嘛 你不是一直都是這樣說的嗎 讓我先將這件事說清楚 在我們上次的對話之中 你稱為對話的第一卷裡面 我回答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關於怎樣和他人相處的問題 關於怎樣正確生活的問題 甚至還有關於飲食的問題 你的問題和政治問題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有點不同 我想說的是 你是不是有什麼政治傾向 我覺得你好像是美國共和黨的人 快點拿個黨員證出來看看 在這本書裡面透露的真相 太可怕了 神經病 神竟然是共和黨的黨員 難道你寧願 我是民主黨的人 OH MY GOD 你不要那麼可愛 不行 我寧願你對政治 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對政治 的確毫無興趣 我沒有任何政治觀點 哈 這句話那麼熟口熟面 哈 哈 克林頓的講過 講得好 現在 Q那個 輪到你了 我喜歡幽默 你了 我以前 猜不到神是幽默的 而更令我猜不到的是 神竟然對政治 這麼有興趣 你猜不到 神會和人這麼相似 是不是 好了 讓我結合這本書和第一卷 再來跟你講一下這個問題 我對你們用什麼方式去生活 並沒有好戶 我唯一希望的 是你們完整地體驗到 你們自己 就是創造性的生靈 通過這一點 可能會令到你們認識到 自己的真實身份 嗯 這一點我明白 你說的這些我都明白 作為創造性的生靈 你說你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想要做些什麼 而我在這裡回答的每個問題 以及我在第一卷回應的每個疑問 都是在這個大前提下被聽到和回答的 例如你在第一卷問了我很多 關於怎樣和其他人相處的問題 你還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 那你會不會覺得 我的回答很有問題 你會不會 對我對人際關係 有這樣的看法 而覺得難以自信 我沒有想過 我只顧著看答案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的答案 是依照你的問題 而給出來的答案 也就是說 考慮到你的慾望 是成為這樣的人 做這樣的事 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他實現 於是乎 我告訴你 有什麼辦法 是的 的確是這樣 我在這本書 也是這樣 但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覺得要相信神 會說出這些話 比相信神 會說這些話難得多 你是覺得 你好難同意 我是在這裏所說的某些話 是不是 是啊 就算你不同意 這樣 也完全沒有問題 真的嗎 當然 反對神 這樣也可以 當然可以 你覺得 我會怎樣做 難道 我會把你當成是蟲仔 拿隻手指弓揉爆它 那我又不是這樣想 我真的不是這樣想 有史以來 這個世界 就一直都反對我 自從有時間開始 幾乎沒有人 按照我的方式去行事 那這件事你又說得對 這個肯定是實情 如果大家都聽從我的教導 在過去的幾千年來 有成百上千的道士 將這些教導傳授給你們 如果你們真的聽從這些教導 這個世界 現在就會很不一樣 所以 如果你現在想反對我 那就儘管反對 再說 我也都有可能是錯的 什麼話 你都有可能會錯 我說 再說 我也都有可能是錯的 哎呀呀 弟兄啊弟兄 你不會 將你跌倒當成是福音吧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可以相信 這本書裡面所說的話 等一會兒 我想 你留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讓我們從頭開始說起 所有這些事情 都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好啦 那我真是如釋重複 我本來還以為 我真是得到了神的指引 你正在這裏得到的指引 是跟隨你的心靈 傾聽你的靈魂 聆聽你的自我 就算某一個選擇 主義又或者看法 是我告訴你 你 亦都沒有義務去認可 如果你想反對 那你就反對它了 這一點 正正是這個練習的意義所在 它的意義並不在於 用你對這本書的依賴 來取代你對其他所有人 和所有事物的依賴 它的意義 在於促使你去思考 為你的自我而思考 那個 就是現在的我 我 就是思考中的你 我就是大聲地說出 你的想法的你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份資料 它並非來自最高的本源? 它當然是 但是 有件事情 你依然沒有辦法相信 這件事就是 你就是最高的本源 還有一件事 你很明顯 也都尚未領回 你一切 和你生活中的一切 都是 你在當下創造出來的 創造它的人是你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所以 你們 純正智問題的回答 有沒有你不喜歡的東西 有的話 那就改變它們了 現在就改變 在你開始視它們為福音之前 在你開始 將它們變成現實之前 在你開始 或者說你對某件事的思維 給你下一個思維 更為重要 更為有效 更為真實之前 你想改變 走去改變 請你記住 創造出你的實相的 永遠 是你的新思維 永遠都是 現在 你認為 我們對這次政治問題的討論 還有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地方 沒有了 其實我是贊同你的看法的 我只不過 不知道你怎樣去拿捏這些觀點 你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明白嗎 你在生活之中 一直都是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好啦好啦 我想我明白了 我想繼續這次對話 看看下面我們還會談到什麼 好啊 那我們繼續 你剛才只想說的是 我剛才只想說的是 在其他社會 在那些光明的社會 大家會將它們的所得 也就是你們所說的收入的固定份額 用於社會本身的公共利益 這樣是相當普遍的做法 在我們為你們的社會探討的這種身體系之下 人每年賺到多少就可以賺到多少 他們可以保留他們賺到的錢 直至到促及到一條界線為止 這條界線是多少啊 隨便啊 所有人同意這樣就可以了 那超過這條界線的收入呢 貢獻給世界慈善基金 不過 要註明捐贈者的名 這樣 全世界 都會認識那些捐贈者 捐贈者有權選擇 直接控制 它捐贈額的百分之六十的分配 令到它們 能夠依照它們的心願 去支配大部分屬於它們的金錢 所帶來的滿足感 其餘的百分之四十 就會分配給眾多 有世界聯邦批准 和管理的項目 假如那些人知道 當收入超過某一條界線之後 超過的部分終會通通被人拿走 那它們還有繼續工作下去的動力嗎 大家達到它們的收入界線之後 難道不會因此而停下來嗎 有些人會 但是這樣又怎樣啊 這樣就讓它們停下腳步了 沒有必要強迫那些超過收入上限的人 繼續工作 為世界慈善基金作出貢獻 在消除戰爭武器大規模生產裡面 省下來的錢 足夠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 這些省下來的資金 再加上全世界收入的百分之十 將會將所有社會 而不是少數幾個社會的生活水平 還有富裕程度 提高到新的水平 而因為超過共同認可的收入界線 而捐獻出來的款項 將會為每個人提供極其普遍的機會和滿足感 妒忌和憤怒將會徹底地瓦解 所以有些人將會停止工作 尤其是那些是他們的生活中的活動為辛苦工作的人 不過有些人會視他們的工作活動為永不停止的絕對歡樂 那他們將不會停止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那些工作的 你錯了 每個人都可以 人在職場 是否感受到快樂 和他們從事什麼工作毫無關係 而是和他們從事工作的初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個在凌晨四點爬起來 幫他的小朋友換屎片的媽媽 完全明白這個道理 他哼著哥仔 哄他的小朋友 在全世界的人看起來 他所做的事情是辛苦的工作 但是 正正是他做這件事情的態度 正正是他做這件事情的用意 正正是因為做這件事情的初衷 令到這件事情變成了真正的歡樂 我以前也舉過這個無性的例子 就你們的理解能力而言 我在這本書和這三部曲裡面提到的某些概念 最接近於媽媽對小朋友的愛 說是這麼說而已 但是消滅無限的賺錢空間的用意是什麼? 難道這樣不會剝奪人類對他們最偉大的動機之一 對他們最光榮的偉業之一的體驗嗎? 你們仍然可以擁有 賺取多到離譜的錢的機會和封工位置 可以保留的收入上限將會非常高 遠遠超過滿足一個普通人 十個普通人的生活所需的數額 而且你們可以賺到的收入是並沒有上限的 有上限的只不過是你們 可以留下來供自己使用的收藥 你們每年可以保留2500萬美元的收入 當然這個數目我只不過是隨口說下 剩下下來的錢都將容易令到全人類受益的計劃和項目 至於理由這樣做的原因可以保留的收入上限 將會是這個星球發生意識轉變的反應 人將會意識到生活的最高目標並非累積足夠多的財富 而是去做有益的事 同一時間也將會意識到世界上最頑固最可怕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實正正是由財富的集中而非財富的分享一手造成的 累積財富的機會 累積無限財富 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基石 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 正正是由這一種提倡自由貿易 公開競爭的體制所創造的 你真是這麼想的 那又不是 但這句話 我是幫那些的確是這麼想的人說的 那些真是這麼想的人 其實上了動 而且 對你們星球當前的現實 一無所致 在美國 佔總人口1.5%的頂層人士 他們的財富 比佔總人口90%的中下層人士的財富 加起來總要多 最富裕的83萬4千名美國人 他們的淨資產 比最窮困的8400萬美國人的淨資產 加起來總要多1萬億美元 那又怎樣呢 這些都是他們通過努力而得到的 你們美國人 肯定是認為通過個人努力 可以提高階級地位 有人曾經白手卿價 所以你們認為 每個人都可以 這種觀點 是天真而且無知的 他假定每個人擁有平等的機會 但實際上 美國的情況和墨西哥相同 那些有才有勢的人 想方設法 令到他們的金錢和權利 得以保存和增長 那又怎樣呢 他們這樣做有錯嗎 但是他們採取的手段 是通過體制消滅競爭 通過政策 減少真正的機會 通過集體控制財富的流動和增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既用不公平的勞動方式 來剝削世界的勞苦大眾 亦都結成利益同盟 同心協力地減少 甚至破壞 那些進入成功人士的新人的機會 他們還試圖控制 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 和政府體制 借此來確保 平民百姓繼續受到管轄 受到控制 繼續憶來順受 我不相信那些富豪會這樣做 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做 我想可能是會有少數人 的確去維富不仁 總體來說 這些事情 的確不是富豪的個人所為 而是他們代表的社會制度 和機構所做的 那些制度和機構 當初是有財有勢的人創造出來的 而繼續支持他們的人 正正是當今的有財有勢的人 由於躲在這些社會制度和機構後面 權貴的人 可以推卸個人責任 完全沒有必要 為那些壓迫大眾 從而令到有權有勢的人 受惠的情況負責 例如 我們可以再來看看 美國的醫療保健行業 數百萬美國窮人 得不到預防性的醫保服務 美國 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 但是 有數百萬人看不起醫生 只可以等到病入高方的時候 才會送到急症室 但是沒有人 可以指著某一個醫生的鼻話 你們是你做的 是你的錯 沒有哪個醫生需要為此負責 但是所有的醫生都從中獲益 整個醫療行業和所有的相關行業 從這種體制化地排斥貧困工人 和失業人員的醫療服務系統裡面 獲得市務前例的利潤 制度 令到富者富 貧者貧的例子還有很多 這些 都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問題在於 支持這些社會結構 並且環固地拒絕 對他們作出真正改變的 正正是那些有才有勢的人 他們反對任何試圖向全體人民 提供真正機會 和尊嚴的正詞 或者經濟舉措 單獨來看的話 大多數有權有勢的人 都是相當好的人 他們也有良心和同情心 但是如果提到某個威脅到他們利益的主義 例如 華為每年度的收入設置限制 哪怕這種限制高到離譜 例如每年2500萬美元 他們都依然會疊疊不憂地說 什麼個人權利不容侵犯 美國的生活放食遭到腐蝕 他們失去了動力等等 不過 有這麼多人生活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之中 食不過福 醫不閉體 這些人的權利又在哪裡 到處都有人得不到醫療服務 沒辦法不飽受各種各樣相對較小疾病的折磨 嚴重的甚至會因此而死亡 而有錢人得到同類病痛 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醫好 這些人的權利又在哪裡 你們星球上面的資源 包括那些不斷地 全面地受到剝削的勞苦大眾的勞動果實 是屬於全世界的人民的 而不是屬於那些能夠進行剝削的有財有勢的人 剝削是這樣進行的 有錢的企業家來到某一個根本沒有工作的國家或者地區 那裡的人一無所有處於赤貧狀態 有錢人開辦了工廠為這些窮人提供了崗位 有時每天需要工作十個小時、十二個小時或者十四個小時 而他們開出來的人工 就算不稱得上毫無人性也都低於正常的標準 我要提醒你的是 這樣的人工並沒有辦法令到這班工人 可以逃離他們所住的老鼠肆虐的村莊 而只是足夠他們生活在那裡 只不過比以前多了食物和多了用身之所 如果有人對此提出異議 這些資本家就會說 哎呀呀,他們比以前已經過得很好,不是嗎? 我們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他們現在有工作,是嗎? 機會是我們帶給他們的 而且我們還承擔了這裡的風險 但是他們支付給制鞋工人的薪酬 是每個小時七十五美份 而那雙鞋每一雙都可以賣一百二十五美元 這樣還會有什麼風險? 這樣是承擔風險 還是純粹赤裸的剝削? 這種極其嘔心的制度 只是可以由一個由貪男所驅動 以利潤變制 而非人類尊嚴為第一考慮的世界裡面 才可以出現 有些人說 相對於他們的社會標準來說 這些農民已經過得很好 這些人都是極其無恥的偽君子 他們會為跌落水的人拋出一條繩索 但是就拒絕將他們拉到外面 然後他們還會大言不慚地說 扔條繩給你 怎麼都好過扔夠石頭給你 有錢人並沒有真正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 他們給予世界上沒有錢人的東西 只是足夠他們的戶口 而沒有辦法令到他們 變得真正地強大起來 因為人民如果有了真正的經濟力量 就會有能力去衝擊這種制度 而不是單純的服從 這一點正正是這些制度的創造者 最不想見到的情況 所以陰謀繼續延續 就大部分有才有勢的人來說 他們並沒有主動參與這種陰謀 而是對這種陰謀保持執默 隨便你們 你們繼續沉默 有個公司的高層 由於提高某種飲料的銷量 而獲得七千萬美元的獎金 同時 有七千萬人喝不起這種奢侈的東西 更加沒有足夠的食物 可以維持健康 你們繼續對這種變態的社會經濟體制 保持沉默了 不要覺得他很噁心 請清他為自由的市場經濟 並且告訴所有人士 你為他而感到非常驕傲 不過聖經上是這麼寫的 你如果願意去做一個完美的人 那就賣掉你的產業 把錢分給窮人 你將會在天堂裡面 擁有財富 但是那個年輕人聽完之後 就離開了 滿面憂愁 因為他有大量的財產 我很少見到你這麼憤慨 神是不會憤慨的 這樣只會證明你不是神 神是一切 神是一切 沒有神不是的東西 神對他自身的一切體驗 都是神在你之內化成你 通過你而體驗到的 你感受的正正是你的憤慨 你是對的 因為我同意你剛才所說的每一句話 要知道的是 我發送給你的每個思維 你都通過某個類鏡予以接受 這個類鏡就是你自己的體驗 你自己的實相 你自己的理解 你自己對你的身份 和你選擇的身份作出的決定 選擇和宣言 你無法用其他方式來接受它 亦都不應該用其他方式 哎呀你又來了 你是說這些思想和感受都不屬於你 而且這本書 你說有可能是錯的 你的意思是否 就是說我和你對話的這個體驗 有可能 只不過是我對事物的思維 和感受的堆砌 亦都有可能 你對事物的思維和感受 都是我給予你的 你認為這些東西是來自哪裡的呢 你的體驗是我和你共同創造的 而你的決定 選擇和宣言 亦都有我的功勞 亦都有可能 一早在這本書出現之前 我就選擇了 你和其他好多人 作為我的信使 這一點令到我好難相信 沒錯 我們第一卷就討論過這個問題 但是 我們將會對這個世界說話 我會通過我的教師 和我的信使 還有其他各種的方式來這樣做 在這本書裡面 我將會告訴你們 你們的世界 它的經濟 政治 社會和宗教體制 是原始而且落後的 我發現 你們擁有集體的傲慢態度 竟然會認為他們是最好的 我見到大多數人 不停地拒絕 所有會令到你們失去某些事情的改變 又或者是提高 完全不會理會 這樣做 就會令到很多人受益 我在這裏再次重申 你們的星球 需要的是大規模的意識轉變 你們的覺悟 要實現轉變 你們要重申喚 對所有生命的尊重 更深入地了解所有事物的內在聯繫 你是神來的 假如 你看不慣各種事物的現象 你為什麼不去改變他們 正如我以前向你解釋過的這樣 從最初開始 我的決定 就是給你們自由 讓你們 能夠隨心所欲地創造你們的生活 從而創造你們的自我 假如我告訴你們 創造些什麼 怎樣創造 然後迫使 要求又或者促成你們去這樣做 你們就沒有辦法認識到你們的本身 就是做物主 假如我這樣做 我的目標就會落空 但是現在 讓我們來看看 你們在這個星球上 創造了怎樣的情況 看看它 會不會令到你們感到有點憤慨 隨便找一份主流的報紙 我們只去看看其中的四個版面 這樣就可以 就拿今天的報紙來看看 好呀 今天是1994年的4月9號 星期六 我現在正在看的是 《舊金山紀事報》 十分之好 隨便揭開一個版面 好 這一頁是A7版 嗯 那看看上面寫了些什麼 這一版的頭條新聞的標題是 發展中國家正在商談勞工權利 非常之好 繼續 這篇新聞報導 是說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在勞工權利的問題上 原有的分歧 根據這篇報導 有些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擔心 一場擴大勞工權力的運動 可能會間接妨礙他們的低工資產品 進入富裕國家的消費市場 接下來 他又說到來自巴西 馬來西亞 印度 新加坡 還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人員 他在世界貿易組織設立專門 負責起草勞工權利政策的常設委員會 這些新聞所說到的是什麼權利? 他是說工人的基本權利 例如說禁止強迫工人勞動 制定工作長數的安全標準 保障工人有集體談工資的機會 發展中國家 為什麼不願意簽署 含有這些權利的國際協議? 我來告訴你是什麼原因 但是首先我們要清楚 抵制這些權利的並不是這些國家的工人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人員 一不是是那些工廠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 一不是就是那些和管理者和所有者關係密切的人 換句說話來說 他們都是有才有勢的人 跟美國勞工運動之前的情況相同 這些人現在 正在對工人的大規模剝削之中獲得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 他們得到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的大資本家的暗中之助 這些國家的企業家 他們再也沒辦法不公平地剝削他們本國的工人 他們現在和發展中國家的工廠所有者 簽署了轉包合同 或者在當地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工廠 讓他們可以剝削外國工人 資本家可以利用這些尚未得到保護的外國工人 來增加他們已經多到離譜的利潤 但報導裡面說我們的政府 也就是現在的行政機構 這道努力把工人的協議寫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 你們現在的領袖 比爾克林頓是一個男子漢 他認為工人應該擁有基本的權利 哪怕你們那些強大的企業家 並不是這樣認為 他很勇敢地和大資本家的既得利益進行鬥爭 有些其他的美國總統還有其他國家的領袖所做的事情並沒有他那麼多 不過就遭到了殺害 你是說克林頓總統都會被謀殺? 我們不妨這樣說 將會有巨大的勢力試圖將他趕下台 他們沒有辦法不將他趕出白宮 就好像他們三十年前沒有辦法不將約翰肯尼迪趕走那樣 跟他的前任肯尼迪一樣 比爾克林頓所做的都是大資本家很討厭的事情 他不單要在全世界為工人權利呼籲 而且幾乎在所有的社會問題上 他都堅定地和小人物並肩作戰 去對付頑固的體制 例如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足夠的醫療保健服務 不管他是否負擔得起美國醫療界最喜歡見到的昂貴價格和費用 他說體病的成本應該降低 這個看法令到他成為了另外一波為數眾多的有財有勢的人的眼中定 其中包括製藥商、保險公司、醫療公司 還有很多沒有辦法不幫他們的工人去支付標準醫保金的企業所有者 假如美國的窮人普遍都可以得到醫療保健服務 一大堆現在賺了很多錢的人必定會賺少一些 這就令到克林頓先生沒有辦法成為最受歡迎的人 反正有些人很討厭他 而這些人已經在本世紀裡面證明了 他們有能力將美國總統趕下台 你是說 我是說 有錢人和沒錢的人的鬥爭 將會永遠持續下去 遍佈你們的星球 只要驅動世界的是經濟的利益 而不是人道的利益 只要人類最關心的是人類的身體 而不是人類的靈魂 這種情況就將會延續 嗯 我想你是對的 這份報紙的A14版有一個標題是說 蕭條在德國引發文憤 而副標題就說 失業率創戰後新高 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對了 這份報道又說了些什麼? 他說這個國家有越來越多的工程師 大學教授 科學家 普通工人 木匠和廚師 被人炒油魚 他說這個國家 觸受了某種程度上的經濟衰退 而且 很多人覺得 這種艱難的時局 對社會各個階層所造成的影響 並不均等 的確是這樣 一向都是這樣 報道上 有沒有說什麼原因 導致這麼多人 會被人炒油魚? 有 他說那些憤怒的職工 原本都是有工作的 但是僱主又將他們的企業 切移到勞動力廉價的外國那裡 哈哈哈哈 我想很多 見到今天的舊金山紀事報的人 都會發現 A7版和A14版的報道 是有關聯的 報告裡面還指出 當財源風波吹襲過來的時候 女性僱員是最先遭殃的 他說女性佔了全國失業人口的一半 而在東部 這個數字還接近三分之二 當然 我還想指出的是 你們的社會經濟系統 全面地區別對待各類不同的人 但你們大多數人 都不願意正視 又或者承認這種情況 你們並沒有向所有人提供軍等的機會 與此同時 你們又大悉地算稱 你們有這樣做 不過 你們必須相信這個謊言 這樣 你們才可以繼續自我感覺良好 如果有誰把真相說出來 你們就會對他恨之入骨 就算那些證據已經放在你們面前 你們也將會予以否認 你們的社會是一個鴕鳥社會 好了 今天的報紙還有沒有其他的新聞 A4版有篇報導 他的標題是說 聯邦為了結束住房歧視 施加新壓力 他說 聯邦住房部的官員 就在起草一項政策 推行力道空前的舉措 用來消滅住房之中的種族歧視 你們應該苦心自問的是 這些舉措 為何必須由政府來推行 我們的公平住房法案裡面 禁止出現因為種族 夫婿、宗教、性別、原籍、殘疾 又或者是家庭人口 而引起的住房歧視 但是 很多當地的社區 根本就不去消滅這些歧視 這個國家仍然有好多人認為 他們應該有權利去處理他們的私人財產 包括這間屋 租又或者不租給什麼人 不過 假如全部由屋可以出租的人 都可以作出這樣的選擇 而且這些選擇 在總體上反映了社會 對某類人的集體意識 和普遍態度 這樣就有些人 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住的地方 由於缺乏適宜的住所 土地的主人 又或者黑心的包租婆 就可以把這間爛屋租到很貴 不幫班造客提供必要的設備 又或者把房子租出去就什麼都不理 於是乎 有財有勢的人 又可以抹削勞苦大眾 你一次打著的旗號就是 財產權 但是人應該有財產權才對的 但是假如少數人的權利 和多數人的權利 發生了衝突 這個一向都是每個文明社會 要面臨的問題 全體的更高利益 可以戰勝個體的權利 社會對他們自身 有責任 你們用你們的公平住房法案 提供了一個肯定的答案 有財有勢的人 就用拒絕遵守 和落實這些法律的方式 而提供了一個否定的答案 他們說 那當然是我們的權利更加之重要 你們的總統 和他的政府 亦都想強行解決這個問題 並非所有的美國總統 都願意同時 在這兩條戰線上面 和所有有財有勢的人對抗 這一點我知道 這篇報紙文章說 克林頓政府的住房部官員 雖然在職時間不久 但是他們對住房歧視發起的調查 比過去的十年還要多 華盛頓有個國家智庫組織 叫做公平住房同盟會 他的發言人說 在這麼多年來 他們試圖遊說政府 堅決要求公平住房法案 必須得到遵守 但只有克林頓政府願意這樣做 所以 和這位現任的總統 為敵的有財有勢的人 就會變得更加多了 製造商和企業家 製藥公司還有保險公司 醫生和醫療集團 還有房產的投資者 全部都是既有錢 又有影響力的人 正如我在前面所說過 他們只在想辦法 為克林頓製造麻煩 就是這段文字被寫下來的時候 1994年4月 他承認他正在承受各種沉醇的壓力 這份1994年4月9日的報紙 還有沒有其他關於人類的報導 有啊 讓我們回到A14版 版面上有一張俄羅斯政治領袖 揮舞著拳頭的照片 照片的下面是一篇新聞報導 他的標題是 桂林諾夫斯基在國會襲擊同僚 這篇文章說 弗拉基米爾桂林諾夫斯基 昨天又揮起了拳頭 勞打某個政治對手 並且當著對方的面大喊 我要令到你死在監獄裏面 我要將你的鬍子 一條一條地拔出來 你還覺得 國家之間 會較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這個人 是一場大型政治運動的主要領袖 但是在國會的大廳裡面 他就必須通過暴力 來展現他的男子氣概 你們人類是非常之原始的 你們只懂得弱欲強食 你們星球上面沒有真正的法律 真正的法律是自然法 它是極其複雜的 而且無需被解釋或者教導 它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 真正的法律是大家都自願遵守的法律 因為他們天生就受到這些法律的約束 所以他們對這些法律的認可 是發自內心的 並不是經過各方的協商之後才達成的 這些法律不需要強制推行 他們已經得到推行 而推行他們的手段也都很簡單 就是無可否認的後果 讓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高度進化的生靈 並不會用鐵錘去敲打他們自己的頭 因為這樣會很痛 基於同樣的原因 他們也不會用鐵錘去敲別人的頭 這些高級的生靈發現 如果你用鐵錘去敲別人的頭 那麼那個人會很痛 如果你不停地這樣做 那個人就會生氣 如果你不停地激怒他 他最終會親自地找一把鐵錘 然後用它來敲你的頭 所以高級的生靈知道 如果你用鐵錘去打別人 就等於拿鐵錘來打自己 哪怕你有更加多的鐵錘 又或者更加大的鐵錘 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遲早都會遭到暴刑 這種結果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 尚未進發的生靈 原始的生靈也都發現這個事實 只不過他們不在乎 高級的生靈不喜歡玩 哪個鐵錘最大 就誰贏的遊戲 原始的生靈 就只喜歡玩這些遊戲 而巧巧的是 這個一般來說都是男性的遊戲 在你們人類當中 女性很少人願意玩 拿鐵錘去敲別人的頭的遊戲 因為他們玩的是新的遊戲 他們會說 如果我有個鐵錘的話 我就會用鐵錘來追求正義 追求自由 令到我的兄弟姊妹彼此相愛 令到你一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彼此相愛 你是說女人比男人更加高級? 我並沒有作出這樣的判斷 我只是實話實說 你知不知道 真相和自然法一樣 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 任何不是自然法的法律 都是不可觀察的 所以 必須向你們解釋 必須有人告訴你們 為何它對你們來說是有利的? 它必須被證明給你們看 這樣並非簡單的任務 因為假如某一件事對你們本身來說有利 那它應該是不正自明才對 只有那些並非不正自明的東西 才需要向你們解釋 要說服大家相信 某樣並非不正自明的東西 這樣 一定要是一個與眾不同 而且極具決心的人才可以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你們發明了政治家 還有傳教士 科學家 不會說很多說話 他們通常都不是很見譚的人 他們不需要能說會道 如果他們進行某個實驗 並且取得成功 他們只需要把實驗的結果 讓你們看看這樣就可以了 結果本身就懂得說話 所以科學家 往往比較安靜 不會長篇大論 他們不需要這樣做 原因在於他們的研究 是不正自明的 除此之外 如果他們做了某個實驗 然後又以失敗告終 那麼他們也沒有什麼好說 政治家就不是這樣了 哪怕是失敗 他們都要說話 實際上 有時候他們失敗得越多 說話就越多 宗教也是一樣 他們失敗得越多 說話也越多 但是 我跟你說一個道理 真相 和神處於相同的地方 那個地方 叫做沉默 當你發現神的時候 當你發現真相的時候 你不需要說出來 因為他是不正自明的 如果你滔滔不絕地討論神 那可能是因為你仍然在尋找神 這是可以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你要知道你身在何方 大學校的老師 都經常談論神 我們在這本書裡也經常這樣做 你們只會教你們選好要學習的東西 沒錯 這本書的確談論到我 也都談論到生活 這樣令到這本書成為了非常有意義的例子 我之所以會寫這本書 是因為你仍然在尋找 是啊 那些正在閱讀這本書的人 也是這樣 但是 我們接下來要談論一下創造 在本章的開頭 你問我 假如我不喜歡地球的現狀 為什麼不去改變它 我不會評判你們的所作所為 我只是觀察它 然後時不時會描述一下它 正如我在這本書裡所做的這樣 請你忘記了我的觀察 和我的描述 我現在必須問你 你們在這個星球上 創造的景象 你都已經看到了 你有什麼感覺 你剛才 只是拿了一天的報紙出來看 你就已經發現了很多的問題 有些國家 拒絕賦予基本的權利給工人 在面臨經濟衰退的德國 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 窮的人就越來越窮 美國政府 沒有辦法不強行迫使業主 遵守公平駐防犯案 還有俄羅斯有個強大的領袖 向政治對手說 我要你死在監獄裏面 我要將你的鬍鬚一條一條的拔出來 而在同一時間 他還在國家的立法機關裏面 拿拳頭去揮對方塊面 這份報紙裏面還有什麼文章 可以讓我見識一下你們的文明社會 有啊 在A13版的頭條新聞就說 安哥拉的內戰裡面 最痛苦的是百姓 這篇報道的副標題是說 在叛亂的地區裡面 上層階級揮金如土 平民百姓食不過福 夠了 我可以想像得到 情況是怎樣 你所說的是不是一天的報紙 不是啊 只不過是一天的報紙裡面的其中一疊 我連A版都沒看完 所以我要在此重申 這個世界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宗教系統 是原始而且落後的 我不會改變這種情況 原因我已經說過 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們必須擁有自由的選擇 和自由的意志 這樣你們才可以體驗到 我對你們最高的期許 也就是認識到 你們就是做物主 而今為止 經過這數千年之後 這個就是你們進化到的境界 這個就是你們創造出來的境況 這種境況 難道沒有令你們感到憤慨嗎 但是你做了一件好事 你來找我 徵求我的意見 你們的文明反覆地回頭去問神 我們哪裡做錯了? 我們可不可以做得更加好? 你們在所有其他場合 徹底忽略我的建議 但是我並不會因為這樣 而不再提供建議給你們 就好像一個好心的家長 我怎麼都會願意在別人問我的時候 提供有益的實話 就好像一位好心的家長一樣 我也都會願意繼續愛你們 哪怕你們忽略了我 所以我正如實地描述事物的現狀 我正在告訴你們 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 我正在用一種 令你們感到憤慨的方式 這樣做 因為 我想要引起你們的注意 我知道 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那要怎樣才可以實現 你在這本書裡 反反覆覆覆提到的 那種大規模的意識轉變 這一種 是一種需要精雕細磨的工作 人類的體驗 就好像一塊大鯉石 我們就好像雕刻 需要不停地作 不停地作 作走多餘的部分 這樣到最後 才可以創造 和顯示出雕塑品真正的美 我們? 你和我 通過 我們所寫的這些書 還有其他很多人 所有的信使 那些作家 藝術家 電視 還有電影製片人 那些音樂家 歌唱家 表演家 舞蹈家 教師 殺滿 巫師 那些政治家 領袖 是 有些領袖 是非常之好 和非常之真誠的 還有醫生 律師 沒錯 有些律師 也是非常之好 和非常之真誠的 還有全美國和全世界 在客廳裡面 廚房裡面 還有在後院裡面的媽媽 爸爸 阿媽阿婆 阿公阿爺 你們是先鋒 你們是前驅 很多人的意識 正在轉變 因為有你們 有人說 要實現這種轉變 必須要首先出現世界性的動亂 又或者極具破壞力的大災難 是不是真的 一定要等到地獄傾斜 擊中地球的流星 令到所有的大陸淪陷 那些人才肯聽嗎 一定要等到外星人到訪 嚇到我們死下死下 我們才有足夠的銳見 去意識到我們是一體的嗎 一定要等到所有的人 面臨絕境的時候 我們才會主動地尋找 新的生活方式嗎 這些災難事件 不是必須的 但是有可能會發生 他們真的會發生嗎 你以為未來是可以預測的嗎 你覺得神可以預測到未來嗎 我告訴你 你的未來是被創造出來的 依照你的心意被創造出來的 但是之前你又說過 時間的真實本質裡面 未來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即時發生的 發生在永恆的當下 的確是這樣 那我就要問你了 當下是否會存在那些地震 洪災和撞擊地球的流星在這裡 你不要跟我說雖然你是神 但你也不知道 你想不想這些事情發生嗎 我當然不想 但你說過 凡是喜歡發生的事情 都已經發生過 而且正在發生著 沒錯 但永恆的當下 也都是永遠變化著 它就好像一幅流動的拼圖一樣 它永遠存在 但不停地發生變化 你不可以眨眼 因為當你再次睜大雙眼的時候 它就會變得不一樣 看看 快點看看 你看到沒有 它又發生變化了 我不斷地在變化著 那是什麼令到你變化? 是你們對我的想法 你們對一切事物的思維 會促使一切事物發生改變 立即的改變 有些時候 全體之中的改變 是很細微的 根本就沒有辦法察覺 因為這樣要視乎思維的力量 但如果 那個是強烈的思維 或者是集體思維 這樣就會造成巨大的影響 產生難以諮詢的效果 一切都會改變 那你所說到的那種全球性的大災難 到底會不會發生? 我不知道 它會不會發生 是由你們作主 不要忘記 你們正在選擇你們的實相 我選擇它不會發生 那它就不會發生 但是也可能會發生 你又來了 說這些東西 誰會明白? 沒錯 你必須學識 在矛盾之中生活 你必須明白 你一個是最大的實相 物皆無謂 物皆無謂? 我將會在第三卷解釋一句說話 哦 那好吧 但是 我很想現在就聽聽你的解釋 這本書裡面 等待你吸收的東西已經足夠多 給點時間給你自己 亦都給點空間給你自己 喂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走 我覺得你好像快要走 每次當你準備離開的時候 你就會好像現在這樣說話 好像在交代身後事一樣 我還想再跟你聊聊其他幾件事 例如說外星人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東西? 實際上 等到第三卷 我們都會討論這個問題 哎呀 求求你 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些東西? 你是否想知道 在宇宙的其他地方 是否有其他的智慧生命存在? 沒錯 當然存在 他們是否和我們一樣 如此原始和落後? 有些 比你們落後得多 有些 只是落後少少 有些 就比你們先進得實在太多了 這些外星人有沒有來過地球? 有 來了很多次 他們過來做什麼? 過來探索 有些時候 是來溫柔地幫助你們 他們怎樣幫助我們? 他們時不時 都會來幫助你們 例如 你肯定意識到 在過去的75年來 你們在技術上的進步 就比以前所有的歷史時期加起來 都還要多 是啊 我想都是這樣 你覺得 由CT掃描 去到超音速飛行 再去到你們安裝在體內 用來調節心率的電腦晶片 你覺得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是來自你們人類的頭腦嗎? 呃 我想是吧 那為什麼人類 在以往幾千年裡面 沒有發明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的技術水平不夠 我猜是這樣吧 我的意思就是說 各種技術之間是相連的 一樣東西導致另外一樣東西 當時最初的技術並沒有出現 後來它出現了就不一樣了 這個完全是一個進化的過程 在數十億年的進化過程裡面 在約摩75到100年前 忽然間出現了巨大的理解力大爆炸 你不覺得會很奇怪嗎? 這個星球上面 現在有很多人 在短短的一生之中 就可以見到 由無線電到雷達 再到射電電子學的發展 你不覺得這種情況有些異常嗎? 你不認為這種情況 代表了某種巨變嗎? 你不覺得 這麼順猛巨大的飛躍 是違反了任何發展的邏輯嗎? 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的是 你們很有可能 是得到某種幫助 假如我們在技術上得到幫助 那麼我們在靈性上 為何沒有得到幫助呢? 我們為何沒有得到某些協助 來實現這種意識轉變呢? 你們有得到 真的嗎? 難道 你又以為這本書是些什麼? 那也是 除此之外 每日都有新觀念 新思維 新概念放在你們面前 提高整個星球的靈性覺悟 從而實現意識轉變 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它需要時間和巨大的內心 需要幾世、幾代人 但是你們慢慢地提高 你們輕輕地轉變 你們靜靜地改變 你是說外星人在幫助我們 完成這件事嗎? 是啊 他們就在你們之間 有很多人 他們已經幫助你們很多年 那為何他們 不讓他們為人所知呢? 為何他們不現身呢? 這樣做 不會令他們所做的事情 是半功倍嗎? 他們的目標 是協助實現你們 大多數人想要的改變 而不是去創造它 他們的目標是推動 而不是強迫 他們如果現身 由於他們的出現 帶來的極大示範力量 你們 將會給予他們極大的尊敬 對他們所說的話 也都會相當重視 但是 由民眾去獲取他們自己的智慧 是更加好的做法 由內在而生的智慧 和由其他方式產生的智慧相比 前者更加不容易遭到凋棄 總體來說 和其他人告訴你們的道理相比 你們會更加珍惜 你們自己創造的道理 我們會不會見到他們 我們有沒有辦法見到 這群天外來客的真面目 會 總有一天 你們的意識將會提高 你們的恐懼將會消退 到時他們就會向你們現身 他們有些已經現身 但只不過 只是向少數人這樣做 現在有一種理論變得非常流行 一種理論說 外星人實際上都是很差的 你又怎樣看 有沒有外星人會傷害我們 你們有沒有同類想要傷害你們 當然有 你們可能會判斷出 有些外星人 進化程度比較低的外星人 想要傷害你們 但是 請你記住我的教導 不要去做評判 假如 以一個人的宇宙觀作為標準 那他們所做的事情 都是合情合理的 有些生靈 在技術方面 是很先進的 但他們的思想就不是 你們人類就是這樣 但如果這些惡意的生靈 在技術上面十分先進 他們肯定可以毀滅我們 那 我們應該怎樣去阻止他們 你們是受到保護的 真的嗎? 是 你們被賜予了 可以走完你們自己的道路的機會 你們自己的意識 將會創造出那種結果 那意味著什麼? 那意味著 就這件事 和其他所有的事情來講 但凡你們所思考的 你們都將會得到 但凡你們所恐懼的 將會遇到你們 但凡你們所厭惡的 將會糾纏你們 凡所有上 皆是虛妄 等你們有機會 在你們願意的時候 重新去創造它 或者將它 永遠地趕出你們的體驗 但凡你們所選擇的 你們都會體驗到 嗯 不過 我的生活看起來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 你懷疑那種力量 你懷疑我 那可能 懷疑你並不是一件好事 絕對不是 為甚麼 為甚麼人會懷疑你 因為 他們懷疑自己 那他們為甚麼要懷疑自己 因為有人告訴他們 教他們這樣做 是甚麼人這樣做 那些自稱代表我的人 我聽不明白 為甚麼 因為 因為 這樣 是控制人類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你知不知道 你們必須懷疑自己 如果不是 你們就會拿回屬於你們的權力 這是不行的 是完全 不可疑的 那些現在擁有權力的人 不會允許你們這樣做 他們控制的權力 其實 是你們的 他們 心知道這一點 唯一可以繼續執掌權力的辦法 就是阻攔世人去發現 從而解決人類體驗裡面 兩個最大的問題 是哪兩個問題 嗯 我在這本書裡面 反覆地描述過這兩個問題 下面 讓我來做一些總結 世界上大部分的問題和衝突 還有 你們作為個人的大部分問題和衝突 都可以得到解決和調解 前提是 整個人類社會 將會放棄分離的觀念 採納坦誠的觀念 不要再認為你們是彼此分離的 不要再認為你們自己和我是分離的 永遠向其他人說出全部的真相 永遠只接受你們關於我最高尚的真相 第一個選擇 將會導致第二個 因為當你們發現 和明白你們 和所有人是一體的 你們就沒有辦法再說謊 或者隱瞞某些重要的事情 而是完全坦誠地對待所有人 因為你們將會明白 這樣做對你們自己是最有利的 但是這一種在理論上巨大的轉變 需要極大的智慧 極大的勇氣 和巨大的決心 因為恐懼 將會攻擊這兩個觀念的心臟 並且說他們是錯誤的 恐懼 將會吃掉這些高尚真相的內涵 令到他們變得空洞 恐懼 將會扭曲 墊污和破壞 所以恐懼 將會成為你們最大的敵人 除非 你們有足夠的智慧和眼光 去發現這個終極的實相 否則 你們將不會擁有 也沒有辦法製造出 你們一直以來 都掛在嘴邊 夢寐以求的那種社會 這個終極的實相是 你們對其他人所做的事 就是對自己所做的事 你們沒有辦法為其他人做到的事 亦都沒有辦法為自己做到 其他人的痛苦 就是你們的痛苦 其他人的歡樂 亦都是你們的歡樂 忽視其他人的痛苦或者歡樂 就是忽視你們自己的痛苦和歡樂 是時候重新發現你們自己 是時候重新認識你們的真正身份 是時候令到你們彼此 再次坦誠相待 因為當你們 和神的真實關係變得坦誠 我們 就將會親密無間 再都沒有任何東西 可以將我們分開 雖然你們 將會再次生活在分離的幻象之中 你們 將會將這種幻象視為工具 用它來重新創造你們的自我 你們將會世世代代生活在光明之中 見到幻象的本質 愉快地 歡樂地用它來體驗我們身份之中 那些你喜歡體驗的因素 不過 你再都不會認為 它就是實相 你們再都沒有必要使用遺忘的方法 才可以重新創造你們的自我 而是有意識地利用分離的幻象 完全由於特定的原因和特定的目標 去選擇成為分離的個體 等到你們徹底到達光明境界 也就是說 再一次充滿了光 那你們 甚至乎 會以提醒其他人為特定的目標 選擇重新回到物質的生活 到時 你們選擇回到這種物質生活 可能並不是為了創造和體驗 你自我之中身的因素 而是為了將身上的光明 帶給這個虛幻的地方 令到其他人可以看到 那你們 將會成為光明使者 你們 將會成為各誤運動的一部分 有些人 已經這樣做過 那他們來到這裡 是為了幫助我們 認識到我們的真實身份? 沒錯 他們 是達到光明境界的靈魂 他們 是已經進化的靈魂 他們 不再尋求對他們自己 有更高的體驗 他們 已經有過最高的體驗 他們 現在 只是想要 將那種體驗的消息帶給你們 他們 將好消息帶給你們 他們 將會令到你們見到神的道路 和神的生活 他們將會說 我就是道路和生活 請跟我來 然後 他們將會以身作則 令到你們明白 和神的意識結合 也就是說 生活在神的意識裡面 那種永恆的光榮 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永遠結成一體 你們 你們 和我 我們沒有辦法不是一體 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但是 目前你們的生活裡面 對這種結合的體驗 是無意識的 大化成肉身的你們 也有可能 在生活之中 有意識地和太極 也就是一切萬有結合 有意識地領悟到終極的實相 有意識地表達你們的真實身份 你們 如果做到這一點 就會成為 所有其他生活在遺忘之中的人的榜樣 你們會變成現世的提醒者 這樣 你們就可以 避免其他人 在他們的遺忘之中 永遠地迷失 那種 在遺忘之中 永遠迷失的情況 就是所謂的地獄 不過 我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 我不允許 有哪一隻羊當失露 所以 我會派出牧羊人 實際上 我將會派出很多牧羊人 你們可以選擇 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員 每當有靈魂被你們在沉睡之中喚醒 重新回憶起他們的真實身份 天堂裡面所有的天使 將會為這些靈魂歡呼 因為他們曾經當失露 現在 他們已經被人找回 我們的星球上面 現在就有這些人 有這些神聖的生靈在這裡 不僅是過去有 而是現在有 是不是 沒錯 以前一直都有 將來永遠都會有 我不會令到你們沒有道士 我不會拋棄羊群 而會永遠地為他派出我的牧羊人 你們星球上面 如今也有很多牧羊人 宇宙的其他地方也一樣 在宇宙的某些地方 這些生靈在生活之中 不停地和最高的實相交流 不停地表達最高的實相 這些地方就是我以前提過的光明社會 他們是存在的 他們是真實的 他們曾經向你們 派出他們的使者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佛陀 灰師那 和耶穌都是太空人 是你說的 我沒有這麼說 是不是真的 難道你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不是 但是是不是真的才行 你相信這些大師來地球之前 存在在某個地方 然後在所謂的死亡之後 又會回去那個地方嗎 我相信 那你認為那個地方應該在哪裡 我認為那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說的天堂 我認為他們來自天堂 你認為這個天堂在哪裡 我不知道 可能是其他的次元 又或者是領域吧 你是不是指其他的世界 是啊 呃 我有少少明白了 我想應該是一個靈性的世界 而不是其他 好像我們這樣的世界 即是說 它不是其他的星球 那個的確是靈性的世界 但是你為什麼會認為 那些生靈 那些神聖的生靈 沒有辦法 或者不會選擇 在宇宙的其他地方 他們 不是都來過你們的世界嗎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沒有想過整件事可能是這樣的 天上人間的事 克賴獸 比你的哲學 所能夢想到地 多得多 這句說話 是你們偉大的思想家 威廉沙士比亞寫的 那耶穌真的太兇人 我沒有這樣說過 那即是怎樣 他究竟是不是 內心一點 我的孩子 你太跳脫了 你要了解的東西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我們還要寫一本書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要在第三卷裡面才肯說 對吧 我從開始就說過給你 聖樂過來 我當時說 將會有三本書 第一卷 處理個人生活的各種真相 和難題 第二卷 討論地球大家庭的生活 和各種真相 我講過 第三卷 將會囊括 和各種永恆的疑問相關的最大真相 這樣 宇宙的秘密 就會得到揭示 也都可能會 哎呀大哥 我真的頂你不緊 我是指 我真的有點厭倦 用你的話來講 在矛盾之中生活 我希望生活可以確定下來 那他就會確定下來 是 也都可能不會 Exactly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開竅了 現在 你掌握神聖的意願論 現在 你全部都明白了 現在你理解 那項計劃了 一切存在於過去 存在於如今 也都將會永遠存在於此刻 所以 一切都是當下 但是 當下 是不停地變化著的 因為生活 是持續不斷的創造過程 所以 當下 其實就是虛無 這種當下的狀態 是永遠都不會相同的 這樣 意味著當下 其實就是虛無 救命啊,你放過我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切又怎樣還可以是一切啊? 一切其實不是一切 你太挑脫了 現在時辰未到 我的孩子時辰還未到 等看完第三卷之後 你將會明白這一個和其他另外的大秘密 也都有可能 也有可能不會啊 Exactly就是這樣 好啦好啦,我們算打和啦 但是,在看完第三卷之前 對我來說,又或者那些 可能從來都沒有看過幾本書的人來說 要在當下重新找回智慧 重新找回光明 重新找回神 應該要怎樣做啊? 我還應不應該回到我原先的宗教入面啊? 是不是要通過宗教才行啊? 回歸靈性,忘記宗教 喇喇喇喇,你這句說話會激怒很多人的 這本書本身就會激怒很多人,也都可能會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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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令到你們失去對自己的信仰 第二個任務是令到你們知道 他擁有你們缺少的答案 第三個和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令到你們不要去懷疑 只是去接受他的答案 不要問,只要信 你們如果懷疑,就會開始思考 你們如果思考,就會開始回歸內在的本源 宗教不可以令到你們這樣做 因為到時你們得出的答案 非常有可能跟他老作出來的答案不一樣 所以宗教必須令到你們懷疑你們的自我 必須令到你們懷疑自己有能力去想清楚這些問題 宗教的問題在於 這種做法往往會懂得其反 如果你沒辦法毫不懷疑地接受自己的思想 你又有什麼可能可以毫不懷疑地接受 那些宗教所提出的關於神的新觀念 所以,沒多久之後 你們甚至乎連我的存在都開始懷疑 但是諷刺的是,這一點是你們以前從來都沒有懷疑過的 其實,當你們憑著本能地認識生活的時候 雖然你們可能並沒有辦法徹底地了解我 但絕對會知道我是存在的 所以,並不是你們創造了懷疑神的理論 而是宗教他自己創造了這件事 任何看到宗教所作所為的人 只要他頭腦清醒 就必定會認為宗教是沒有神的 因為正正是宗教令到人類心裡面充滿了對神的恐懼 而人類曾經衷心地哀神和祂全部的光輝 正正是宗教命令人類向神卑躬屈殺 而人類曾經是很舒暢地站立的 正正是宗教促使人類擔憂神的憤怒 而人類曾經去找神來幫他們減輕負擔 正正是宗教跟人類說要他們為自己的身體最自然的功能感到羞愧 而人類曾經為這些功能而歡慶 視他們為生活最大的禮物 正正是宗教教你們必須通過某個宗界才可以接觸到神 而你們曾經認為你們只要在生活之中體現良善和真相就可以接觸到神 正正是宗教強迫人類要崇拜神 而人類對神的崇拜曾經是發自內心的 宗教在祂所到之處都創造了分離 而這一點正正和神背道而馳 宗教令到人和神分離 令到人和人分離 男和女分離 實際上有些宗教宗教宗稱神高於人 甚至還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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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因为他们创立了各种男性崇拜的宗教 好系统地将圣经的内容删走一半 等剩下的那些被当成定稿的部分 可以更加符合他们男性的世界观 正正是宗教时至今日 仍然坚称女人的质素比较差 是二等的灵性公民 不适合教导神的话语 传授神的话语 或者引导人如何崇拜神 就好像小朋友吵架那样 你们厄金为止 依然在争论着 我究竟选了哪个性别 来充当我的牧师 等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是牧师 每个人都是 没有哪一个人 哪一类人 会比其他人更加适合 从事我的工作 但是你们之中 有很多人 就好像你们的国家一样 患上了权力饥喝症 他们不喜欢分享权力 只是想使用它 他们虚構出来的神 也是这样 也都患上了权力饥喝症 那个神 不喜欢分享权力 只是想使用它 但是 我告诉你们 神最大的礼物 就是分享神的权力 我想要你们 跟我一样 但是我们不可以刺利的 因为这样是对神的泄斗 你们受到这种教育 才是对神的泄斗 我告诉你们 你们是依照神的模样和形象 被创造出来的 成为神 是你们最终将会实现的目标 你们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奔波劳劳 艰苦奋斗 但是就永远都没办法去到那里 我也都没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分派给你们 请相信神的善良 请相信神的造物 具体来说 你们神圣的自己 请相信你自己的善良 你在这本书前面 讲过某一句话 令到我感兴趣 在这本书结束之前 我想要跟你谈一下那句话 你当时说 拥有绝对权力的人 无需对他人发号施灵 这个是不是神的本质啊 你现在明白了 我曾经讲过 神是一切 神什么都吃 没有神不是的东西 神对他自身的一切体验 都是神在你之内 化成你 通过你而体验到的 在我最纯粹的形式之中 我是绝对的实在 我是绝对的一切 所以我绝对没有需要 没有需求 也都无需发号施灵 但是如果离开这种绝对的纯粹形式 我就是你们构筑的我 就好像你们终于见到神 并且跟他说 哇 为什么你生成这样的样子呢 不过 无论你们将我构筑成什么样的样貌 我都无办法忘记 我的纯粹形式 并且永远会翻到我的纯粹形式 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虚幻 那些都是你们虚构出来的东西 有人将我捏造成一个会妒忌的神 但是我拥有一切 我就是一切 我又怎么会妒忌呢 有人将我作造成一个会愤怒的神 但是无论哪种方式 都无可能伤害到我 我又为什么要生气呢 有人将我打造成一个会报复的神 但是由于所有的存在都是我 我又应该向谁去报复呢 我为什么要单纯因为我自己创造的东西 而去惩罚自己呢 又或者 假如你们是都要认为我们是分离的 那我为什么又要创造你们 令到你们拥有 去创造你们想要体验的东西的自由选择 然后又因为你们做了那些错的选择 而去永远地惩罚你们 让我告诉你们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真相能够令到你们得到自由 摆脱神的尊制 实际上尊制是不存在的 它只会存在在你们的想象之中 只要你们愿意 你们随时可以回家 只要你们想 我们随时可以团聚 你们随时可以再次体会 跟我合一的狂喜 随便几时都可以 当天风吹你一块面的时候 当食術在夏天暂蓝的夜空之下 鸣叫的时候 当天空出现一道彩虹的时候 当新生的婴儿 喊第一声的时候 当葬礼的晚霞 放出最后光芒的时候 当葬礼的生命 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我永远与你们同在 哪怕直到时间的终点 你们和我的团聚是完整的 无论从前 如今 还是将来 都是这样 你们和我是一体的 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 现在去 在你们的生活之中 体现这个真相 去令到你们的日日夜夜 都反映你们内心最高上的想法 去容许你们的每个时刻 都充满了神 通过你们现身的狂喜 去这样做 去向所有和你们交往的人 表达你们的爱 永恒 无条件的爱 去成为黑暗之中的光 并且 不要诅咒黑暗 去成为光明的使者 那一个是你们的本质 所以 去啦 书没致赐 我最先要感谢的是所有的事物 包括这一本书的本源 你们有些人选择了 称他为神 我都是 但无论为这个本源起什么名 是无所谓的 他以前 如今 以后 都是本源 哪怕 直到比永远更远的将来 另一方面 令到我感激的是 我拥有非常好的父母 感谢他们 为我赐予生命 和我生命里面 很多重要的回忆 妈妈和爸爸 是天造地车的绝配 虽然在外人看起身 并不是这样 但他们两个人 都是这样想的 他们会叫对方 做害虫 又或者是农药 妈妈会说爸爸是害虫 爸爸就会说妈妈 是他抵挡不了的农药 我的妈妈安妮 是一个很非凡的人 她为人富有同诚心 体贴入眉 性格安静 宽宏大量 极其慷慨 很有耐心 充慧过人 她对神的信仰 也都十分坚定 在她来留的时候 有一个新任的罗马天主教 很年轻的神父 我记得她很紧张 这个神父帮她做完最后的仪式 然后在她的床边走过来 用充满音配的语气 震晒地很小声跟我说 哎呀呀我的神 她竟然反过来安慰我 而我就回答那神父说 我对这件事一点都不惊讶 这样是对妈妈最高的赞美 我的爸爸阿力克斯 基本上跟温文耳雅 那都不格 她喜欢鬼杀那么吵 有时还会少人老母 这一点真是令人很难堪 有些人说她经常都表现得很残忍 尤其是对我的妈妈 我不想受这一样东西对她作出评判 我不会对她作任何的评判 我妈妈拒绝评判 又或者责备她 反过来她在林中的时候 还依然赞颂着爸爸 妈妈从来都不说爸爸的坏话 我没办法想象她这种态度 为我带来了几大的好处 但是爸爸也有很多优点 妈妈一向都很清楚这一样东西 这些优点 包括坚定地相信人类的灵魂 是不可以征服的 清楚地知道 如果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 那抱怨是没用的 只得令到其他人去改变 这样才有用 她曾经跟我说过 她说我想做些什么 我都可以做得到 她是一个可以令到她的妻子和家庭 依靠到她最后一刻的人 她是忠诚的绝对体现 她从来都不做长头草 怎么都会采取坚定的立场 在生活之中 她绝对不会因为遇到错词就放弃的 就算生活已经打败了很多人 哪怕在她面临最大危险的时候 她都依然会说 有什么这么大不了 我在生活之中 每一次遇到困难 都会用她这句名言 而且她还每一次都会见效 所以我对我爸爸并不感到惊讶 这句是我对爸爸最高的赞美 在他们的养育之下 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养成了极度的自信 也都学会了无条件地去爱每一个人 他们真是绝配来的 在上一本书里面 我感谢了我家里面其他的成员 还有几个朋友 他们曾经对我的生活 作出巨大的贡献 现在都依然是这样 现在 我想着感谢两位 在我写完第一本书之后 进入我的生活的特殊人物 他们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他们是利奥布殊医生 和他的太太丽莎 他们用他们的日常生活 去我证明 对家人和爱人的无私照料 对朋友的真心关怀 对穷人的和善 对所有人的热情 对彼此之间的信任 和爱的坚持 将会为生活 带来最丰富的回报 我受到他们的教育 我心灵的深处 也都得到他们的启发 在这里 我还想感谢我的其他几个导师 他们是神派给我的特殊天使 我现在才清楚地知道 他们带给我的信息 是非常之重要的 他们有些和我有直接的交往 有些和我比较生疏 有些就处于在举阵里面 某一个遥远的地方 甚至乎 在意识的层面上 都不知道 有我这个人存在 不过就算是这样 我的灵魂 仍然接受到他们的能量 这些人 令到我在今生 得到很多的礼物和好处 他们是 多利柏顿 他的音乐 微笑和整个人格 是美国的光荣 而且经常都会令到 我的心变得很宽快 甚至乎 在他已经破碎 而我坚信 他不会再变得宽快的时候 他真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特瑞科尔维塔克尔 自从我遇到他那一天起 他在生活中的聪慧 妙语连珠 眼光和欢乐 还有绝对的诚实 就是我一直的榜样和标杆 成千上万的人 曾经因为他而变得更加好 更加强 更加愉快 尼尔戴蒙德 他精湛的技术 深入他的灵魂 也都深入我的灵魂 而且还触及了一代人的灵魂 他的才华 和不会论识分享这种才华的慷慨 是值得纪念的 希雅阿历山大 他的著作令到我仿然大悟 令到我明白 可以没有限制 没有恶意 没有隐藏目的 没有令人痛苦的妒忌 没有需求或者预期地去表达人类的情感 他重新激起了世人 对无限之爱的追求 和我们对圣欢愉的自然欲望 令到圣再次变得神奇 美好和顺遂 罗伯特雷默 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欲伦潘斯 他令到我明白 如果想在生活中的任何领位 达到优秀的水平 就必须设立最高的标准 并且拒绝跌落这些标准的下面 而且还要最严格地要求自己 哪怕在放纵自己 都不会有人发现的时候 都应该这样去要求自己 甚至乎 更加应该这样去严格地要求自己 他在运动场上面 是最结束的英雄 在战场上面 是不惧炮火的英雄 他在生活之中也是英雄 坚定地令到他自己变得优秀 无论为了这一件事 需要付出几大的努力 吉米卡特 他勇敢地周旋在各国的糾纷之中 但从来都不会用以如我扎的政治手段 而是本着他的良心 和他心目中最高的正义去这样做 他就好像一抹清身的空气 令到这个污秘的世界都没有他负 写例 默克拉因 他证明智慧和娱乐 并非水火不溶 证明 我们可以摆脱粗皮 容俗和自私 他坚信 我们既可以谈论大的事情 亦都可以谈论好小的事情 既可以谈论沉重的话题 亦都可以谈论轻松的话题 既可以谈论深奥的事物 亦都可以谈论肤浅的事物 他致力于提高我们的话语水平 和意识水平 致力于在思想的市场上面 建设性地使用他的巨大影响力 奥普拉 温佛雷 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史提芬 斯皮尔伯格 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乔治 劳卡斯 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罗恩霍华德 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幽枯度因斯 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吉恩罗登贝瑞 他的灵魂 现在听到这些事情 并且发出微笑 因为他开创了这条道路 他敢于冒险 勇往直前 达到以前 从来都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这些人是财富 我们所有人也是 不过 和我们之中某些人不同的是 他们选择了大量地 送出他们的自我财富 将他们的自己 完全奉献出来 承担所有风险 抛弃他们的私隐 并且令到他们的个人世界 永远处于动乱之障 让他们可以呈现 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们甚至不知道 他们拿出来的礼物 会不会被接受 但他们仍然将礼物送出去 我为此而感谢他们 感谢你们所有人 你们令到我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 离以当劳 传书 完 今集就不想天棒烧烤了 我是陈老师 有缘再见 呢